疯狂的心脏 美 比尔 舒特 柱 美 帕特里夏 这文 会 吴蒙 义 前沿 小城镇 大心脏 生命中大多数事物都是惊喜 第奇 离 2014年4月中旬 在加拿大纽芬兰的尊于河镇 一位眼尖的村民望向圣劳伦斯湾 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这个东西一开始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 随后越来越大 等到这个庞然大物被冲杀案的时候 各大媒体都闻讯赶来 和媒体一起赶来的 还有一股极其恶心的恶臭 有人形容说 这股味道就像南闻的香水味 混合着腐肉的臭味 这话不假 这个东西拥有的腐肉可是多得前所未有 大概有一百吨吧 请客间 口耳相传的消息就变成了轰动的新闻头条 这个小渔村立马就被蜂拥而至的记者 和看热闹的群众挤满了 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也从最初的迷惑 恶心变成了对健康的担忧 失去收入来源的可能性 甚至是可怕的爆炸威胁 更甚的是 人们发现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 在纽芬兰的另一个小镇洛基港也刚刚上演 加拿大的冬天一向寒冷 但2014年的严冬是人们记忆里最为刺骨的 几十年来 五大湖区第一次全部冻结 圣劳伦斯湾五大湖进入大西洋的入海口 积累了厚厚的冰层 强峰和洋流给卡伯特海峡也带去了海滨 在海湾流入大洋最宽的通道处造成了交通堵塞 而对随于河镇和洛基港的居民来说 光对付冬天的严寒天气还远远不够 镇子大约200英里 约322千米以南的地方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战场 正是卡伯特海峡 在深冬和早春这段时间 蓝鲸 Balainaptor musculus 通常会离开大西洋 犹如圣劳伦斯湾 不是一种小型甲壮动物 林虾 蓝鲸是人们目前已知的 在地球上存在过的体型最大的动物 一头蓝鲸可以长到100英尺 30.48米长 重达163吨 相当于20头雄性非洲象 或者1600个中等身材的成年人 不过 虽然它们体型如此巨大 人们却直到1864年才开始捕猎蓝鲸 收获富含油脂的精致 这是因为它们的油速很快 可达每小时31英里 约50千米 而且在死亡后常常沉入海底 捕鲸人喜欢三种陋脊鲸 这三种陋脊鲸体内的鲸汁含量最高 而且它们死后会飘在水面上 因此它们才是捕鲸人眼中正确的鲸 拿着鱼叉就得捕杀这样的鲸 后来人们发明了鱼叉炮 并把这种新发明桩配在了速度更快的蒸汽捕鲸船上 这对蓝鲸种群来说堪称灭顶之灾 1866至1978年 有超过38万头蓝鲸被捕杀 如今 大多数国家都立法禁止了捕鲸行为 但蓝鲸死后就沉入海底的特性 除了困扰着过去的捕鲸人 对想要研究蓝鲸身体结构的动物学家来说 也是非常不便的 2014年3月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马克 温斯特隆接到了好友洛伊斯 哈伍德打来的电话 温斯特隆是博物馆的高管 展品及科研部门副部长 哈伍德则是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 DFO的官员 他问恩斯特隆有没有听说 九头七夕在卡伯特海峡的蓝鲸死了 他进一步说道 这几头蓝鲸似乎没能逃脱海上一片巨大浮兵的追击 被困住了 没活下来 这个损失非常惨重 尤其是考虑到这个物种已经命悬一线了 失去九头蓝鲸 意味着北大西洋的蓝鲸种群 一下子减少了3%至5%的个体 哈伍德知道恩斯特隆一直想搜集 加拿大海域的每一种鲸的标本 他告诉他死去的鲸里有三头不下沉 可能因为他们的身体下方还有很厚的伏兵 哈伍德把杰克、劳森介绍给了恩斯特隆 这让恩斯特隆更加兴奋 劳森也是渔业和海洋部的研究员 已经开直升机追踪这批死去的鲸一个月了 他告诉恩斯特隆 这批鲸早晚得被海浪冲上岸 结果一个月后这话就应验了 问题是 鲸被冲到了那三个小渔村 2018年我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恩斯特隆跟我讲道 随于河镇平常没什么游客 是那种生存都困难的小镇 镇长和我说 他有一天往外面一看 看到死鲸在海里飘着 心想天哪 千万别让那玩意儿飘到这来 结果第二天早晨 他们这里唯一的一片沙滩 唯一一家餐馆的正下方 那具小山一样的蓝鲸尸体 就在那里 臭气熏天 我问恩斯特隆后来情况如何 他笑了 然后尸体开始膨胀了 那他们肯定更惊喜了吧 我答查道 那倒没有 他接着说 那时候 他们所有人都已经在网上 看过精的尸体爆炸的视频了 晶体内积居气体最终爆炸的视频 已经在网上火了好几年了 根据最新统计 网上至少有200个类似的视频 甚至还有人创作过一首爆炸惊之歌 The Exploded Whale Song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 还是2004年一头抹香精 被冲上台湾海岸的那个视频 视频中的抹香精长 56英尺 约17米 重60吨 当地大学的科学家迅速决定 要利用好这次天赐的良机 对这个庞然大物进行尸体解剖 他们认为 解剖最好在实验室中进行 所以还得大费周章地把它预回去 人们调用了三辆起重机 50名工人 花了13个小时 才把精的尸体吊起来 绑在一辆拖车的平板上 没想到 在拖车通过堵塞的公路时 腐烂的精尸突然自爆 上千磅腐败的血肉 精脂和内脏 掏洒到附近的汽车上 摩托骑手的身上 电铺的墙壁上 甚至把几个不幸的旁观者 淋得浑身湿透 但蓝精尸体不会爆炸 温斯特隆向我保证 他也向遵于合阵的居民保证过 结果居民们还是很害怕 将信将疑 他对居民说 除非有人在这头 巨兽身上跳来跳去 或者把他的身体切开 否则 在精的身体组织腐烂过程中 其内部积存的气体 是能够缓慢溢出的 就像一个时间长了的气球一样 最后也确实就是这样 他总结道 温斯特隆说 纽芬兰的现场记者问他的问题 几乎都是有关意味和尺寸 这两个方面的 蓝精的心脏有多大 听说和小汽车一样大 这个问题 他和同事们听过太多次了 最后 还是他手下的一名技师提出来 要不然我们试试 把心脏取出来 温斯特隆一下就对这个主意产生了兴趣 但若想实现 他们就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那三具蓝精尸体中 有一具飘到了一个条件恶劣的小海湾里 在一场暴风雨中 被海浪撕碎 第二具飘到了尊鱼河镇 目前仗成了一艘飞艇 让担心爆炸的居民忧心不已 在这种情况下 其内部的器官恐怕也无法完好保存 但恩斯特隆知道 第三具蓝精尸体体型最小 76英尺 约23米 被冲到了洛基港 一半浮出水面 一半浸在冰水里 这极有可能减缓了其器官腐败的进程 于是 他咨询了被派往洛基港 负责回收工作的博物馆同事 哺乳动物学家杰奎林 米勒 问他能不能完整保存这头精的心脏 杰奎林听完 当即激动的回答可以的 我们可以把心脏保留下来 不过后来 他向我坦诚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把精的尸体剖开后会发现什么 甚至不知道心脏能不能留下来 但把蓝精的心脏制成标本保存下来 光是这个想法 本身就足以让他想要立刻动手尝试了 于是 米勒和七名科学家一道 开始为洛基港的精尸 剥离脂肪 这是个补精液术语 意思是去掉精 从头到尾全身的血肉和软组织 精的心脏和肺脏长在胸腔内部 在包去那里的肌肉后 探查小队的科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巨大的血液泵 这可是前所未见的 相比于寻常的哺乳动物心脏 这玩意儿倒更像是一个400磅重 约181千克的肉色水饺 为这颗巨大的饺子心脏惊叹过之后 一行人继续透过肌肉玻璃处进行探查 并兴奋地发现 虽然心脏收缩的只剩6英尺 约1.8米宽了 但完全没有腐败 整个器官还是粉色的呢 米勒告诉我 虽然他也看到了一些霉点和少许坏死组织 但肌肉还很有弹性 枪室内还有很多液体 几年后 2017年米勒被邀请去为一头正确的精 北大西洋陆脊精 Ubolaena Glacius进行尸检 那具尸体是在一次集体死亡事件中 回收来的 一共17头精比起死亡 他希望能借此机会 收获另一个精类物种的心脏标本 然而 尽管这头北大西洋陆脊精的死亡时间 比纽芬兰的蓝精短得多 但对他来说 他似乎没那么正确 心脏已经腐败 变成一堆根本无法回收的烂肉了 这次集体死亡事件发生在夏天 米勒意识到 洛基港内头精死于冬季 还在冰水里泡了三个月 这简直就是幸运之神的馆长 我们很走运 他承认 米勒再度严实研究的是 老鼠等小型哺乳动物 在洛基港 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 身披羽衣进入蓝精体内 浑身沾满了精的身体组织 他们手持玻璃 脂肪用的大小刀具 切断了前 后腔静脉和主动脉 血液流入和流出心脏的主要血管 然后准备将心脏移出精的身体 但就在米勒和另外三名科学家站好位置 并未取出心脏 而切断两根精的肋骨后 他们发现即便再用力 也无法将心脏通过预留的空间 挪动出来 虽然通过割断肺动脉和肺精脉 完全分离了心脏和肺 但心脏就是不肯动弹 没办法 他们只好又切掉了几根肋骨 才最终将重达386磅 约175千克的心脏 从原位置取出 装进了一个巨大的尼龙袋子里面 那个袋子里的空间 大到一辆大众甲科虫汽车都开得进去 科学家动用了一辆正产产斗车 一辆叉车和一辆自卸货车 终于把蓝精的心脏转运到冷藏车里 并运输到了专业机构 将其冷冻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中 它将被封存在冰块中一整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 一个专家团队将利用这段时间集结起来 准备进行下一步操作 标本保存 文斯特隆讲解到 标本保存的其中一步就是 重塑心脏原始的形状 这一步很关键 和人类的心脏不同 蓝精的心脏在主要血管被切断后 就会收缩 仿佛一个泄了气的啤酒 文斯特隆告诉我 蓝精在身前时会承受巨大的水压 这应该是器官对高压环境的适应 但这种分析是否正确尚不确定 保存标本的第一步 是将标本浸泡在自来水中进行解冻 人们需要在心脏标本里灌满保存液 以终止腐败 硬化肌肉 并杀死所有运输途中存活的细菌 在灌注保存液之前 专家还需寻找尺寸合适的器材 把从心脏伸出的十几根血管毒死 这一步的意义在于 防止被灌入心脏腔式的保存液流出来 同时还让专家得以使心脏再次膨胀起来 摆脱摘除之后 那腹泻器皮球般的难看样子 最终 科学家选择的 size大小不一 为最细的血管选择的是饮料瓶 为粗壮的后腔静脉选择的是水桶 溶积五加仑约十九升 和后腔静脉很相配 后腔静脉负责将缺乏氧气的血液 从经的身体和尾部运回右心房 及心脏的两个输入腔之一 右心房同时还要接收来自前腔静脉的血液 前腔静脉比后腔静脉稍细 负责运输从经的头部区域流回的血液 在人类这样的两族动物体内 作用等同于前后腔静脉的血管 是上下腔静脉 所有哺乳动物都一致的是 上下前后腔静脉的作用 就是将富含二氧化碳 缺乏氧气的血液运输回心脏 让心脏将其蹦入背 刚开始进行标本保存操作时 杰奎林米勒团队用了700加仑 约2650升最常见的防腐剂 甲醛 甲醛水溶液是一种组织固定液 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 就已被发现具有致癌性 大部分人对这种物质的印象 可能都是在生物科上文道过 它独特的味道 但其实人们与甲醛最常见的 接触机会是爆花板 胶合板 纤维板等建筑材料带来的 这些建材中多含有微量甲醛 少到几乎检测不到 虽然南京标本的处理团队 已经将甲醛溶液稀释 到了相对来说 对生物危害较小的程度 浓度约40% 此时也称福尔玛利溶液 但科学地说 这种东西依然很难闻 可笑的是 米勒跟我说 在其他的实验室 你要小心别让福尔玛林溅到身上 在这儿 你要小心别掉到 盛满福尔玛林的池子里 南京心脏在福尔玛林溶液里 浸泡了五个月 以完成组织的固定 在这个过程中 标本内的全部组织都停止腐败了 之前呈粉色的器官 在浸泡后 也换上了生物标本典型的米黄色调 虽然这颗心脏可以就这样被泡在福尔玛林里 放置几十年的时间 但恩斯特隆的团队认为 这么漂亮的心脏 不能泡在一大瓶毒药里 他们咨询了几名精通大型标本保存技术的修复专家 最终决定要对其进行生物塑化 生物塑化技术是一种保存标本的特殊技术手段 由性格怪异的德国解剖学家刚瑟 冯·哈根斯于1977年发明 哈根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死亡博士 他创立了著名的人体世界Body Worlds展览 展览的内容极具争议 几十句包去皮肤 塑化固定后的人类遗体被摆成各种姿势 每一句都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一部分解剖系统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研究员 没有执行这种复杂操作的能力 也没有相应的设备 所以他们把心脏标本还晕到了生物塑化博物馆 Tastinarium 生物塑化博物馆位于德国古本 是人体世界主题的展览馆 也是进行生物塑化的专业机构 博物馆又名古本生物塑化公司 前身是一家服装工厂 如今在里面工作的都是由哈根斯亲自带出来的专家 期待着满足每一位顾客的生物塑化需求 尽管这些人经受过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博物馆标本 可处理像蓝经心脏这么大的器官 对他们来说也是头一早 生物塑化的第一步就是将标本中所有的水分和可溶的脂肪 缓慢地抽出替换成丙酮 丙酮是一种有机溶剂 毅然且对人体有毒 每一点都在强调你不要再加自己尝试 来自加拿大的蓝经心脏需要在6000加仑 约22712升丙酮里泡上8天 温度还得控制在极低的程度 低温能加速细胞失去水分子 并有有毒的溶积分子取代的过程 接下来生物塑化博物馆的专家会对心脏标本进行第二步处理 强制济身 在这一步中 丙酮会进一步被塑化液 一般是有机规矩合物取代 为了完成取代 工作人员会把标本放入真空室 并逐渐降低气压 这种环境会让细胞中的丙酮缓慢气化 让塑化液甜补丙酮蒸发流下的孔系 随着大部分标本细胞都被规矩合物液体包裹 活体组织也就变成塑料了 此时工作人员在对标本试用固化剂 使规矩合物固化 这个过程又要花费三个月 2017年5月 南京心脏标本彻底固化完成 被运回了加拿大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为其举办了精彩的展览 把心脏标本放在中心位置突出展示 为了直观的比较大小 博物馆还在心脏标本旁边 停了一辆Smart汽车 在标本一边的贴花板上 还悬挂着遵于合镇那头南京的全套骨架 今天 这颗巨大的南京心脏塑化标本 重约440磅 折合200千克 永远不会腐败 也永远不会产生意味 在每年四个月的展览期里 他在多伦多等待着成千上万名游客的观赏 本书讲述的是心脏 及与之相连的血液循环系统的故事 有大的心脏 有小的心脏 有冷血动物的心脏 甚至还有并不存在的心脏 这本书还讲到了一些重要的结构 体验 科学发现 还有与之相关的谬误和混乱 人类试图理解心脏和循环系统功能的历史很长 而且直到最近一直错落百出 举个例子 17至18世纪的医学界普遍认为 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血液中的某种物质决定的 蓝血贵族 嗜血成性 冷血无情 血气方刚 这些词都是这个与现今完全不同的医学世界存在过的痕迹 了解了医学界精细的不同 你就更容易理解 为什么心血管系统的研究历史中 会有这么多离奇的故事和诡异的治疗方法了 本书绝不是一本教材 我也无意在一本书中写进每种动物的心脏 或者每一种循环系统方方面面的知识 相反 我会带你漫步于这些宏大的主题 并在沿途一些有趣的站点停留 如果你以前和我一起进行过探险 那你应该知道 我还会带你踏上一些小路 讨论一些动物学或历史方面的内容 这些小路的主题包括扩散现象 血脑屏障 还有怪兽摩斯拉 它们看似离题 但其实非常重要 能更好地解释很多 不为人所知或常被人误解的概念 帮助我们理解心脏和循环系统的工作 在昆虫 甲鞘动物和蠕虫等不同的 无脊椎动物体内 心脏极其衍生出来的循环系统 在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很合理的 然而 反观体内有脊柱的脊椎动物 不管是鱼类 家禽 还是人类 其心脏结构的差异都非常小 同时 除了探索动物界的心血管系统 多样性以外 我们还会一起去了解 今天的动物们如何拯救人类的生命 又如何帮助我们解开 关于心脏健康和心脏疾病的难题 本书还提及 一种相对较晚才出现的哺乳动物 我们人类 认为心脏不仅是一个维生器官 还是情绪的中心和灵魂的居所 这种观点从何而来 为什么这种观点能跨越众多文化边界 为什么这种观点始终有人信服 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 心脏和意识之间真的有联系吗 当这趟旅程结束时 你对心脏的理解将焕然一新 你会更深刻地理解心脏 在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重要地位 它不仅是驱动血液循环的引擎 还是人类文化和人性的核心 从一团有收缩能力的特殊细胞 到小机车大小的蓝晶心脏 从对爱和灵魂起源地 探索到心血管医学的发端 新潮的治疗手段 我希望你对这些话题的看法 能够被彻底改变 说实话 这是我的心在期盼 第一部分 疯狂的心脏 第一章 经大家伙的小心脏 一种尺寸可不适用于每种情况 作者不详 可能是弗兰克 扎帕 2018年8月 我和画家帕特里夏 为一起前往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参观了著名的蓝晶心脏标本 我和帕特里夏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是同事和朋友 那时候我们都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 他给我写过的每篇论文 图书章节和每本书 虚构的 非虚构的都算上 都画过插图 虽然我们去的时候 蓝晶展览已经结束 心脏标本也被收进了不向公众开放的区域 研究员比尔 霍奇金森 还是为我们的到来 特地把心脏标本取了出来 在一个小型飞机棚大小的房间里 保存完好的蓝晶心脏 只插在一根直径2英寸 5.08厘米的不锈钢管上 看起来就像被这根钢管自下而上穿起来了 不锈钢管的底部固定有一个木质站台 顶端则连接着金属支架 从内部永久地支撑着标本 不为观众所见 根据这个标本的官方尺寸 从底部到顶端的高度 应该是42英寸 106.68厘米 宽度是38英寸 96.52厘米 可我感觉 它像是在很高的地方俯视着我 估计得超过6英尺 182.88厘米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之所以感觉上高出这么多 是因为塑化的心脏上方 还伸出了多根巨大的血管 其中最显眼的 就是呈红尾拱形的主动脉及其分支 还有一组颈动脉 负责将含氧的血液 从左心室运送至蓝经的头部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心房 如果将两个心房 视为心脏的输入腔 从肺和全身流回的血液 分别输入左 右心房 那么两个心室 可以被视为心脏的输出腔 右心室将缺乏氧气 富含二氧化碳的血液泵入肺 而左心室将富含氧气的血液泵出 供应全身所需 在蓝经心脏标本漫长的制作过程中 人们往血管里注入了一种 特殊的有机规矩合物 这种物质染过色 因此能让静脉呈现蓝色 动脉呈现红色 让人们将动脉和静脉区别开来 彩色的心脏着实好看 在观看时 我的视线一下子就被右心室上 打开的一扇弦窗给吸引了 这扇弦窗是由生物塑化专家 弗拉基米尔 切列明斯基打造的 可以让观众一窥心室内部的景象 在心室内部 观众可以看到许多结构 其中就包括多根靠壁而生 样貌奇特的肌肉术 有数厘米粗 在解剖学上 这些肌肉术的学名 叫肉柱畸性隆起 许多哺乳动物 包括人类 体内都有这种结构 只不过没这么大 肉柱增大了心室壁的表面积 在有限的空间里 配置了更多的肌纤维 这很关键 因为肌肉 更多就意味着心室的收缩能力更强 就能更好的 让心室将血液射出心脏 这样凹凸不平的心室壁 有没有其他功能 尚待探索 蓝经心脏的左 右心房也能收缩 但它们的壁较薄 这表明心房的工作要容易一些 只需将血液蹦入 各自临近的心室即可 在心房和心室之间有瓣膜 名称因地制宜 叫防湿瓣 通过切列明司机的弦窗 前来观察的观众 可以看到蓝经的右侧防湿瓣 其大小大致相当于给幼儿丸的小骨 人体内的防湿瓣面积 大约为0.75平方英寸 约4.8平方厘米 直径差不多相当于一块小石子 人的右侧防湿瓣 有三片翅膀状的瓣叶 因此也常被称为三间瓣 防湿瓣允许血液从心房流向心室 但和放行同等重要的是 它们还能在心室收缩时 阻挡血液掉头流回心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心脏中还长有十几根坚韧的纤维 即键锁锁锁锁长得很像一根根琴弦 这些心弦主要是由一类结构蛋白 胶原蛋白构成的 键锁一头牢牢地固定在心室壁上 并一头连接防湿瓣的半叶 可以防止半叶在心室收缩时 向心房方向开放 有效地隔开了心房和心室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 你可以想象一只脖子上套着绳索的狗 绳索的另一头固定在地上 狗代表半叶最远 只能跑到绳索代表键锁拉直的距离 通过这种办法 人们就可以防止狗跑出打开的大门 在人体医学中 心脏半磨脱锤指的是一个或多个方式 半半叶向心房侧捧出 你可以想象成拴狗的绳索 由于狗的一再拉扯而被拉长了 让狗得以跑出大门 脱锤的半磨打破了心房和心室之间的风格 导致流入心室的部分血液 在心室收缩时没有正常地离开心脏 反而反流回了心房 心脏半磨脱锤可由既往心脏病 细菌性心内膜炎 常发于静脉吸毒者或风湿热 便求菌感染导致 二间半脱锤也有先天性病例 年龄增长也可能引起心脏半磨的病变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心脏半磨会逐渐硬化 失去柔韧性 进而无法再有效地密封心脏的枪势 由于每一次心跳都会有部分血液反流回心房 射出心脏的血量就会越来越少 心脏只能越来越卖力地工作 提高心率或增大收缩力度来弥补损失 这些额外的努力会给心脏增加负担 造成严重问题 当负荷达到一定限度 心脏无法再给身体供应足够的 富含氧气和氧分的血液时 这些问题就会爆发出来 血液流过防湿半 充满左 右心事后 接下来要通过的就是半月瓣 半月瓣得名于其半月形状的半叶 心事收缩时 血液就会流入两根大动脉 右心事的血液流入肺动脉肝 后者分支形成肺动脉 将缺乏氧气的血液送入肺部 而左心事则会通过收缩 将富含氧气的血液泵入主动脉 再通过其遍布全身的分支 将血液送往身体各处 虽然位于肺动脉和主动脉中的半月瓣 肺动脉瓣和主动脉瓣 在解剖结构上和防湿瓣有区别 没有见所 但这两个瓣膜同样能阻挡血液返流 让血液无法从肺动脉和主动脉流回心事 人体的轻微瓣膜病变通常没有任何症状 也无需治疗 但在严重情况下 心脏半膜脱锤会导致心跳不规律 心率失常 眩晕 疲劳 气短 部分患者可通过手术治疗 21世纪初之前 半膜修复或致患手术都是复杂的开胸手术 而现在 经导管半膜之患术只要求 在患者身上开一个很小的切口即可完成 有时甚至可以做到完全无创 这要归功于心导管检查技术的发展 一种神奇到小说家都不敢想象的医疗技术 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以后再详细的讲 为了让观众看到蓝经心脏内部的结构 生物塑化专家切列明斯基 还切除了标本的一部分心外膜 也叫心包脏层 心外膜是一层很薄的保护层 紧贴在心肌外面 同时也是心包的最内层 心包是囊状的 能够起到为心肌润滑和缓冲的作用 为了更直观的理解心脏和心包的关系 你可以想象一个呈有少许清水的透明保鲜袋 把你的拳头代表心脏放在保鲜袋上 保鲜袋就会包裹在拳头外面 这袋水就相当于心包 保鲜袋贴合在拳头表面的部分就是心外膜 保鲜袋内部的空间叫心包腔 里面部分填充着心包液 继续观察这个模型 保鲜袋外侧没有碰到拳头的部分叫心包壁层 贴合着其周围的胸腔壁 在遭遇外来撞击时 这种结构能在保护心脏的同时 维持住心脏的相对位置 要注意的是 心包并不是容纳着心脏 而是包裹着心脏 里里外外地观察了一阵蓝精心脏的塑画标本后 我把帕特里下一个人留在了仓库里为标本化素描 而我自己则回到博物馆 采访当时负责采集和保存标本的人 但和这个独一无二的标本的制作过程相比 我更感兴趣的是杰奎林 米勒和马克 温斯特隆等人通过他学到了什么以前不知道的新东西 我问了米勒关于这颗心脏奇怪形状的问题 通常来说 哺乳动物的心脏都是锥形的 在底部心肩部会归于一个点 但蓝精的心肩居然是分叉的 这令我震惊 米勒告诉我 心肩分叉是须荆科动物 长有精须的大型精类的一个特征 这类动物的另一个特征 就是心脏比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心脏更扁平 更宽大 典型的陆生哺乳动物的心脏都是螺旋形的结构 其内部的组织和基线维权部 围绕着左右心式排列 恩斯特隆补充道 在收缩时 整个心脏的动态就好像拧毛巾 但须荆科动物的心肌纤维 直直地从心底部 抬列向心肩部 没有一点螺旋 我认为究其原因 是当精前到很深的深度时 心脏会被压缩 恩斯特隆说 心跳没有停止 但心脏被水压给压缩了 正因为如此 米勒一行人才会发现 洛基港的那头蓝精的心脏 在与其周围血管分离 并被移出体枪后 就像个大口袋一样 地塌了下去 这是米勒的原话 所以在后续保存的操作中 需要使其重新膨胀起来 除此以外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科学家 还从兰精深上学到了一点 恩斯特隆表示 在工作中 他无数次被人问起过 世界上最大的心脏 到底有多大 我都要被问烦了 他承认到 真想给他们支支标本 然后说就这么大 几十年来 不管是在大众读物 还是科学文献中 人们都写过 蓝精的心脏 和小轿车一样大 而且至少重大一吨 米勒和我说 在他们 为回收心脏做准备时 他还见过有的书里 写着你能在他们 最粗大的血管里游泳 比如后腔静脉 这根蓝精心脏上 最粗的血管 当我仔细审视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 蓝精心脏 标本上那些精致的血管时 很容易就可以发现 即便是最粗的血管 也不足以让一个人类游泳通过 让水塔或者回游的鲑鱼 游过去倒是应该挺轻松的 米勒继续说 在心脏标本制作好后 他们确实认为 它比原本想象的要小得多 而且提供心脏的蓝精体型 怎么说也算不上小 所以 为什么它的心脏 会比预期小这么多呢 答案很简单 蓝精的心脏 就是不像其他大多数 哺乳动物的心脏那么大 虽然以人类的标准看 已经大的惊人了 但蓝精的心脏质量 只占到了其体重的0.3% 作为比较 老鼠和大象的心脏 占比算下来 都约占其体重的0.6% 有趣的是 有些地球上最小的动物 却拥有不成比例的大心脏 比如画面渠经 Sorex sanerius 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 体重只约为5克 但心脏质量的占比 可达体重的1.7% 这个比值比典型 鹿生哺乳动物大三倍 是蓝精心脏占比的将近6倍 而鸟类由于需要飞行 代谢需求较高 心脏一般都比哺乳动物的大 同样看最小的鸟类 蜂鸟 体重只有区区两克 还不如一枚硬比重 心脏和体重的比值 却更加极端 心脏质量占到了体重的2.4% 但从相对比值来看 你可以说蜂鸟的心脏 是蓝精心脏的8倍大 有人认为 心脏长得相对更大和 该动物体型较小 生性多动相关 举例来说 蜂鸟每秒钟能振持8次 而取经更是停不下来的捕食者 我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 整天捕捉实验用的哺乳动物 我得知如果不在一个小时内 把落入陷阱的渠精解救出来 它们就会饿死 这些小型动物行为如此狂热 以至于其细胞对能量和氧气的需求极高 为了满足代谢需求 它们想出了一种办法 那就是提高心率 也就是提高心脏 向全身蹦出富含氧气和氧分的血液的频率 这种适应带来的结果也确实惊人 蜂鸟的心率可达每分钟1260次 渠精的心率则保持着脊椎动物的最高记录 每分钟1320次 相当于一个35岁的人类 能承受的最高心率的近7倍 虽然这些数字令人瞠目 但心率并不能无限制地提高 科学家认为 心脏跳动的频率拥有一个上限 以渠精做例子 它们的一次心跳持续43毫秒 即一秒钟的4-3000分毫 就在这么一瞬间 心脏需要充满静脉血 收缩 蹦出动脉血 然后舒张 准备下一个循环 这一系列动作进行的速度是有极限的 就算瞿精现在还没有触及心率的上限 那也相差不远了 假设心脏的生理结构 限制了其跳动的节律 每分钟最高只有1400次 那是其蹦出更多血液的唯一方法 就只剩增大心脏的体积了 这么一来随着每次心跳 更大的枪势就能容纳和蹦出相对更多的血液 这个理论解释了 为什么蜂鸟和瞿精这样的动物心脏相对较大 但我们在下文很快也会分析到 小型动物增大心脏体积的做法 本身也有一定的限制 在结束蓝精心脏 或者任何有关精的心脏的话题之前 我必须要说 我们还有许多 急待探索的问题 心脏是怎么被压缩的 心脏被压缩时 蓝精如何存活 其他会潜水的哺乳动物如海豹 能降低自己的心率 停掉不同区域的血供 蓝精也有这样的解养功能吗 初步的研究表示 蓝精也有这样的能力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杰里米 哥德伯根等人 最近发现蓝精的心率最低 可以降低到每分钟两次 在解剖学层面 我们也有许多重要问题尚未解决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心脏标本 已经如此出名了 但它周围伸出的有些血管急剧成团 人们甚至到现在都还没辨识清楚 除非进一步的科研得出结果 不然对于有关蓝精心脏的许多生理学难题 我们依然只能假设和猜测 第二章 从微生物到脊椎动物 循环系统计划时 微生物如此之小 你根本无法辨认出它 希莱尔·贝洛克 如果你的身体直径还不到一毫米 那么这本书的内容 基本上不怎么适合你 你想问为什么 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所讲的内容 都是关于心脏的 从定义上看 心脏是一个中空的 由肌肉构成的器官 从全身收集循环的体液 然后又节律地把收集来的体液蹦出 使其流回全身 综上所述 心脏本身循环的体液 以及体液流动所经过的管道 共同构成了循环系统 可你没有这个系统 因为你太小了 只需通过和外界环境 你和你的大多数同胞 应该都离不开水 进行简单的物质交换 养分和氧气 就能被转运进你的细胞 你可能是多细胞生物 或者足够小的话 也可以是单细胞生物 代谢废物 也能被转运出你的细胞 这种物质交换的过程 叫扩散 扩散对所有生物都很重要 不管你是微生物还是蓝晶 简单来说 只要某种分子 比如氧气 营养物质 或代谢废物 在一条界线的两边 存在浓度差 扩散现象就会发生 想象一下 假如你刚刚打扫好你的房间 把所有杂物都丢进柜子 关上柜门 那你柜子里的杂物浓度 就比柜子外要高 柜门在这里 就相当于判定浓度差的界限 如果此时你在柜门上钻一个洞 任何比洞口小的东西 都可能会掉出来 离开柜子 它们总是从高浓度区域 柜子里移动向低浓度区域 房间里 此时 你都没必要忧心 当你打开柜门时 杂物会不会掉出来 因为你甚至想象得出来 柜子里的杂物 一定会顺浓度梯度 发生一次小雪崩 不过 你的柜子和循环系统 有什么关系呢 之前我们提到过 关键在于循环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 即将体外的养分和氧气 转运到体内的细胞和组织当中 同时将可能有害的物质 如毒素 细胞代谢废物 和二氧化碳运出身体 以防这些物质造成麻烦 直径不到一毫米的生物 通常是单细胞生物 通过细胞膜上的微小孔隙 这些小生命将有益的物质运进细胞 将有害的物质运出细胞 细胞膜就是区隔细胞内外的分界线 它上面的孔隙就相当于我们柜门上的小洞 和柜子里的杂物一样 细胞内外物质的移动也是顺浓度梯度的 如果生物体外的氧气多于生物体内 氧气就会扩散进生物体内 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扩散进生物体内 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生物体内的代谢废物浓度 积攒到了比生物体外高的程度 那么你也知道会怎么样了吧 还有一点 柜子里有的杂物无法通过柜门上的小洞 同理 不是所有物质都能透过细胞膜 因此我们也说 细胞膜是一层半透膜 这种特性解释了为什么细胞内部的结构 比如细胞器 细胞核 线粒体等 不会掉出细胞 因为它们没办法通过细胞膜上的孔系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 不到这里的时候在想什么 或者说如果你有中枢神经系统 你可能会想到什么 有些生物的身体比一毫米大多了 但还是没有你刚才说的循环系统啊 解释一下吧 科学家先生 好吧 但我只会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没错 有些生物能长到足足八英尺 约二点四米长 比如扁形动物 而且没有循环系统 也活得挺不错 要让我说的话 活得有点太好了 但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 全世界两万多种扁形动物 能够生存至今且繁荣兴旺 是因为它们适应了特定的生存环境 或称选择压力 有些扁形动物 因此进化出了折取的身体 有些体型长如丝线 就像一个核桃的表面积 大于同等大小的光滑球体一样 身体折取的扁形动物和大小 形状相同 但体表光滑的同类相比 有更大的体表面积 来进行气体 养分和代谢废物的交换 还用柜门来举例说明 守风琴是折叠门比平整的 柜门表面积大 上面就可以开更多的小洞 但是扁形动物的成功 不仅体现在体型上 很容易发现 所有扁形动物运动的速度都不快 这个家族里没有游泳健将 也没有飞行能手 它们中的一部分 只要把类似头的头节 吸在某个人的长臂上 这一辈子基本上就算功德圆满了 还有一些在河床上或者 树叶堆潮湿的阴影下 就可以低调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可够悠闲的 所以这些小懒蛋 根本不需要多少能量和氧气 就能悠然度日 但是 嘿 各位扁形动物 你们可别误会我 虽然你们没有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 绝大部分都过着寄生生活 每年让三亿人患上寄生虫病 还从嘴里排泄 但我可没有说你们不好的意思 只不过 这本书不太适合你们罢了 我们写完书之后再聊 好吗 它们都走了吗 太好了 好了 游下的你们体型 应该都比刚才提到的微生物大 栖息的地点 应该也不是别人的肠道 或者水底的淤泥 你应该知道 在你从单细胞生物进化成 羌狼 水质 或者保险推销员的过程中 遇到过无数难题 或许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距离较长时 扩散的作用就不明显了 说实话 大多数体长大于一毫米的物体 都无法依靠扩散来进行体内外物质的交换 因此 由成百上千个细胞堆叠成层 而构成的三维生物体 若想转运维生物质和代谢废物 光靠扩散是绝对不行的 你可能又会问 那么生物的体型是如何进化到现在这么大的呢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 我应该先告诉你 远古时代的生物太小了 而且身体又湿又软 所以没怎么留下化石记录 虽然证据不足 但科学家还是认为 最早的多细胞生物 后生动物出现于距今7.7亿至8.5亿年前 进化到距今6亿年前的时候 一类新的后生动物出现了 过去的后生动物身体呈辐射状环形 胚胎有两个胚层 而他们的这类新同胞身体 可分出结构相同的左 右侧 胚胎中还多了一个胚层 过去的两胚层结构 可分成外侧的外胚层和内侧的内胚层 外胚层发展为皮肤 神经组织 口 肛门等结构 内胚层发展为消化和呼吸系统的内壁 新进化出的第三个胚层 位于内外胚层之间 因此被称为中胚层 中胚层是体型更大 结构更复杂的生物的发育基础 最终将会发展成肌肉 结地组织 如软骨 脂肪 骨骼等结构 以及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集合体 心脏 在多细胞生物体内 比细胞更高一级的结构叫做组织 每种组织都有不同类型的细胞 以及存在于细胞之间的细胞外机制构成 组织中的细胞和细胞外机制共同作用 就可以完成一种或多种特定的功能 比如支撑身体 抵抗重力作用 或将体液从一处运输到另一处 人体内只有四种组织 结地组织 血液 骨骼 软骨等 上鼻组织 覆盖于体表或衬贴在有腔器官和血管的表面 神经组织 神经元细胞和其支持作用的神经胶织细胞 肌肉组织 肌肉组织还可以分为三类 平滑肌不可自主控制 骨骼肌可自主控制 和心肌 心肌也无法由你进行自主控制 这很好 省得你总要记着控制心脏跳动 比组织更高一级的结构叫做器官 你的每个器官都至少拥有一种特定的功能 不过大多数器官的功能都不止一种 同时 每个器官都至少包含两种组织 有些大型器官 如心脏 可能包含全部四种组织 虽然我们一般只认为 心脏 肾脏 肝脏等属于器官 但血管 其实也是一种器官 动脉 静脉等血管 包含上鼻组织 节地组织 和肌肉组织 具有输送和分配血液的功能 人体内等级最高的结构 叫做器官系统 如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 器官系统是由共同执行某种 或多种相似功能的器官组成的 拿循环系统举例 这个系统主要包括心脏 还有负责将血液运输至 全身的动脉 静脉和毛细血管等器官 和其他器官类似 大多数血管都是由多层细胞构成的 肌肉细胞 或称肌细胞 肌纤维通过与节地组织和上皮组织互相连接 和其他组织共同构成了血管壁 血管壁中的肌纤维收缩时 血管内的血液就会被压缩 进而流动起来 你可以想象一下 用手去挤压一个盛满水的长条气球 科学家认为 这就是生物体在经历漫长的时间 进化出更大的身体后 让血液在体内 从一处被运输至另一处的办法 这个过程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 一种假设认为 大约五亿年前 在某个生物新生的中堆层中 某些细胞表现出了一种新能力 它会缩短自身的长度 换句话说 就是会收缩 为了收缩 细胞中负责这项功能的蛋白质 必须解挨着排成一对 一旦得到能量 这些蛋白质 如人类肌肉中的肌冻蛋白和肌球蛋白 就会彼此覆盖 相向滑动 如果无数个这样的蛋白质分子 同时发生滑动 整根肌纤维就会收缩 进而让肌纤维构成的组织收缩 同理 当蛋白质滑动回原本的位置时 肌纤维就会舒张 恢复其收缩前的长度 只不过五亿年前 第一个学会收缩的细胞 肯定比现在我们身体里的肌肉细胞 肌纤维结构简单多了 而且 它一定不会存在于血管当中 毕竟当时 不管是血液 还是运输血应用的血管 都还没进化出来呢 那个时候只有水 这个细胞 应该就是泡在水里的 这样物质 才能进出这个生物体 直到今天 收缩蛋白都普遍存在于正常的体细胞当中 是细胞内运输系统的重要成员 科学家认为 在某些古生物体内 还有原始收缩蛋白质的细胞 可能逐渐聚集 形成了管状结构 进而演变成了原始的循环系统 在生物的体型急剧变大之后 这些收缩管负责将水和溶解在水中的物质 很长时间以后 水就变成了血液 运送至生物体内各处 有了收缩是循环系统这样的新发明 原始的生物就开始 以相对更快的速度 进一步进化出大量新的分支 如环节动物 软体动物 一段时间以后 极锁动物也出现了 正是极锁动物的分支之一 脊椎动物 组成了我们这本书的主要读者群 在进化的过程中 拥有这种适应性变异的生物 在生存竞争中 就会比不具备这种系统的生物更具优势 并最终 把它们逼向灭绝 虽然并不绝对 早在能产生肌肉的中推层蔑视之前 珊瑚虫 水母和治水母 就已经脱离了当时 无脊椎动物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走上了自己的进化道路 虽然未从祖先那里继承来肌肉组织 但刺包动物们 珊瑚虫 水母所属的门的成员们 进化出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如刺细胞和毒素 用来停退捕食者 它们还拥有可以收缩的上皮细胞 能够完成肌肉细胞的部分功能 这也是这类动物 对以幸存并繁荣发展的一个原因 虽然循环系统的出现是革命性的 但它绝不鹤里肌群 血管是不错 但拥有循环系统的生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们协同进化出了其他系统 尤其是呼吸系统 这两个系统同时进化出来并协同作用 一起解决了让大量气体进出生物体的难题 从而使几所动物等生物 对承受完成复杂行为和生理反应需要消耗的能量 大多数生物的呼吸系统都主要由气体交换器官组成 如腮活肺腮活肺的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氧气的吸收 氧气在生物体内多种维生必须的生理反应中 都是至关重要的成分 我们把这些生理反应合成为生物的星辰代谢 这些代谢反应中最重要的一种 就是从食物中释放身体可利用的能量 在食物消化完成后 其中的养分会被分解成更小的分子 如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 葡萄糖碳水化合物的一种会转化为ATP 腺肝三磷酸 这个过程叫做细胞呼吸 ATP是细胞的能量通货 肌纤维等细胞可以打破ATP中的化学键 利用其释放的能量来驱动修复 生长 肌肉收缩等生理活动 而最关键的是 上述所有分解分子释放能量的化学反应 都需要氧气的参与 快上场表演吧 腮和肺 另一方面 细胞呼吸在释放能量的同时 还能生成一种副产物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对许多生物来说都是有毒的 动物体必须随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 以防它积攒到有害的浓度 因此 大多数动物的循环系统 在将氧气从腮或肺带到全身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项任务 就是同时将细胞代谢的肺基副产物 带回腮或肺 让腮或肺将其运出机体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许多人以为 我们在运动时 气喘吁吁 仅仅是因为人体需要更多氧气 其实也是因为要排掉多余的二氧化碳 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的进化 是相辅相成的 或者让血液对于在生物全身运动 这种双气筒共存的最早证据 可以追溯到约5.2亿年前 一种名叫炎肠腐仙狐虫 Yuxianvia protensar的节肢动物身上 首建于中国西南部的 城江动物化石群 从古至今 血液都在动脉 静脉 毛细血管三类管道中流动 其功能都是将养分 气体和代谢废物 运进或运出生物体内的每个细胞 最重要的是 血液的这种功能 让物质的运输在远离生物体表的地方 也能进行 虽然扩散始终是物质出入细胞的主要方式 但有了血液 养分 气体 和代谢废物 就可以在血管中运行 抵达各个细胞 它们再也不用 钻过一层又一层的细胞 才能被排出外部环境 或者从外部环境进入生物体内了 接下来 让我们穿越时光 从延长抚仙狐虫的时代 往前跳跃五亿年 想象一下你的肺 在支气管的末端 有五一个微小的球状肺泡 直径约为0.2毫米 每个肺泡的外面 都被一层严密的毛细血管网包覆 这里的毛细血管直径 仅有头发丝的约十分之一 肺泡和毛细血管 共同组成了 呼吸和循环系统中 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 它们的臂液都非常薄 仅有一层细胞那么厚 因此气体交换的速度很快 不过 虽然单个肺泡非常小 但所有肺泡排列在一起 可以覆盖大约100平方米的面积 处理着我们吸入的大量空气 在我们呼吸时 氧气扩散进入肺泡 然后进入肺泡毛细血管 并由肺泡毛细血管流入更大的血管 紧接着进入心脏 左心房 最终随着左心室的收缩 被运输至全身 与此同时 二氧化碳则反向而行 通过肺泡毛细血管进入肺泡 最后被我们呼出 排至外界环境 延长腐仙虎虫 好了 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准备好了吗 吸气 然后呼气 就是这样 现在请你再读一遍上面的段落 这就是在你呼吸时 你体内发生的一切 人体的器官系统 不像教科书里 各自独立的章节 一般单打独斗 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合作 就是一个例证 但遗憾的是 许多人在初次接受这类知识时 就是这么学的 这种认知不利于我们理解 器官系统真正的工作方式 所以我在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课堂上 会不断提醒学生这一点 我会告诉他们器官系统之间 是有互动的 他们相互合作 相互依赖 仅靠自己几乎无法完成任何工作 不幸的是 器官系统间的失调确实会发生 肺气肿等疾病导致的一个典型后果 就是这种失调 一个系统无法工作 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导致其他系统也无法正常工作 肺气肿是一种无法治愈的呼吸系统退行性病变 肺部的肺泡成片的损伤 数量减少 功能也减弱了 无法再有效地担任我们呼吸的空气和运输氧气 二氧化碳的循环系统之间的中间人 角色 引起肺气肿的病因有很多 可能是遗传因素 患者罕见地缺少一种保护肺脏的蛋白质 也可能是职业原因 患者吸入了粉尘或化学药品 还可能是因为患者吸烟 这是引起肺气肿最常见的原因 但不管病因为何 肺气肿最终都会在损伤呼吸系统的同时 让循环系统的功能也大受影响 血液返回肺气肿患者的肺部后 肺脏无法再为其他组织和器官提供含有足够氧气的血液 以保证它们的正常工作了 随着生物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结构越来越复杂 它们的循环系统也跟着进化了 这种进化的一个特征就是 生物体内出现了一个泵 它驱动富含氧气和氧分的体液流变全身 然后等其中的氧气和氧分耗尽后将其回收 再进行下一轮循环 当然这里的泵指的就是心脏 我们在下文也会说到 心脏并不是整个动物界人手一个的东西 不同类型的动物进化处的循环系统泵 样式各不相同 不同动物的心脏在外观和工作原理上差异很大 有些甚至都不满足许多条件 根本不能被称为心脏 但所有动物的泵的功能都是共通的 它们之所以都能进化出这样的泵 则要归功于趋同进化现象 有时候不同的生物会拥有相似的适应性性状 比如鲨鱼和海豚都有逐渐收窄 仿锤形的体型 鲨鱼属于鱼类 而海豚是哺乳动物 两者的亲缘关系很远 在这个例子中 仿锤形体型这一适应性性状 并不是由这两种生物的某个 共同祖先传下来的 而是由它们分别独立地进化出来 在很多情况下 相同的适应性性状 甚至可以由更多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生物 分别独立地进化出来 金枪鱼的体型差不多也是这样 甚至连鱼雷都是这种形状的 发生驱铜进化现象的原因是 仿锤形体型最适于提高速度 对隶属进化树上 不同分支的水下捕食者来说 这正是最适合它们快速游动的体型 驱铜进化的另一个实例是吸血 水质、臭虫和吸血服 这三种动物分属三大类 却都拥有各种适于吸血的适应性性状 如隐蔽的行动方式 小小的身形 尖利的牙齿 还都能随唾液释放抗凝血物质 如同上文所述的 水下捕食者的仿锤形体型 和吸血动物隐蔽的行动方式 循环系统也被不同类型的 无脊椎动物独立地进化出来过好几次 不同动物的循环系统泵 及其相关的血管 表现出的功能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也正是因此 就算这些动物本身的 和其他人的气缘关系并不尽 它们的循环系统也存在着许多相似性 同时 由于不同类型的无脊椎动物的进化 起源不同 它们的循环系统在外形特点上也有着天壤之别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 在无脊椎动物中 有的只有一颗心脏 有的长有多颗心脏 还有的没有心脏 它们的循环系统也分为开管式和闭管式 我们将很快对这个特征进行详细分析 类似的 计划起源也能解释 为什么不同脊椎动物器官系统的差异性 没有那么大 多数科学家都认为 所有脊椎动物的循环系统 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祖先 很可能是生活在距今五亿年前的一种无核余类 因此某些骨脊椎动物的适应性性状 在所有现生的脊椎动物体内也都能看到 尽管经历漫长的进化历程后 相应结构的许多其他方面 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 这里所说的改变 让不同的脊椎动物 对于适应不同 栖息环境的特定需求 比如鱼进化出了有两个腔式的心脏 而哺乳动物 鳄鱼和鸟类进化出了有四个腔式的心脏 不过 骨脊椎动物循环系统的基本蓝图 即动脉 静脉和一颗有腔式风格的心脏 直到今天还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关于这个话题 让我们在后文再展开分析 第三章 后蓝色血液与夺命美食 我和你们不一样 我有不一样的构造 我有不一样的大脑 我有不一样的心脏 查理 心 我留着属于洛杉矶道骑队的蓝色鲜血 汤米 拉索达 在马萨诸瑟州的纪念碑海滩上 有一条全新的船舶下水滑道 大理石和水泥打造的滑道 占据了一片扇形区域 差不多100英尺 30.48米外的地方 还有一条旧滑道和它并排 长得一模一样 虽然旧了 但看起来完全能用 建这条新滑道之前 当地人没提意见吗 这个问题是我的老朋友 无几椎动物学家莱斯利 内斯比特 斯特劳 当面提给单吉布森的 吉布森年过古稀 但身体硬朗 在马萨诸瑟州 法尔茅斯市郊的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 研究神经生物学 那时候 我和莱斯利正在美国 西英格兰地区 为一本书做调研 匆匆离开了 西罕布什尔州的 海滨小镇大湾 也就五分钟前 才刚刚在这里 遇到吉布森 当时 吉布森正在沙地上 寻找着什么东西 我住的地方离这几英里 他回答说 当我听说 这里要渐行滑道的时候 他们已经建好了 说完 他又重新做起了 脚边的工作 给我们指了指 沙子中的一小片 半月形挖地 吉布森拿起一个塑料罐 小心地将沙土 盛起来运走 他往下挖了 大约五英寸 十二点七厘米的深度 朝我们咧嘴笑了笑 然后用手掏了个小洞 用中指在洞里试探了几下之后 他挖出来了一团 带点蓝色调的灰色小珠子 那是每周后 Liminus polyphemus的卵 每周后 是后科现生的四个物种之一 外表就像一片盔甲底下 长着小爪子 从墨西哥的尤卡坦 半岛到美国的敏银州 都有分布 每年一到春夏之交 他们就会踏上朝圣之旅 从深海游到近海潮 尖带的沙滩上 此时 慈兴美洲后顺着海流 来到沙滩 拔开沙土做窝 然后趴在窝里产卵 吉布森讲解到 后对产卵的地点很挑剔 因为他们的窝 需要在涨潮时被海水淹没 退潮时被太阳晒干并保温 我们之前在大湾也观察过后 知道雄性的后体型 比雌性小20%至30% 而且成群结队 像一堆横冲直撞的小头盔 雄后互相推搡 争着想要一个交配的位置 努力爬上雌后的后背 像个流子一样 挂在伴侣的壳上 一旦准备停荡 他就会处在最佳位置 把牛奶般的精液 排在雌性身下的卵堆上 每次涨潮 雌后都会产下二至五堆卵 总数可达四千枚 然后掉头返回深海 等待下次潮水 再来释放爱情的信号 吉布森告诉我们 繁殖季节结束后 一只雌后 平均可以产下 大约八万枚卵 每年 后的交配之旅 都会吸引无数好奇的游人 来到大西洋的海滨 但我和莱斯利 其实是来研究后的 循环系统的 准确地说 是后的心脏 和它独特的血液 而且 虽然后的狂欢听起来热闹 但我们这次旅程的基调 其实挺严肃的 这种古老的生物 如今正处在 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而究其原因 正和我们来到 马萨诸瑟州海滨 想要探究的后的 生物特性有关 即循环系统和血液 但吉布森把沙土中的发现 给我们看了看 然后仔细地把卵堆 放回了它刚挖开的小洞里 让我们记住 卵掌什么样子之后 它又分给我和莱斯利 一人一个塑料罐 让我们俩去寻找别的后窝 于是 我们两个 首先搜索了一遍 那条延伸到浅滩里的水泥滑道 那条滑道少说 也有一百英尺长 搜索完之后 我俩又立刻决定 去沙子更深的地方看看 我看向周围 纪念碑海滩最长的一段沙滩 旁边有一座停车场 当时时间接近正午 停车场里 停着十几辆汽车 人们坐在车里都是想停下来吃顿午饭 或者想看着海景抽支烟的 我和莱斯利站在沙滩上看见了这么多东西 却唯独没看见后的窝 沙滩上就算有 数量肯定也不会多 至少在吉布森吩咐我们寻找的范围 就船舶滑到旁边的区域里一个都没有 几分钟后 我们俩和吉布森会合了 他也是一脸沮丧的样子 他给我们讲解到 最适合后产卵的50码 约45.7米沙滩范围被船舶滑到的建筑工人 铺满了棒球大小的石块和水泥 而且后越来越难到达那片沙滩了 就滑到周围的区域风平浪静 适合后产卵 沙滩其他区域的海浪就汹涌得多 从深海游上岸的后 一般都会排成一条与海岸线平行的队 集体行动 找到最佳的产卵地点 吉布森说道 只有正好面朝就滑到登陆的 后才能到达就滑到那块沙滩 其他后就算想赶过去 也会被新滑到挡住去路 后这个物种是出了名的坚强 它们的化石记录 可以追溯到4.45亿年前 比恐龙的出现还要早两亿年左右 那个时代 解释动物大家族人丁兴旺 三叶虫也是这个门类的成员之一 活到今天的 却只剩下后一类了 我们可以说 它们是最知名的古代无脊椎动物 你很难再想出 其他活得像后一样久的动物了 所以它们也被称为活化石 但也正因为如此 吉布森等研究后的生物学家 对这个物种的前景感到尤其悲观 除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都在威胁着后惊人的长寿记录 其中甚至包括 它们自己独一无二的心血管系统 后的卵在大约两周后 即可孵化出微小的幼体 而幼体则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才能长成性成熟的成体 它们的卵和幼体 都是多种鱼类和候鸟的重要食物来源 其中包括红腹冰玉 Celladris canutus 这种体态矮胖的 预科宾微鸟类 因此绝大多数的后根本活不到成年 事实上 根据生物学家约翰 塔纳克里迪的说法 差不多300万枚卵里 可能只有一枚能孵化出幼体 并顺利活到成年 当欧洲人刚刚踏上美洲大陆的时候 他们发现当地的原住民爱吃厚肉 还会把厚的各个部位做成肥料 或者做成工具 比如锄头和鱼叉的尖端 等到殖民者在美国东海岸定居下来 他们就开始疯狂地捕捞后 捕捞量大到我们今天完全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 1856年 在新泽西州仅仅一英里 约1.6千米长的沙滩上 人们就捕获了超过100万之后 这种断子绝孙的捕捞方式 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捕捞工人们在等待着肥料工厂 派人过来拉走时 把捕获的后堆在一起 能堆出一堵其胸高的墙 以后为原料的肥料工厂 集中在特拉华湾和新泽西州的海岸附近 20世纪60年代 由于后的数量减少 以及其他种类的肥料流行起来 这个行业终于垮了 不幸的是对后的烂捕烂杀 却没有就此停止 1860年前后 美国捕捉鰻鱼的鱼迷发现 把后千岁之后做成鱼饵 特别适合放在捕鰻鱼的陷阱里面 尤其适合用于捕捉体型较大的怀孕子鱼 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 部分渔民又开始捕捞 俄罗以增加收入 俄罗是一种大型蜗牛 对切碎的后也是爱吃的不得了 所以捕捞俄罗的渔民 也把后当成饵料的来源 后的种群又面临着新的威胁 直到今天 许多捕捞鰻鱼和俄罗的渔民 依然认为后是耳料的不二选择 制造耳料的工厂 也依然在以每年大约70万只的速度 减少着这个物种的个体数量 虽然政府对每周后的捕捞 已经实行了全面管控 至少在书面上出台了法律 但偷捕的问题日益严重 官方也无力控制被捕捞的后的具体数量 在亚洲 另外三种后的生存危机更加严重 究其原因却不是沦为鱼的耳料 而是被送进了人类的餐盘 在泰国 马来西亚等地 人们认为后的鸾有壮阳的功效 许多餐馆因此都把后卵变为主菜 然而 吃后的卵 一般是煮过或者烤过的 能带来不少坏处 其中之一就是可能致死 后卵时刻的死亡一点也不安详 死因几乎可以确定 是与循环系统的一个重要机制有关的 河吞毒素是一种致命的神经毒素 黑寡妇蜘蛛的毒性和它比都是小屋见大屋 它要高出十倍 河吞毒素的恶名起源于最危险的美食 河吞鱼肉加工不当时是有毒的 但因为食用后卵而导致河吞毒素中毒的事件 也发生过好几起 河吞毒素是绝对的危险品 经过消化后 它会积累在肌肉和神经等组织中 虽然河吞毒素进入神经系统的方式暂不明确 但它可以突破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即血脑屏障 光这一点就足以取人性命 血脑屏障是一道由一种星形细胞拉起的防线 这种细胞名叫星形胶质细胞 星形胶质细胞是神经胶质细胞的一种 这类细胞的职责是协助、支持、保护和修复神经系统的大明星神经元细胞 星形胶质细胞附着于脑内毛细血管的表面 全身毛细血管的工作都是为组织提供氧气和氧分 同时带走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 脑内的毛细血管也不例外 但星形胶质细胞能控制这种物质交换 只让部分特定的物质如氧气、葡萄糖 以纯透过轻薄的血管壁 其原理是这样的 它们拥有腿脚一样的结构 即血管周足 血管周足覆盖在血管壁上能阻挡物质进出 这种机制通常很有用 可以阻挡细菌等有害物质渗助循环系统 防止大脑内精密的神经组织被摧毁 然而遗憾的是 血脑屏障同时也会阻挡一些有益的物质 离开血管进入脑内 抗生素就是其中一种 这也是颅内发生任何感染都非常危急的原因 任何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手段 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 那就是绝大多数药物都突破不了血脑屏障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遗传学教授 凯利·麦克纳格尼在著作中如是写道 除了星形胶质细胞 血脑屏障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 较为明显的还有一种叫做紧密连接的结构 紧密连接存在于血管内壁相邻细胞之间的接缝处 如果细胞间的接缝松脱了 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比如有的科学家做过研究 发现牙周细菌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恶化之间 很可能存在关联 他们认为牙银补林丹包菌 Porphyromatis gingivalis 能够突破血脑屏障 入侵脑组织 途径很可能就是自行穿越紧密连接 或者大白细胞的变车 白细胞有特殊职责 能通过屏障离开循环系统 大鼠试验证明 牙银补林丹包菌一旦进入大脑 就会释放有毒物质牙银素 干扰一系列重要蛋白质的功能 破坏神经元 加重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感染这种细菌后 淀粉样物质和牛黄酸 这两种特殊的蛋白质 就会开始在脑内积累 而人们一直认为 这两种蛋白质 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止湿剂 不过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都怀疑这两种蛋白质 可能只是机体抵抗牙银补林丹包菌的防御机制 而非阿尔茨海默病的直接成因 这项上在进行中的研究 在将来很可能会带来重大突破 在美国 阿尔茨海默病已经爬到了第六大致命疾病的位置 杀死的人比乳腺癌和前例腺癌加起来还多 河豚毒素也是能穿透血脑屏障的物质之一 爱吃后卵的人应该知道 你吃的卵里存不存在河豚毒素是完全无法预知的 人们认为 后在捕食受污染的贝类或食捕食 可能会吃下某种细菌 毒素就是这种细菌产生的 河豚毒素中毒时一开始的症状通常是嘴唇和舌头轻微发麻 但这也是辣口的泰国菜给人带来的普遍感受 紧接着食客将会感到脸颊传来一阵针扎般的疼痛感 这时候他们可能才开始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但真正的恐怖此时才会接踵而来 中毒症状开始变为头痛腹泻胃痛呕吐 随着毒素传遍全身时刻连行走都困难起来 这是因为毒素阻碍了神经冲动的传导 让四肢的肌肉无法收缩 河豚毒素甚至还能影响心肌的电信号传导 我们在下文还会讲到 正是心脏的电传导系统负责让心脏有节律的收缩和舒张 也就是维持心跳 最终河豚毒素中毒的患者大约有7%都会死亡 据说死者在最后时刻都是清醒的 要是能重来 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顿饭您 可去吃放了一周的寿司 甚至去生吞筷子 也绝不会再吃后卵或者河豚肉了 可没想到的是 除了被人吃被绞碎当肥料和被切碎当鱼儿以外 后竟然还面临着一种只属于他们的生存威胁 每周后还有他们在亚太地区生活的三种 近今都属于后科 有个共同的俗名马蹄蟹 可他们其实根本不是螃蟹 不过后和真正的螃蟹也有共同点 他们都属于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动物门类 包括昆虫 蜘蛛和甲胶类动物等 其共同特点是拥有分解的外骨骼 以及开管循环系统 后者对后来说至关重要 蓝精 人类和另外五万多种哺乳动物 以及鱼类 两栖动物 塌形动物 还有鸟类 都拥有闭管循环系统 闭管循环系统和开管循环系统之间有巨大的区别 后文我们还会提及 某些无脊椎动物 比如蚯蚓 章鱼 鱿鱼的循环系统也是闭管的 但和脊椎动物的闭管循环系统又不一样 在闭管循环系统中 血液离开心脏流入大动脉 大动脉一级又一级的分支 形成一系列细小的微动脉 微动脉进入器官和肌肉组织 遍布其内部和表面 然后在器官和肌肉里继续分支 形成更细小的毛细血管 毛细血管贡献了循环系统里 约80%的血管长度 而且它们能组成毛细血管床 这是一层密集的毛细血管网 使血液和机体进行双向物质交换的场所 在上文中我们讲过 肺或塞吸入的氧气和消化系统吸收的营养物质 可以透过轻薄的毛细血管壁进入周围的组织 同时 二氧化碳 氨等代谢废物 也可以扩散进入血液 经由微静脉流入粗大的静脉 最终被带回心脏 有塞的脊椎动物 如鱼类 某些熔原和全部两栖动物的幼体 会把缺乏氧气的血液送到塞 让二氧化碳扩散进入周围的水中 同时让水中的氧气扩散进入血液 虽然你不生活在水中 但你肯定也发现了 你的气体交换系统和它们的相比 肯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让你可以和空气交换氧气和二氧化碳 而不用进入水中 这个变化发生在哪里呢 就是肺 我们稍后再讨论关于肺的话题 肺也好 塞也好 不管通过什么器官吸入氧气 闭管循环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血液永远在其中进行封闭循环 但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包括后不是这样的 它们拥有开管循环系统 其体液被称为血淋巴 而非血液 虽然通过动脉离开心脏 却不流入毛细血管 在它们体内 血淋巴会从血管中流出 积存在体腔当中 这样的体腔被称为血腔 在血腔里 血淋巴浸泡着器官 组织和细胞 通过扩散作用提供营养 同时接受代谢废物 多数种类的动物也会利用开管循环系统 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 但在这方面 昆虫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到下一张再讲 虽然在我们的印象里 腮和鱼类永远是绑定的 但其实许多无脊椎动物也都是用腮呼吸的 比如后 这也是驱虫进化的另一个实例 虽然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进化 道路大相径庭 但它们都利用扩散现象 让氧气进入腮粘膜 腮的结构也很相似 都像一本打开的书 在所有非昆虫的节肢动物体内 充满氧气的血淋巴 都会经由循环系统离开腮 回到心脏 后还会在这个时候 让血淋巴进行一次额外的转变 从牛奶般的白色 转变为漂亮的浅蓝色 后继其他几种无脊椎动物 比如投足类 章鱼 乌贼等 贝类 龙虾 蝎子和狼猪等 都拥有这样的蓝色血液 因为它们的血液中 含有血蓝蛋白 血蓝蛋白是一种 内含铜元素的蛋白质 平时溶解在血淋巴中 在遇到氧气时 可以与氧气结合 铜被氧化后变蓝 因此血淋巴在离开腮之后 也就整体变蓝了 这个化学过程和同治的 自由女神 向表面生锈后 变成蓝绿色铜里 除了上述几种 拥有蓝色血液的特例外 其他具有循环系统的动物 其血液中 携带氧气的分子 基本上都是血红蛋白 在血红蛋白中 氧气和铁离子 而非同离子结合 血红蛋白和血蓝蛋白 还有一点不同 血红蛋白 并不是自由漂流在血液当中 而是被一种特殊的细胞 红细胞 所携带 红细胞的寿命 约为四个月 终其一生 它们都会带着血红蛋白 在循环系统中奔跑 血红蛋白含铁而不含铜 它们在氧化后 不变蓝而变红 红细胞也因此得名 还有氧气的血液 颜色变红 这个氧化反应和铁栅蓝 暴露在空气中 生锈时变红铜里 你可能想问 为什么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血液 不是蓝色的呢 答案很可能和体型大小 以及携带氧气的效率 高低有关 动物的体型越大 需要的氧气就越多 而血红蛋白更有能力 提供足够的氧气 每个血红蛋白分子 可以携带四个氧气分子 而每个血蓝蛋白分子 只能携带一个 所以今年累月 血液中还有血红蛋白的动物 逐渐进化出了更大的体型 在这里 我们说一句题外话 提醒你一个 和血红蛋白有关的安全隐患 人类总能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血红蛋白与一氧化碳结合的能力 比它与氧气结合的能力更强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 无味的气体 常常由汽车发动机 燃气装置 如燃气热水器 炉灶等设备释放 血红蛋白与其超强的结合能力 让即便是少量的一氧化碳 也尤其危险 说真的 如果你自己家里 没有一氧化碳报警器 或者你知道亲朋好友家里 没有报警器 那就先放下书 赶紧去买一个吧 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好了 刚才我讲到哪了 在人类等动物的闭管循环系统内 血液流经上 下腔静脉 从全身直接流回心脏 这个过程发生在一个 心动周期中的心脏舒张期 心室收缩 以强迫其中的血液 射出心脏的阶段 叫做心脏收缩期 之后心室放松 就是心脏舒张期 由于 后的循环系统是开管式的 没有静脉 充满氧气的血液 离开腮 进入心脏的途径有所不同 它会首先进入一个 包围着心脏的体腔 即维心腔 那么 血液进入维心腔之后 要怎么进入后的心脏呢 首先 它们的心脏 是有好几根 具有弹性的异状 韧带悬吊在维心腔内的 这些韧带 沿着心脏的长边排列 能把心脏外壁 固定在外骨骼的内侧 在心脏收缩期 一状韧带 像橡皮筋一样被拉长 积攒弹性势能 心脏收缩完毕 蹦出全部血液后 进入舒张期 心肌放松 韧带的弹性势能 就会将心脏 拉回收缩浅的大小 与此同时 随着心脏的容积增加 心脏内的心门重新开放 这是心脏内 类似绊膜的结构 成对出现 积存在维心腔中的血液 会通过心门 重新注入心脏 从血压较高的维心腔运动 至血压较低 刚刚排空的心脏 就这样 维心腔和心脏交替排空 注满的过程 不断循环 真是一个简洁的系统 不过 西罕布什尔大学 动物学教授 研究后的专家温 沃森告诉我 和莱斯利 后的循环系统 也得到了 另一个器官系统的协助 而且 对其方式 我们相当熟悉 他们发现 后特有的蔬菜会 前后摆动 其节律正好和血液 进入维心腔同步 沃森向我介绍 血液循环机制的时候 我回想起了 读过的一篇 关于马奔跑的论文 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 我在康纳尔大学 读博的时候 在那篇论文中 功能形态学家 丹尼斯 布兰布尔和戴维 卡利尔认为 在腾越 四肢同时离地过程中 马的肝脏 在腹腔内的前后运动会 让其变成一个内脏活塞 协助了呼吸的过程 让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 更加高效 马的肝脏和隔肌 有韧带连接 布兰布尔和卡利尔假设 当较大的肝脏 滑向后方 卢下液图A时 它会拉动 穷状隔肌 向后移动 隔肌上 附着的韧带 同样后移 胸腔是容纳心脏和肺的 闭合腔式 而隔肌 正是胸腔的后臂 这么一来 胸腔的容积 就增大了 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 当一个空间增大时 其内部的气压 就会降低 因此 马体外的大气压 突然高于马体内的胸腔气压 空气就会被吸入马的鼻子和口腔 用来中和气压差 这个作用辅助了马吸气 让空气充满肺脏 而熟吗 容积与压力的相应变化关系 也正是我们的心脏 在收缩期 能蹦出血液的原理 心室收缩 导致其内部压力升高 迫使血液蹦出 而心脏舒张期正好相反 心室放松时 其内部的压力降低 心室容积增大 由心房流入的血液 此时得以充满心室 了解这一点之后 你就应该容易理解 马的内脏活塞 在呼气时 起到的作用了 布兰布尔和卡利尔认为 马的前肢 在大步前进如下涂壁时 肝脏也会滑向前方 迫使隔肌向前弯曲 隔肌的弯曲减少了胸腔的容积 其结果你能踩到增大了胸腔内的压力 压迫了马的肺脏 其原理类似于你用手把一块海绵里的水给挤出来 但这时肺脏向外界排出的不是水 而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 为什么动物会计划出这样的特征呢 在前面我们说过 肌肉收缩是需要能量的 根据布兰布尔和卡利尔的研究 内脏活塞最大的好处就是在马高速运动时 它能减少吸气和呼气过程需要耗费的能量 同理 后的血液在返回心脏时 也会得到输塞的协助 输塞始终前后摆动 在水环境中进行着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 和马的肝脏前后滑动一样 后的输塞前后摆动 也能协助其内部的血液进入微心腔 这样将降低只通过单一方式 让血液流动所需要耗费的能量 一直以来 人们都认为由于开管循环系统结构相对简单 其工作是低效的 但我们刚才看到了 后的循环系统也有复杂的工作机制 说实话 这种想法无非就是人类 针对其他几乎所有不穿牛仔裤 不会用手机的生物的一个偏见罢了 后的循环系统还有一个特有的复杂特征 那就是具有免疫功能 哺乳动物拥有获得性免疫 但无脊椎动物是没有这种功能的 获得性免疫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哺乳动物体内有一类特化的细胞 淋巴细胞 还有一类特殊的蛋白质 抗体 淋巴细胞和抗体能够识别和对抗外来的入侵者 例如细菌 真菌等病原体 在入侵者被打败后 获得性免疫应答 就会被关闭或称被抑制 只留下一部分具有记忆功能的细胞 在循环系统中流动 当相同的入侵者再次袭来时 免疫系统就可以快速地进行应答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不会重复感染相同的流感 因为你已经事先让免疫系统做好的准备 免疫应答会在你再次患病之前 就把病原体全部杀死 虽然无脊椎动物的免疫系统和我们的截然不同 但科学家如今意识到 他们的免疫系统同样很精妙 举例来说 后就进化出了自己独特的免疫细胞 虽然后的免疫细胞和人类的免疫细胞完全不一样 但他们实打实地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人们第一次发现 后身上的医学前置是在1956年 当年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病理生物学家弗雷德 帮发现 某些特定的细菌能够让后的血液形成纤维状血栓 于是他的团队便做出假设 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免疫应答形式 最终 他们鉴别出后血液中的一种细胞 即变形细胞 它是血栓形成的根本原因 顾名思义 变形细胞形似变形虫 是一种水滴状单细胞原生动物 长有伟族 也是立即的致病病原体之一 弗雷德邦 以及跟进这项研究的后背科学家都认为 变形细胞能计划出形成血栓的能力 是因为后几乎一生都生活在充满细菌和病原体的泥浆中 他们血液中的变形细胞 军团能够帮他们秉退外来入侵者 把病原体困在一团胶水一样的粘液里 阻止其散播疾病 正因为如此 后不仅拥有了抵抗疾病的能力 还能在身体受到严重外伤时存活下来 即便是看起来十分致命的伤口 也会迅速被变形细胞产生的血栓封堵起来 就算一之后刚刚被传播的螺旋桨切掉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甲鞘 它也能负伤前行 这种独一无二的防御系统和遇伤系统 很可能就是后能在地球上保持将近五亿年的长寿记录的原因之一 他们整整挺过了五次全地球范围内的生物大灭绝 今天我们已经探明 变形细胞发挥作用靠的是鉴别病原体内的有毒化学物质 内毒素 内毒素是格兰式阴性菌所拥有的毒素 格兰式阴性菌包括大肠杆菌 Achiratia coli 引起食物中毒 沙门菌 Salmonella 引起伤寒和食物中毒 赖色菌 Nyceria 引起脑膜炎和磷病 流感嗜血感菌 Hemophilus influenza 引起浓毒症和脑膜炎 百日咳暴特菌 Bordetail aportasis 引起百日咳和霍乱胡菌 Vibrio calorie 引起霍乱等 奇特的是 内毒素本身 其实与这些细菌 能引起的疾病无关 它们也起不到保护作用 比如细菌无法将内毒素 释放出来 对抗敌人 这些大分子物质 是细菌细胞壁的主要组分 帮助细菌 建立其内部 与外界环境的物理边界 内毒素也叫脂多糖 因为它们的结构 是一个脂肪分子 附着在多糖分子上 内毒素 只有在细菌死亡 裂解或溶解 免疫系统对抗格兰式阴性菌的手段后 才会给宿主带来麻烦 那时候 细菌内部的物质就会被释放出来 细胞壁上的内毒素也会进入外界环境 因此 宿主虽然击败了致病菌 但战斗仍未停止 血液内的内毒素能迅速让宿主发烧 这是人体针对外来入侵物质的滋味反应之一 我们将导致发烧的物质称为炙热源 炙热源如果让体温升得太高 持续时间太长 就会造成严重后果 比如大脑损伤 除了发烧 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还会引起其他许多症状 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医务工作者们一直都在被迫处理的问题 在最严重的情况下 内毒素可以导致患者发生内毒素休克 这是一系列症状的合成 包括心肌和血管避损伤 致命的低血压等 在沙滩上搜寻过后的卵堆之后 我和莱斯利又陪着单 吉布森回到了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实验室 吉布森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后的血液显微镜图片 我们立刻观察起后的变形细胞来 细胞里全是小颗粒 我看着细胞中的小沙粒说道 那些都是蛋白质组成的颗粒 名叫凝固蛋白源 吉布森讲解道 顾名思义 凝固蛋白源可以导致血液凝固 形成血栓 变形细胞即便只遇上极微量的内毒素 也会释放凝固蛋白源 凝固蛋白源 很快就能转化成胶水一样的凝快 由于内毒素能让人体产生致命的免疫应答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 制药工业就在测试其产品中 是否还有内毒素了 有时在生产过程中 内毒素会意外试入产品 最初人们想到的测试方法之一 是加兔热源检查法 后来这种方法成了行业标准 操作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测试实验用加兔的基准刚温 这项工作一听就得让新来的去做 然后由实验员给加兔注射测试用药 注射的部位通常是最易操作的耳部静脉 最后每30分钟记录一次肛温 持续3小时即可 如果加兔发烧 就证明某一特定批次的药品中含有内毒素 加兔热源检查法费时费力且备受争议 自从发现后的血液能在遇到内毒素时凝固这个性质后 20世纪60年代末 弗雷德帮的同事 血液学家杰克·莱文就发明了一种替代加兔实验的化验方法 本质上莱文就是切开了后的变形细胞 收集凝血物质及后变形细胞溶解物 LAL 科学家发现 LAL不仅能用来检测药品和疫苗中的内毒素 甚至还能用来检测注射器 导管等医疗器具 灭菌操作虽然能杀死医疗器具上的细菌 却有可能意外地留下内毒素 给后续接受医疗处理的患者带去隐患 这一发明虽然让兔子群体松了口气 却让后群体的精神紧绷了起来 尤其是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另一名科学家马不停蹄地 成立了一家生物制药公司 开始以工业规模抽取后鞋 很快 大西洋沿岸又开了另外三家公司 把提取LAL做成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生意 但工业生产的结果就是事到如今 每年会有将近50万之后被捕杀 其中许多都是在繁殖季节被捕的 大多数后会被转运至工厂规模的实验室 转运时并非被赞养在棱海水箱中 而是被扔在卡车的车厢里 到达工厂后 等待着他们的是头戴面罩 身穿罩衣的工人 工人首先用消毒水把它们清洗个便 然后把它们脚连式的甲翘掰弯腹部屈曲体位 抬成异形 把后挨个绑在金属长桌上 最后再将大口径的注射器直插入他们的心脏 这么一来 像牛奶一样 粘稠的蓝色血液就会自动流入下方的玻璃收集瓶中 这种操作一直要持续到血液停止流动为止 通常一次会抽取大约30%的血液 吸血鬼德古拉伯爵怕是都要心生极度了 虽然在理论上 这么一场折磨不至于要了后的命 而且法律规定 人们必须把他们返还到捕捉时的大致区域 但普利茅斯州立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克里斯 沙伯收集的数据表明 大约20%至30%的后会在捕捞 采血放归约72个小时的过程中死亡 很明显 后用腮呼吸 可他们在采血全过程中都是离开水的 沙伯对我和莱斯利说道 见到他的时候 我们俩正在西韩布什尔大学的 杰克逊河口湾实验室 采访他的同行 动物学家温沃森 沙伯解释称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没人知道放血会不会在后 被放归后 对后的健康状况造成短期或长期的影响 甚至连他们被放归后 活不活地下来都不知道 1998年起 大西洋沿岸州海洋渔业委员会 ASM就开始正视对后的种血数量进行管控 但限于各类政策 他们始终无法从制药公司获得后的死亡率数据 想到这些 沙伯便开始带对试图检测采写的操作 对后在放归后产生的影响 为此 他和学生们捕获了少量标本 并模拟了后在制药工厂中所面对的一切 沙伯的团队观察到实验后 出现了精神萎靡和定向障碍的现象 他们认为这是后再失去血液后 无法再给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导致的 重新补满他们失去的变形细胞和血蓝蛋白 需要花费好几周时间 他对我们说道 沙伯同时说明 经历过漫长的流水线上的一天后 后体内起到保护作用的变形细胞 被大量抽走 其遇伤能力降低 此时将它们放归充满 吉兰式阴性菌的环境中 后果是很严重的 沃森同样认为 三天离开水的生活 外加大量失血 对后来说是十分致命的 同时 他补充到 后通常是在繁殖季节被捕捞的 而且一般都在暴队发生前 因此死亡率的升高 对未来种群的数量也有潜在影响 尤其是体型更大的次后 在捕捞时更受人们青睐 再加上后这个物种的生长期很长 这种影响很可能要过十年才会显现出来 大西洋沿岸州海洋渔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美国纽约州和西英格兰地区后的种群数量 已经明显减少了 沃森和沙伯都表示 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一些并不复杂的措施 降低后的死亡率 在不伤害料工业的前提下维持后的种群数量 第一 我们应该延迟捕捞的时间 等到繁殖期结束后再捕捞 第二 他们建议人们在将后运入和运出实验室时 使用冷水水箱 而不是把它们堆在卡车车厢里 或者轮船甲板上 整个环境又热又干 两位专家解释 这么做不仅能防止后中暑 也能防止他们输塞上输液状的磨结构干透 通过与沃森和沙伯谈话 我可以明显感到 他们非常理解赖奥对医学界和其拯救的患者的重要性 他们想做的只是帮助后 这个物种活下去而已 后在人类出现之前 就早已开始应付各种生存危机了 可人类又在他们需要面对的威胁里 加上了环境污染 生境破坏和滥捕滥杀 沃森和沙伯二人提出的建议 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后的死亡率 但在捕捞时 后还要面临另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和他们的神经节有关 神经节是一小团神经元细胞 位于心脏上方 可以激发和控制后的心跳 神经节的工作就是刺激心脏的每个部位 让他们对微弱的电脉冲泄号产生回应 按正确的顺序收缩 虾等甲胶动物和蚯蚓 水质等环节动物 都有这种神经元性心脏 神经元性心脏和人类等脊椎动物的 机元性心脏区别巨大 机元性心脏的搏动 无需神经节 神经等外部结构刺激 刺激心肌收缩的源头 是一小片特殊的肌肉组织 被称为心脏起搏点 其位置就在心脏内部 神经元性心脏没有类似的起搏点 这很可能就是阿兹特克人的绘画 从来不描绘祭司 杀死龙虾或者后 然后高举刚挖出来的 仍在跳动的心脏的原因 只要一斩断神经元性心脏 与控制它的神经节之间的连接 心脏就立刻停止搏动了 正因为有了起搏点中的起搏细胞 人类的心脏才能够自发 产生一系列连续的电信号 人类的心电信号 起源于右心房当中的窦房节 然后经由非常精确的传导通路 传遍整个心脏 心电信号的传导 就像一块鹅卵石被丢进水中时 水面上泛起的波纹 首先从右心房传导至左心房 心房即位于心脏上方心底的两个腔 然后开始向下传导至心室 此时另一组起搏细胞 防氏结会把信号的速度降低 造成短暂的延迟 让心室充满血液 从防氏结传出的信号继续向下传导 最终传至心间 随着心电信号的传导 构成心室的心机就会接受刺激进行收缩 虽然我们的机缘性心脏 能够自发地激发波动 但仍有一组神经控制着 它的跳动速率和收缩强度 这组神经就是迷走神经和心加速神经 迷走神经减缓心率 至于心加速神经 你可以顾名思义 它们都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这个神经系统控制着大量 不需要你的主观意志参与的生理活动 自主神经系统可分为两大类神经 第一类是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让你为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威胁 做好准备 做出一系列反应 包括提高心率 升高血压等 这些反应通常也被称为格斗 逃跑反应 或站或逃反应 随着心率的提高 自主神经系统也会让大脑和腿部肌肉的血功增加 交感神经会向相应区域的血管发出信号 让血管开始舒张 增大内静 与此同时 只会向消化道和肾脏攻血的血管收缩 将血液调走 之所以这样安排 是因为当你面对灰熊的攻击 或在想象中即将当众演讲的时候 消化麦片和排尿的功能相对来说 就没那么重要了 相反 腿部的血管变粗 从而有额外的血液 攻向腿部肌肉 可以让你为冲刺做好准备 而增加大脑的攻血是为了让你好好想想 如果逃跑没用 你该怎么办 第二类神经是腹胶感神经 用来应对日常场景 没有灰熊攻击你 也不需要当众演讲的场景 是自主神经系统中负责休息与镇静的部分 腹胶感神经降低心率 将血液带回在格斗逃跑反应中被忽视的器官 包括消化系统和泌尿系统等 有趣的是 如果控制自主神经系统的神经被损坏 或其泄耗组织 河豚时刻要注意了 人的心脏是不会停止跳动的 那样的话 人很快就没命了 这种情况下 豆房杰会接手调节心率的工作 在心脏内部将心率调整为 每分钟约104次 后遭遇注射放血的问题在于 他们的心脏没有自我调节心率的能力 其跳动的节率 只有上方的神经节调节 沃森解释道 后的神经节能激发运动神经元 使其释放神经地质骨氨酸盐 与心肌沟通 骨氨酸盐就像一把钥匙 能匹配心脏表面上特定的锁 即受体 神经地质与受体结合后 就会让心肌细胞收缩 问题在于 沃森说道 如果你把针头插进 后的身体抽血 无意中碰到了心脏神经节 那基本上就是给它判了死刑 也就是说 在生物医药工厂里 给标本放血的工人 他们在插入针头时 必须考虑心脏神经节的位置 对吧 沃森摇摇头 说 比尔 我感觉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心脏神经节这种东西的存在 为了尽可能做到公平 我也联系了市面上 处理后鞋的几家主流制药公司 在邮件里 我罗列了自己的职业证明 然后解释 称我完全理解 赖奥工业的重要意义 想从动物保护和工业开发 两个方面来讲述这个故事 但一开始 每家公司都保持沉默 最终 有个我以前的学生 他的朋友的朋友 能让我和生物制药公司的人 直接搭上线 于是我重新发了封邮件 并确保邮件内容里 提到了我学生的名字 很快 他们就给我回了 封言辞温和的信 向我道歉说 公司规定不能进行现场采访 而且为了保护专利 也不能让任何人 进入后被放写的房间 但同时 公司在回信里 向我保证后的生存条件非常好 简直被他们说得有点太好了 甚至让我感觉 他们中有人后续 还会继续跟进这件事 让我放心 一切正常 我还挖出了另外一家公司 提前写好的一份声明 他反驳了两类误导性的言论 第一 每周后的种群宾危 第二 Nel产业是造成后死亡的主要原因 该公司的结论 与多篇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 背道而驰 称后的种群数量不但稳定 甚至还稳中游升 这个结论 似乎是从特拉华湾水域中得来的 那里有保护措施 的确让后的种群数量有所回升 但声明忽略了大西洋沿岸其他地区种群数量的下降 声明同时指出 制药公司对后的死亡只有很小的影响 还配了柱状图用来显示真正的凶手 俄罗和鰻鱼捕捞 捕捞俄罗和鰻鱼的产业对后的威胁确实不小 但他们被指认为首要原因也真是冤枉 不过 我从生物学家约翰 塔纳克里迪那里了解到 我们在后的保护方面 也取得了一些很不错的成果 塔纳克里迪是穆洛伊学院环境研究 和济海监测中心的主任 他带队在长岛南岸的一座牡蠣养殖场里 培养了美国唯一的美洲后圈养种群 虽然规模不大 但在当地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除此以外 他还在争取让联合国把美洲后 认定为世界物种遗产 然而 即便这些目标能实现可能性并不高 塔纳克里迪也依然认为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 后很可能会面临区域性灭绝 甚至是更惨痛的后果 第一 而料工业和制药工业 对后的捕捞没有节制 至少没有被政府更好的管控 第二 人们依然把后当成一国美食 第三 因人类发展或环境污染 后的关键栖息地 尤其是繁殖地点 持续遭到破坏 或许 想要解决后的生存困境 最好的办法来自新加坡生物学家 丁雅玲 Jack Linding 因意在20世纪80年代做的研究 他把后体内负责使 赖欧对内毒素产生强烈反应的 DNA 脱氧核糖核酸 注入了一种微生物体内 制药公司能利用酵母菌 大量生产人类胰岛素 靠的就是这种基因重组技术 在后血细胞中 负责凝血功能的物质 叫C因子 最终 DNA的研究团队 鉴定出了负责 C因子功能的基因 并以病毒为载体 将C因子基因 注入了人工培养的 昆虫肠道细胞 此类实验的常用细胞之一 完成重组后 昆虫细胞就成了一个个微型工厂 可以不断制造Lel DNA的重组C因子检测试剂 专利在2003年获批 但制药公司对此并不感兴趣 当时向市场供应重组 C因子检测试剂的 只有一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 一直在等待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的审批 因此 制药产业根本就懒得改变生产方式 毕竟从后身上 直接提取出来的 Lel已经在市场上 成功应用了几十年 好在最近市面上出现了 第二家生产重组C因子的公司 虽然绝大多数Lel制药公司 仍不理会这种新的检测试剂 但这家公司已经开始 把它和传统的 以活厚为原料的试剂一起销售了 对全世界的后保护者来说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制药业巨头里来公司 开始使用重组C因子 对其生产的新药进行质量检测 我们只能期待 这将成为彻底变革的开始 内毒素检测技术能变得没有侵略性 也希望有朝一日 然后在实验台上上吊 并抽取它们血液的残忍做法 能像家徒热源检查法一样 被新技术淘汰 第四章 从昆虫到长颈鹿 平衡重力和氧气的艺术 当一只昆虫的体型增大时 其对氧气的需求增长 与其体长增长的立方成正比 但其体内供氧器官的增长 只与体长增长的平方成正比 因此摩斯拉体内还得再长出许多根气管 才能让它拥有充足的氧气工艺 麦克尔 拉巴贝拉 电影怪物的生物学 The Biology of B-movie Monsters 在上文中我们讲到过 循环系统与呼吸系统相互配合的关系 当你知道许多无脊椎动物 尤其是绝大多数的昆虫 其实不用循环系统携带氧气和二氧化碳时 你可能会感到吃惊 它们通过被称为气门的小孔 吸入富含氧气的空气 然后让空气经由一连串 越来越细的管道 气管和微气管 最终抵达身体组织 空气排出的过程和吸入过程相反 此时氧气已被吸收 二氧化碳取而代之 氧气吸收和二氧化碳排出的途径 都是扩散作用 这套气管系统能够解释 为什么许多昆虫 在没有其他动物那样的循环系统 与呼吸系统相配合机制的情况下 依然能维持活跃 甚至有时候过度活跃的生活方式 有意思的是 昆虫的循环系统与呼吸系统 或许也曾一度互相配合工作过 有些昆虫 如石营的血淋巴中 就有携带氧气的血蓝蛋白 这说明某些古老昆虫种类 鸡群的血液 可能还要负责气体交换 但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 气门接手了这项工作 于是血液失去了这个功能 在另一项研究中 人们发现 蝗虫胚胎的血淋巴中 存在含酮的血蓝蛋白 但在孵化后的发育过程中 血蓝蛋白又消失了 这也成了支持该理论的另一个证据 除此以外 昆虫的循环系统如此特殊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令人 意想不到的原因 它们没有心脏 没有心脏 循环系统该如何工作呢 和后等许多拥有 开管循环系统的洞一样 每只昆虫都有一条被血管 沿着昆虫的身体中线 纵垮全身 上面开有心门 也就是我们上一章中 在后的心脏上 建过的血液入口 因此 这条被血管自己就差不多具备了心脏的功能 富含营养物质的血淋巴从心门流入 在肌肉组成的血管壁收缩时排出 血淋巴离开被血管后 就会流入全身的血腔与大脑和各个主要器官接触 然后 血淋巴继续流向身体后部 将营养带给后端的器官 同时将代谢废物运输至排泄系统 再从消化系统那里装配新一批营养物质 最后 在身体的运动 以及位于赤 触角 腹肢等器官内的另一些小心脏的帮助之下 血淋巴回到被血管 在两次收缩之间 心门开放的时候 重新流入 器官系统的一专多能在昆虫身上 还有一个实际的体现 在被血管收缩时 其内部产生的压力 还可以帮助昆虫维持身体形状 辅助运动 繁殖 褪皮 脱续外骨骼和孵化等行为 同时 这个开放系统 也具有循环系统的一个更为传统的功能 即为机体提供备用能量 昆虫有一个化学能仓库 叫做脂肪体 循环系统能将其中储存的能量带到器官 在昆虫进行飞行等耗能行为时 满足器官的代谢需求 但其实上文讲解的循环系统 还是太过笼统了 昆虫钢 以及从中单分出来的 另一个规模较小的钢 下文将这两个钢 合成为昆虫类 有将近一百万个已知的物种 许多物种的循环系统 也有令人费解的差异 其中一例就出现在昆虫类的一个基群 双尾虫 双尾目 身上 双尾虫的被血管中 有一种特殊的绊膜 可以让血液在其中改变流向 我们在之前 讲解人心脏绊膜脱锤时说过 血液倒流是人体的绝对禁忌 但对双尾虫来说 可以双向流动的血淋巴 能够更有效地到达头尾两端 大多数昆虫的被血管 都很难把血淋巴 蹦到身体的一些远端 比如腹肢 翅或者触角 双尾虫却进化出了 这种独特的解决办法 其他昆虫更为普遍的做法 是退而求其次 在这些远端的器官中 进化出了几个腐膊器 上文提到过的小心脏 腐膊器是肌肉组成的小泵 里面没有真正心脏的各种零件 只能辅助血淋巴 进入肠而中空的器官 如腹肢 翅和触角 要是没有腐膊器 这些器官内部的血弓 可能就难以保持充足了 有意以此为论文课题的 昆虫学专业学生 请注意 关于腐膊器的工作原理 人们还有许多 没弄清楚的地方 双尾虫 血淋巴流入昆虫的 开管循环系统之后 它们要如何防止 血淋巴倒流呢 通过双尾虫的例子 你可能也看得出来 开管循环系统 防止血淋巴倒流的机制 和闭管循环系统 基本上差不多 而不少容易积存污水的地下室中 也在使用同样的一套机制 不管在哪儿 这套机制的起点都是一个泵 这个泵可以是一根 能收缩的背血管 可以是一颗心脏 也可以是地下室污水泵里的电动马达 污水泵的原理和动物心脏的原理一样 把能量污水泵用的是电路或电池中的电能 转化为机械能 污水泵中为电动马达的运动 比如扇叶转动 转化来的机械能可以用来做工 比如让水坑里的污水克服重力被抽走 地下室里总有这样的坑 污水可能出于各种称不上令人愉快的原因 积存在里面 如果水泵的力量够强 污水就能被水泵抽上来 通过管道排放到你邻居家的院子里 如果你把电源断掉 或者污水离水泵太远 重力就会把污水重新往下拉 但如果你的水泵品质好 水就不会流回地下室 这是因为水泵里装配有阀门 让水只能往外侧一个方向流动 所以 血管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本质上确实是这样的 只不过它不会把血液送到你邻居家的院子里 你身体里也不会有地下室里的坑罢了 在上文中我们讲到过 和脊椎动物相对统一的心脏相比 无脊椎动物的循环系统泵 在形态和功能上差异巨大 把血液泵出至全身的器官 可以是蚯蚓那种膨大的 能搏动的血管 可以是厚那种管状的心脏 可以是囊蛇虫 那种囊状的心脏 也可以是蜗牛 那种具有多个腔的心脏 有些无脊椎动物 如头足缸的羌污贼 甚至拥有闭管循环系统 其中包含多个心脏 结构和功能各不相同 我们在书中 无法禁述所有动物的循环系统 因此只能挑出几个耐人寻味的实力来讲讲了 严格来说 蚯蚓及其他环节动物们的动物 没有心脏 它们有五条能够搏动的血管 被称为动脉弓 假心脏 或者为食道血管 如此命名是因为这些血管围绕着食道 和昆虫一样 蚯蚓的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之间 没有重合的部分 也就是说 蚯蚓的血淋巴 不会携带氧气和二氧化碳 环节动物没有管道式的呼吸系统 供气体通行 它们通过薄而潮湿的皮肤 直接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 这一过程叫做皮肤呼吸 请注意 正因为蚯蚓通过皮肤进行呼吸 所以它们在充满雨水的泥土中 是会溺死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下雨的晚上 它们宁可冒着被凿起的鸟 或者渔民捕获的风险 也要钻出泥土 跑到外面 进行皮肤呼吸的动物 通常皮肤上都有一层粘液 空气中的氧气通过扩散作用 透过表面的表皮层 进入一层复杂的毛细血管网 进而深入下方的真皮层 透过真皮层后 充满氧气的血液 会流进一条更粗的 覆盖动物全身的被血管 被血管有规律的收缩 推动血液前行至动脉弓 动脉弓互相平行 环绕着环节动物身体的前端 并以一种同步的 海浪般的方式顺次收缩 这种收缩方式叫做蠕动 你的食道把食物向下推 为搅动食物 小肠推动食物在其中运动 这些运动方式都属于蠕动 在蚯蚓体内 蠕动收缩还会把充满氧气的血液向下推 使其流入腹血管 流入腹血管的血液进而分散 进入毛细血管 流向全身的器官 最终 耗尽氧气的血液再通过毛细血管网汇 总到背血管 在蚯蚓体内完成一次闭合式循环 这种血液循环方式也让蚯蚓成了拥有闭管循环系统的 无脊椎动物经典实例 如今 人们已经发现了很多证据 证明脊椎动物的心脏 很可能就是从动脉宫这种蠕动的血管进化而来的 不过 脊椎动物的心脏 肯定不是 由今天的蚯蚓体内那种循环系统进化来的 这毋庸置疑 枪乌贼 章鱼等头足缸的动物 没有五根一模一样的动脉宫 但其心脏也不是不生子 而是三胞胎 三胞胎中的前两颗被称为塞心 用来接收从全身流回的缺少氧气的血液 塞心收缩 缺少氧气的血液就会被推入塞 塞从周围的海水中获取氧气 血液重新充满氧气后离开塞心 进入三胞胎中的第三颗 集体心脏 只有它才能把血液迸至全身 闭管循环系统的工作效率高 很可能是在进化过程中 对头足缸动物典型的好动习性做出的适应 头足缸动物头脑聪明 借助喷气推进的方式前进 还拥有高超的捕猎技术 因此和体型相仿 却好意务劳的诸多生物比起来 它们需要的氧气量更大 头足缸动物的闭管循环系统 说到这里 我应该提醒你 许多不专门从事科学的人 在谈及动物界的时候 常常会犯一个错误 观察到昆虫 蚯蚓和羌乌贼循环系统的天壤之别后 人们很容易判定 某种动物的循环系统 优于其他动物 同时认为 所有动物的器官系统和人类 相比都是低等的 在20世纪中叶以前 就连许多科学家都这么想 也正因如此 早期的科学文献 不管讨论什么话题 里面都充满了人类 征服或者人类 到达巅峰之类的一美之词 但我们不应该把非人类生物的循环系统 自动看作二流的或有缺陷的 反而应该意识到 每种生物的循环系统 在功能上都是平等的 每一种循环系统 都经历了上一年的演变 能够满足其主体对营养 代谢废物和气体的交换需求 也能适应其主体栖息地的环境条件 还有一点 所有的器官系统 都是不完美的 大多数都只是生物体之前 就拥有的结构的改良版罢了 有时候甚至是不同的器官被拉到一起 共同承担一项新工作 计划过程通常都不是发明新东西的过程 而是对已经存在的结构进行的修补 对这个进行一些调整 给那个找点新工作 记住这一点 你就知道即便有的生物的循环系统相对简单 有的生物的循环系统更加复杂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重要的是所有生物的循环系统 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不过开管循环系统的功能 确实是有其上限的 所有的器官系统都必须顺应基本的物理规律 以及物理规律施加在生物体身上的种种限制 换句话说 生物不可能进化的无所不能 举例来说 奶牛那么大的动物是不可能飞起来的 因为会飞的动物都要遵循空气动力学 对拥有开管循环系统的动物来说 这样的限制也非常明显 尤其是对生物体型的限制 物理规律证明了苍蝇长不到鹰那么大 后也长不到小汽车那么大 大型动物体内的细胞太多了 开管循环系统养活不了那么多细胞 就这么简单 究其原因 很大程度上也与扩散现象有关 在壁管循环系统中复杂的毛细血管网重叠交织 为血液和身体组织之间的气体 营养代谢废物交换提供了巨大的表面积 开管循环系统就没有这种条件 我们已经讲过拥有开管循环系统的生物 通过血腔进行气体和物质的交换 所有怀揣龙马弄的后 很遗憾 你们的血腔壁就是没有足够的表面积 没办法养活 由无数细胞组成的一层又一层的组织 重力是限制开管循环系统的另一个因素 拥有开管循环系统的生物都长不成长颈鹿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是因为开管循环系统里的泵进化到现在依然力量不够 不能让血液克服那么强的重力 从而被抬升到足够的高度 因此它无法支持动物长到长颈鹿那么高 其实连任的高度都支持不了 长颈鹿是现生的最高的哺乳动物 雄性长颈鹿能长到18英尺 约5.5米高 脑袋能够到树冠 为了将血液推进脑袋 它们的心脏能产生整个哺乳动物家族中 最高的血压 正常情况下 可达280-180毫米拱柱左右 这个数值是人类血压 通常为110-80毫米拱柱的两倍还多 我会在下文继续讲解长颈鹿的循环系统 但现在我们要暂停一下 先说明一件事情 它很重要 但人们常常搞不清楚 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 我刚刚提到的血压数值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数字代表心脏 将血液泵向全身 心势收缩时 心脏向血管施加的压力 称为收缩压 第二个数字代表心肌放松 心势充满血液时 心脏向同样的血管施加的压力 称为舒张压 和气压剂等压力测量装置同理 血压也可以通过水银柱的高度表示出来 将水银倒入不封口的U型玻璃管中 当玻璃管的一端有压力存在时 管中的水银柱就会被抬升 在气压剂中 这个压力是由空气施加的 而在血压剂中 这个压力是由不断收缩和舒张的心脏施加的 众所周知 人类发生高血压通常止血压高于120-80毫米拱柱 会危及生命 最近还有研究表明 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是预测心脏病 足中等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指标 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留到 以后再讨论吧 芒蛮也拥有惊人的血压 但和长颈鹿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类海生动物虽然叫蛮 可它们并不属于蛮鱼 有鼻涕蛇的称号 但不是蛇 还常常登上地球上最恶心的生物排行榜 但这些应该都和它们的血压无关 芒蛮拥有所有脊椎动物中最低的血压 数值在5.8-9.8毫米拱柱 说它们恶心 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会钻进大型动物的尸体进食 在遇到危险时 还能在一瞬间吐出一大桶粘液 芒蛮和陆地上的渠经可以说就是两个极端 渠经根本没有一刻能闲下来 而芒蛮的代谢耗能极低 就连这世上最懒的人和它们比起来 都像是刚喝完咖啡提审的奥运会选手 芒蛮的进食方式如此令人毛骨悚然 所以看到韩国人把它当壮阳食品来吃的时候 我还挺惊讶的 韩国人捕捞芒蛮的方法 可远不如非营钓那么精巧 想钓芒蛮 你得按如下的方法 把一头奶牛尸体身上粘上钓线 然后让它下沉几百英尺深 直到触及满是泥沙的海床 给绳子的另一头系上一枚浮标 最后回家等着就行了 大约一周之后 你就可以回到原处 拉出奶牛尸体并割开肚皮 收集占利品 理想状况下 一次捕捞 你就能收获数十条芒蛮 和好几磅重的芒蛮粘液 它们的粘液由蛋白质构成 里面有纤维 这些纤维比人的头发丝还细 却比尼龙还要坚韧 与长颈鹿和人不同 芒蛮等绝大多数水生动物 受重力的影响较小 这主要是因为芒蛮 或者任何鱼类周围的水密度较大 能够为它们提供一个向上的力 浮力来抵抗重力 空气的密度比水小 空气给陆地动物提供的浮力就很小 因此我们才不得不时时刻刻 受到向下的重力的制约 重力甚至还能拿来解释 为什么静脉血在从腿脚等之端回流时 常常会出问题 就算你的新功能正常也一样 这是因为毛细血管床中的血压远低于身体 其他部位的血压 一般会低20毫米拱柱左右 物理学告诉我们 一片区域的表面积越大 压强就越低 而毛细血管床的表面积 可比其源头的动脉和微动脉大多了 如果血液进入毛细血管时压力不下降 动脉血很可能会冲破毛细血管极薄的血管壁 可问题是血液在离开毛细血管后压力依然很低 如果毛细血管位于你的脚趾 那血液就更难克服重力回流到心脏里了 因此人类进化出了一种辅助静脉血流出下肢 以返回心脏的机制 这种机制源于小腿部肌肉的收缩 包括肥肠肌 比目鱼肌等 小腿部肌肉的肌腹 肌肉中部粗壮的部分围绕着部分静脉 是血液从足底返回心脏的通路 当这些肌肉收缩时 比如你弯腰直向脚尖时 就会压迫静脉 以及在静脉中流动的血液 进而增加血管中的血压 想象一下挤压细长的水球 驱使血液向上流动 返回心脏 这种机制叫做骨骼肌静脉泵 每时每刻不间断工作 因为小腿部肌肉中的无数肌腺 为总在规律的轮流收缩 无需你主观控制 可以想象 四条修长的腿 能给长颈鹿带来多少循环系统的问题 但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个 因为静脉血回流问题最严重的地方 永远是它们6英尺 约1.8米长的脖子 在长颈鹿低头喝水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血液很可能积聚在长颈鹿头部的静脉当中 但幸好它们的两根颈静脉 将缺少氧气的血液从头部带回心脏的血管里 各有大约7个瓣膜 这些瓣膜共同阻止了这种情况发生 你家水泵里的阀门能防止污水从地下室里被抽走后再落回水坑 同理 在长颈鹿低头时 瓣膜也能防止流走的血液落回大脑中 除此以外 长颈鹿颈静脉壁中的肌肉比大多数哺乳动物多 血管壁肌肉的收缩也能提供额外的力 在长颈鹿低头时帮助静脉血爬升 与此同时 对这些最高挑的哺乳动物来说 动脉面临的问题又和静脉大不相同了 你可能会以为 在长颈鹿低头时 本身压力就比较大的动脉 血会在重力的牵引下急速俯冲 落入大脑 但其实不然 流经颈动脉的动脉血流至颈部上半部分时 会进入一层致密的动脉网 动脉网能增加血管的表面积 降低血压 而熟吗 这就是你的血液在毛细血管床中降压的方式 通过这种机制 动脉网就能防止长颈鹿 在低头喝水时 头部的血压骤增 毕竟他们喝水的姿势 会让大脑一下子比心脏低出十几英尺 等到长颈鹿的头重新抬起来时 挤颈部的动脉网被压缩 动脉网中的血液就会被挤压出来 送入大脑 刚才我还提到了长颈鹿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即修长的腿 还是因为重力 长颈鹿腿部动脉的血压 可以高达350毫米拱住 一般来说 这么高的血压会让四肢十分容易发生水肿 水肿就是体液的异常聚集 在血浆冲破轻薄的毛细血管壁 进入周围组织时就会发生 不过在长久的进化过程中 长颈鹿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们的腿脚都长出了厚厚的紧绷的皮肤 这其实和我们人类穿弹立袜的原理是一样的 即通过降低肢体血管中的血流量来预防水肿 在其他长有长脖子的动物 如霍家匹 骆驼 鸵鸟等身上 你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与血压相关的适应性性状 这些都是趋同进化的实力 显然 长得高带来的也不全是好处 而今年累月的进化 则会改动许多以往的标准化身体结构 来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 我还想接着聊聊大型生物这个话题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中 物理规律制约着万物 这也证明了我童年时代看的许多电影中的怪兽 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存在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摩斯拉 那只和飞艇一样大的鹅子 诚然 在体型小 质量轻的昆虫身上 开管循环系统完全够用 但在前文中我们讲过 这种循环系统不是用于大型动物 不过我要强调 例外也是有的 这些例外里最常见的就是约120种帝王蟹 石蟹科 石蟹科动物体重可达18磅 约8.2kg 腿脚全部展开 身体能有差不多6英尺 约1.8米长 还有一种水生的大型动物叫大车渠 Tri-Dec-Ni-Jegas 其背壳的宽度能超过4英尺 约1.2米 重量可达550磅 约249.5kg 大车渠能长到如此之大 都源于它们相对安稳的生活方式固着 能量消耗低 因此能量需求也低 然而帝王蟹则不然 它们的生活方式更加活跃 只是它们长到如此体型的主要原因是 它们生活在水下 在海底 重力对动物的制约力远不及路上 重力当然也会作用在帝王蟹的身上 但由于浮力的存在 将帝王蟹向下拉的合力 就减弱了很多 这意味着在水环境中 帝王蟹站立和行走所需的能量少了很多 仅靠开管循环系统就能满足其对营养物质和能量的需求 但由于路上的浮力比水下小得多 如果你把帝王蟹放在沙滩上 它就无法在重力全力压制身体的情况下活下来了 综上所述 没错 体型的制约却有例外 但这种制约在动物界中确实可以说是广泛存在的 动物界的多样性 有时连这方面的专家都难以预料 从双尾虫的双向血管 到乌贼的三胞胎心脏 无脊椎动物通过循环系统展现出了惊人的多样性 虽然对科学家来说 软组织留下的化石证据远远不如贝壳和骨骼那么易于研究 但可以明确的是 在不同的动物类别中 各种循环系统都始终在演变着 我们可以探究不同种类动物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讨论循环系统内各个器官的职责 但鉴定血腔 腐驳器等循环系统组织 甚至是充益其中的血淋巴的进化源头 依然是一个难题 在下面几章中 我们又要说回脊椎动物了 它们的进化之路更易追寻 因为脊椎动物的循环系统模型就这么几种 而且鱼类 两栖动物和陆生脊椎动物 如爬行动物 鸟类 哺乳动物之间的演变过程 都有清晰的化石证据 毕竟 现生的脊椎动物不过650065种左右 而无脊椎动物 单是甲壳虫一类的种数 就有脊椎动物的5.5倍那么多 当然 在脊椎动物从水生向陆生演变的过程中 其循环系统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出现过许多变异 而这些变异正好向人们展示了脊椎动物 面对的各种制约和做出的应对 从幽暗如墨的海洋深处 到直插云天的山巅猎场 都少不了脊椎动物的存在 第五章 登上陆地脊椎动物的双循环与四腔式心脏 拥有发达的大脑 狂野的想象力 伟大的思想固然是好事 但一个人若只有这些 却没有一根坚强的脊梁 也是没有用的 乔治 马修 亚当斯 我在纽约长岛的南海岸长大 小时候没少去临近的港口和沙滩上钓鱼 蓝蟹 河豚 比目鱼我都抓过 我还在家附近的码头和船坞里 捞到过无处不在的橡胶小桶 海啸 海啸附着在墙壁和礁石上 捞它们一点意思也没有 在被人捞起来查看的时候 海啸常常会从身上漏斗般的小孔里喷出一股水流 我偶尔也会把它们捞起来看看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想到 从进化的角度看 我们拿着鱼网和聚光灯辛辛苦苦抓来的蓝蟹 和这些撞死小桶的生物之间的七元关系 竟然比这些小土豆和我们人类的七元关系还远 猿锁动物不是一个正式的动物分类 但我们常用它来指代虽然还没长出真正的脊椎 却最接近脊椎动物的几类动物 猿锁动物全部水生 包括形似蝌蚪的文昌鱼 头锁动物 还有橡胶小桶海啸被囊动物 就称猥琐动物等 从外观上看 你可能很难相信海啸成体和蓝精 甚至和人类有什么七元关系 但科学家认为 海啸的幼体很可能会帮我们还原出脊椎动物祖先的模样 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给你们讲讲 我们这些原始的元所动物亲戚 了解它们结构简单的管状心脏 如何演变出多种不样的形态 蓝精和我们人类的四腔是心脏就是这么进化出来的 而我们如今却快要一手造成蓝精的灭绝 海啸的幼体和成体在外观上毫无相似之处 海啸幼体身材细长 用尾巴推动身体前行 整体看上去有点像蝌蚪 尽管它们的游泳速度永远赶不上真正的蝌蚪 过去人们甚至以为海啸的幼体和成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 时机成熟时 它们就会附着在船坞的墙壁或者其他类似的基底上 见下夜海啸幼体和成体的示意图 身体逐渐变为胶壮 尾巴消失 并长出入水孔和出水孔 发育成熟后 海啸就开始营固着生活 过滤起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腐质制为食 这种生活方式从自由到安稳的过渡虽然有意思 但还不是最绝的 海啸身上最迷人的地方还属它们的心脏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安尼特 黑尔巴赫等人认为 海啸的管状心脏很可能是所有脊椎动物心脏的祖先 因为它也有一套电传导系统和脊椎动物的心脏一样 能自主发生有节律的跳动 黑尔巴赫的团队发现 海啸的心脏从一端将搏动传导至另一端 静止一会儿 然后又从另一端开始搏动起来 他们还发现 海啸心脏表面的细胞能够对心跳做出反应 减少物质分泌 这一点也和前面讲过的人类等脊椎动物的心脏起搏细胞很相似 海啸 我先跑个题 简短地纠正一个关于进化的观点 请读者不要错误地认为我前面提到祖先的时候 是想说某一种海啸 自己慢慢变成了地球上的第一种水生脊椎动物 不是这样 而是现生海啸的某种原古祖先 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适应性变异 如发育成熟后不再隐固着生活 而且在背侧长出了起支撑功能的棒状结构 恰好人类在五亿年后发现了它们的化石 观察过后 人类判定 这种物种已经不再符合原所动物的定义 而应该被划入几所动物的范畴 最有可能被归为一种远古鱼类 鱼类 两棲动物和爬行动物的出现 算得上是地球上最精彩绝伦的自然历史故事了 一切都要从约五亿年前的大海深处说起 现在市面上详细讲述这个故事的书籍太多 我个人特别推荐米尔 舒宾的你是怎么来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灾难过后总能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 而休养过后灾难又将降临 在这个过程中 进化的力量让脊椎动物从水下走到路上 从区区高温缺氧的潜水水塘 到盘山的一步步将海洋 陆地和天空全部占领 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远古鱼类的器官发生的变异 尤其是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发生的变异 还需要进一步进化 顺着刚才的纠正继续说 我也请读者不要认为 鱼类自己缓慢地变成了半水生的两栖动物 然后两栖动物缓慢地变成了汗鸭子 登上陆地变成了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 正因为抱着这种错误观点 很多不了解生物学知识的人才 会问为什么现在的黑猩猩不能进化成人 简言之 生物进化的机制不是这样的 科学家认为 生物由水上路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 一个规模较小的鱼类类群 如今被称为希望源 长出了简单的肺 使它们的循环系统 能够与大气进行气体交换 希望 源的肺是从集体内对抗重利用的气囊 即鱼镖演变而来的 除了鲨鱼和身体扁平的红鱼 摇鱼之外 所有鱼类都有鱼镖 起初 为让这些远古生物 对在一些低氧的潮湿环境 如沼泽中生存 短粗的叶状期 也能帮助它们在这样的浅滩中汤水前行 希望 源通过大口吞下空气的方式 借助塞吸入氧气 然后将氧气充满鱼镖 鱼镖内不满致密的毛细血管网 此时 扩散作用就将氧气带进了体内进行循环 在水陆两栖的脊椎动物真正出现 大约3.75亿年前之前 提塔利克鱼就已经短暂地登上过陆地了 这种鱼类的头部有点像鳄鱼 鱼鳖又短又粗 它们给自己的鳍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行走 马的祖先之所以能存活并繁衍生息 靠的是吃别的物种不吃的食物 同理提塔利克鱼及其后代在陆地上找到了不少食物 那时候其他脊椎动物都还生活在水里 陆地上完全没有提塔利克鱼的竞争对手 利用其他生物无法利用的资源 这成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取得优势的一大秘诀 马进化出咀嚼草的能力是如此 提塔利克鱼登陆也是如此 容易想见 鱼类成功登陆后 陆生物种的多样性迅速提高 部分脊椎动物最终进化成了半水生半陆生的两栖动物 然后两栖动物进化成了只在陆地上生活的爬行动物 再后来部分爬行动物继续演变 又被我们化入了哺乳动物的分类 然而绝大多数的鱼类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还是鱼类 除了蝉虎年 弹土鱼等级少数例外 鱼类从不会离开水体 但它们在水下可也没闲着 从古至今 从浅浅的泥塘到最深的海沟 鱼类早已称霸了地球上的各类水环境 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 鱼类的心脏和无脊椎动物的心脏是最接近的 这让人们得以一窥最早的脊椎动物心脏可能的结构 最值得注意的是 鱼类的心脏只有一个心房和一个心室 因此它们的循环系统只有一条循环路径 不像其他脊椎动物一样拥有心和费两条相对独立的循环路径 虽然鱼类的心脏只有一个心房和一个心室 但血液在进出心脏的时候 也会经过另外两个格式结构 这四个枪式几乎是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的 从身体流回心脏的静脉血 首先进入静脉洞 一个血液暂流的大腔体 然后流入B层较薄的心房 心房收缩 将血液压入B层较厚的心室 最后血液经过动脉球流出心脏 动脉球的形状通常像个压力 由平滑肌和有弹性的纤维组成 这些纤维由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构成 心室收缩时 血液流入动脉球 动脉球必伸展 增加溶积 充满血液后 动脉球必回缩 将血液蹦出心脏 以恒定的节律和压力蹦制塞 心室已经舒张了 可动脉球还在工作 这一点对鱼类至关重要 因为塞是很柔嫩 轻薄的器官 要是没有动脉球 心室的收缩 会导致蹦出的血压骤然升高 那就很可能会把塞给冲垮 鱼类的心脏 这种有弹性的动脉壁好处十分明显 因此它挺过了进化的选择 在哺乳动物的心脏中依然存在 我们人类最粗的几根动脉 也因此被称为弹性动脉 和鱼类的动脉球类似 弹性动脉的动脉壁 富含弹性蛋白 除了血管壁 由弹性蛋白构成的弹性纤维 也常见于皮肤等处 在哺乳动物体内 弹性动脉的一个实例 就是主动脉 左心室收缩时 主动脉内充满血液 动脉壁伸展 紧接着 动脉壁在回缩的同时 释放能量 将左心室射出的血液 进一步推离心脏 老人或者其他年龄较大的 哺乳动物 常常罹患动脉硬化 也就是有弹性的大动脉 发生硬化 失去弹性的疾病 动脉硬化的病因有很多 例如纤维化 及器官针对损伤 做出的一种病理反应 血管内有弹性的 可收缩的组织 逐渐被无弹性的 纤维组织替代 血管钙化 也是动脉硬化的 一个常见诱因 钙化的意思 是身体组织内的 钙成积物积累 若积累于血管壁内 就是血管钙化 要是失去了弹性动脉 心脏就必须 加倍努力的工作 才能将血液运输至全身 因此 动脉硬化 常常会导致 严重的心脏疾病 动物 由水声向路声的转变 即便只是 向半路声的转变 对器官变化的要求 是很高的 这些要求 最终让两栖动物 长出了 具有三个腔式的心脏 两个心房 一个心室 虽然缺少氧气的血液 和富含氧气的血液 在这唯一的心室中 会出现些许的混合 但这种三腔式心脏结构 还是被大多数 爬行动物 继承下来了 在大部分 两栖动物体内 缺少氧气的血液 从全身流入右心房 与此同时 通过腮或肺吸入的 充足氧气 随着通过皮肤呼吸 被充入部分氧气的血液 流入左心房 两栖动物的皮肤薄而潮湿 皮下不满血管 因此 部分氧气 可以通过扩散作用 透过皮肤 进入体内 虽然缺少氧气的血液 和富含氧气的血液 会在唯一的心室内 出现混合 但依靠皮肤的呼吸功能 以及心脏内的 一系列半膜和褶皱 能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区隔两种血液的作用 这种混合导 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碍 对一些生活在 潮湿环境中的 小型脊椎动物来说 皮肤呼吸非常高效 甚至已经成了 某些动物 唯一的呼吸方式 如既没有肺 也没有塞的无肺源 瓦、蝉、蝉、荣源等 两肌动物的生命中 至少有一部分时光 是在水下度过的 有些两肌动物 甚至几乎终生都生活在水下 但爬行动物 就没有这种需求了 虽然也不排除 有海龟等爬行动物 重新进化出了水生的习性 但不论是 陆生还是水生 爬行动物和两肌动物 在循环系统的整体结构上 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爬行动物的塞 已经彻底被废取代 这是因为它们无需再像 两肌动物那样 经历一段水生的幼体时期 例如蛙和蝉蝠的幼体 蝌蚪 科学家最早于19世纪初 发现了这两类动物的重要区别 因此将蛙、蝉、蝉、荣源等动物 独立划分为一个缸 两肌缸 与一出生就长有废的 爬行缸动物进行了区分 从进化的角度看 爬行动物彻底前往 陆地生活不无好处 这种生活方式 让它们无需再寻找适合交配和产卵的水源 由于没有了幼体发育时期 它们也不需要再去找水塘来养蝌蚪了 这么一来 爬行动物就能去离水更远的地方安家 增加了开发新食物的机会 同时也降低了遭遇捕食者的危险 然而 出于同样的原因 爬行动物失去了祖先的潮湿皮肤 因为如何存住身体内的水分 并阻止其蒸发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 如今 爬行动物的皮肤通常很干燥 有些甚至还覆盖有鳞片 它们已经无法再进行皮肤呼吸了 如上文所述 两棲动物和大多数爬行动物 却有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它们都拥有三腔式心脏 富含氧气的血液和缺少氧气的血液会混合 这一特征能够证明 两棲动物和爬行动物在血液上比较近 不过即便如此 这些爬虫的心脏也还是有许多细微差异的 其中最显著的差异 就是飞蛾目的 爬行动物心室内有一层墙壁一样的间隔 可以部分区隔心室内的空间 前面 我在讲解完昆虫的循环系统之后 进行了绘图归纳 同样的 现在请你集中注意力 仔细看下文的图片 蜥蜴的心房收缩时 两股血流 右心房射出的缺少氧气的血液 和左心房射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 同时进入心室左侧 请记住 蜥蜴的心室内有一层不完全的间隔 在心室左侧 缺少氧气的血液 注存在右半部分 富含氧气的血液 注存在左半部分 两种血液 就是在这里部分混合的 心室收缩时 缺少氧气的血液 直接通过间隔上的缺口 流入心室右侧 进而进入肺动脉 幸好肺动脉是全封闭的 流入肺 而心室左侧富含氧气的血液 则同时进入两条主动脉 流向全身 蜥蜴的心脏构造图 然而 爬行动物中 有一个特殊的母 恶母 恶母动物 恶 短吻恶 长吻恶的体循环和肺循环 是完全分开的 在这一点上 鳄鱼和鸟类相同 其实 鸟缸和爬行缸的 七缘关系是很近的 而且鳄鱼和鸟类 是远古的出龙次亚缸动物 其中最出名的 当属恐龙 仅剩的献生成员 它们长有四个羌食的心脏 虽然和哺乳动物的心脏 还不尽相同 但也非常相似了 鳄鱼 鸟类 和哺乳动物的心脏 拥有四个羌食 上与下之间 有防止血液倒流的绊膜 左与右之间 有完全隔绝的间隔 已经不仅仅是个 推动血液流动的泵了 而是两套 循环通路的共同源头 首先是肺循环 缺少氧气的血液 从全身流入右心房 然后进入右心室 被送入胃 紧接着体循环开始 富含氧气的血液 从肺出发 流入左心房 然后进入臂最后的左心室 左心室收缩 将血液射向全身 这种结构的循环系统 避免了富含氧气的血液 和缺少氧气的血液混合 血液在充满氧气后 其氧浓度 就不会因被缺少氧气的 血液稀释而降低 不过 说到底 不管各类脊椎动物的心脏 拥有两个 三个 还是四个羌食 也不管富含氧气的血液 和缺少氧气的血液 在其中是否发生混合 不同结构的心脏 都在不同的动物体内 充分地发挥着作用 所有动物想要生存 有一条共同特点是必须拥有的 那就是适应栖息地 生境 也就是它们的生存环境 生物栖息地的环境条件常常变化 有时候变化得很突然 有时候变化得很剧烈 甚至经常变化的既突然又剧烈 对有些动物来说 极端条件就是它们面对的常态 比如沙漠的干燥 雨林的潮湿 山顶的稀薄空气 深海的巨大水压 还有些栖息地的温度和降水条件 常有季节性或突然的变化 动物包括人类 要适应极端的环境条件 其循环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正好 动物为了适应这些极端环境 做出的许多适应性进化 让我们得以更好的理解 各类心脏和循环系统的机制 也让我们看到 即便是最复杂 最高效的循环系统 如果超负荷工作 也会出问题 如果一颗心脏已经在带病坚持工作 继续超负荷工作 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六章 在苦寒中折服 心脏病 恒温与冬眠 冰冷的手 火热的心 民间谚语 叫我小熊杰克吧 因为我正处在冬眠当中 拉尔夫 埃里森 看不见的人 在三十年的科研生涯中 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 来研究蝙蝠 虽然大多数人对蝙蝠 都已经没有了刻板印象 不会再认为 它们是灰飞的吸血老鼠了 这真是太好了 其实蝙蝠有1400种之多 其中只有三种会吸血 而且 它们与人类的亲缘关系 比与猎齿动物的亲缘关系近多了 但对很多人来说 蝙蝠依然是神秘的 不过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这类咒服夜出的哺乳动物 基本上都会冬眠 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 冬眠在本质上 是动物循环系统 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策略 因为循环系统运输氧气和氧分 是很消耗能量的 而它在冬天必须减缓运行 才能适应这段漫长 严寒 找不到食物的时间 在我着手研究蝙蝠 对寒冷的适应之后 有一年 很巧合的 我被另一件事 吸引了注意力 那年 气象学家宣布 长岛和纽约市 遭遇了危险的极寒天气 极寒天气之所以危险 有一部分原因 是在这种天气下 死于心脏病和低温症 没有心脏病那么常见 的人数通常也会增加 低温症 就是一个人的核心体温 低于35摄氏度时 出现的症状 心脏病患者 在铲血时容易发病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尤其是在美国东北部 大雪天气非常常见 有时一场暴雪过后 一条马路上 就能积攒几吨重的积雪 科学家认为 心脏病发作概率的增加 主要是因为 铲血时的动作 尤其是抬升的动作 会让心跳加快 加重 铲血和其他体育运动一样 能使血压升高 给已经出了问题的泵 造成崩溃的隐患 但这背后 还有一个没那么明显的原因 那就是寒冷 对整个事态的影响 一个人举着铁锹汤穴走来时 他就暴露在了低温之下 此时 人体会试图为核心器官 如大脑 心脏 肺和肝脏 保存热量 要达到这一目的 人体就需要减少 位于外围的身体结构 如四肢和鼻尖的血弓 将血液导流 向前面提到的 那些重要器官 这个过程通过 局部血管收缩来完成 也就是让特定身体部位的 血管关闭 血管中有些微小的肌肉阀门 叫做毛细血管前阔约基 在收到大脑的指令后 他们能够关闭血管 毛细血管前阔约基收缩时 血流就不会通过 该部位的毛细血管床了 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试过暂时封闭的出口 这样一来 血液就绕开了毛细血管 由后 微动脉发散而出 从而绕开对应的组织 不像其供应物资 如下图幼厕所时 在你温暖的家中 吃过饭后 你的身体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只不过这次血液 被导流到了 另一片区域的毛细血管床 消化倒壁 此时 消化倒壁内的 毛细血管前阔约基 没有得到收缩指令 血液就可以流入 消化系统的毛细血管床 接受胃壁和肠壁吸收来的 营养物质 还是通过扩散 并将富含营养物质的血液 带回心脏 以供后续进入全身循环 准确地说 经脉血并不是从 消化倒净值返回心脏的 而是先流入肝门经脉 去肝脏里绕一圈 在肝脏内 肝细胞会将糖分分离出来 用糖分作为零件 将其重新组装成 类似淀粉的糖原分子 让肝脏将糖原储存起来 分离掉糖分后 仍带着大量 其他营养物质的血液 才会离开肝脏 经由下腔境脉 流回右心房 正是靠着这个过程 我们在吃完大量奶油蛋糕后 才不会过量吸收糖分 至于储存在肝脏中的糖原 它们还可以轻易地 被相同的肝细胞 还原成葡萄糖 释放回血液 这种还原过程 通常发生在两三之间 探测器一样的化学感受器 认定你的血糖浓度过低时 探测血糖的化学感受器 为雨颈动脉 为头部攻血和主动脉壁上 顾名思义 它们能够感受 流过它们的血液中 某种特定化学物质的浓度 如葡萄糖 氧气或二氧化碳的浓度 当血糖浓度下降的太剧烈时 化学感受器 就会向大脑传送神经冲动 转达这一信息 大脑则给出相应的回复 如葡萄糖太多了 储存成糖原 或者葡萄糖太少了 分解一些糖原 血液中还有一种蜡质液体 叫做胆固醇 虽然名声不好 但胆固醇确实具备 许多至关重要的功能 它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 可以协助传导神经冲动 还能参与合成维生素D 性激素 胆汁 协助消化脂肪 皮质醇 压力激素等物质 胆固醇与运输之质的蛋白质结合 在血液中流动 这些蛋白质主要分两类 高密度脂蛋白HDL 和低密度脂蛋白LDL 通常情况下 脂蛋白能够通过血管壁 进出血管 但低密度脂蛋白 有时会发生堵塞 造成脂肪组织堆积在血管内壁上 形成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由这些斑块造成的疾病 叫做动脉周样硬化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疾病 因为斑块的堆积 能降低血流量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让你直观地看到这一过程 就是打开你花园中 连着水管的水龙头 然后一脚踩在水管上 踩上去时 管内压力增大 水流量减少 如果你一直踩着 能保持几分钟呢 如果你的脚施加的压力足够大 水管可能会开裂 这种后果 如果发生在血管上 就是致命的 血管破裂 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大出血 甚至是死亡 话说回来 这些和消化有关的知识 与寒冷天气引发的心脏病 有什么关系呢 冠状动脉 是给心肌攻血的血管 活跃的消化系统会让血液被导流到腹部 减少冠状动脉的血功 对那些冠状动脉已经变窄 或者心脏在无压力的条件下 也只能收到勉强勾用的血量的人来说 此时再加上在寒冷户外进行的体力劳动 无疑会让心肌的血功大幅减少 进而让肌肉收到的氧气和营养物质量 降至危险的程度 更甚的是 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通常也会在冬天达到最低也最危险的水平 2006至2013年 心脏病专家帕拉格乔西带领团队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对280万名美国人的血液胆固醇含量 进行了研究 他发现在冬季吃得越多 运动越少 血液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所谓的坏胆固醇的含量 就会呈上升趋势 男性平均上升3.5% 女性平均上升1.7% 此外 冬季日照的减少 也会导致体内维生素D的含量降低 而人们认为 维生素D能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 现在你明白 我想说的要点了吧 避免在冬季过度劳动 尤其是在你刚吃饱饭之后 因为此时 被导流到消化道中的血液更多 或者在你近段时间 吃过高胆固醇食物之后 如加工肉制品 油炸食品 快餐和甜品 烟民也要注意 因为尼古丁能引起血管收缩 还有 馋血前不要喝酒 酒精也是强效的血管收缩剂 如果你想把暴风雪 留在你门前的杰索清理干净 请你注意保暖 时常停下来歇口气 还有换用小一些的铁锹 尽量推着血走 而不是把血缠起来 不过 最好的办法 还是直接雇个小孩 给你清出一条车道 或行人道 还是决定 自己来扫门前的血 好吧 没问题 但在你出门之前 我还得多忠告你几句 除了在低温下 高强度劳动 引起的心脏问题之外 如果环境太冷 超过了人体维持体温的能力限度 你的身体就会出毛病 举例来说 如果人体的核心体温低于35摄氏度 光靠颤抖等动作和减少消化道 枝端等处血供的做法 就不足以补偿失去的热量了 低温症发作时 循环系统 神经系统等器官系统开始衰竭 许多危险的症状开始出现 如协调性下降 认知能力减退 反应变慢等 俗话讲的动傻了 其实特别准确 寒冷也会影响人的判断力 随着体温下降 为了节省能量 你会越来越不想动 但迟钝的大脑并不知道 此时睡着的话有多危险 低温症最后的阶段 表现为呼吸和脉搏减慢 甚至停止 此时死亡也就快要降临了 所以我要说的还是那句话 雇个小孩吧 或者雇个代产血迹来干活的人 然而 绝大多数生物并不能扔下铁锹 回屋里暖身子疗事 因此 它们都进化出了独特的方法来 应对低温和环境给身体带来的压力 对恒温动物 包括扛铁锹扫血的我们来说 机体必须补偿 因低温环境损失的热量 让体内的温度保持相对恒定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体温会一直保持在37摄氏度左右 体温恒定主要是消化等代谢过程和肌肉收缩带来的结果 这些化学过程在发生时都会放热 就好像你打开汽车引擎后车一直是热的一样 汽油具有化学能 一旦和空气混合 并在一个小空间 汽车引擎的气缸内被点燃 就会发生一次可控的爆炸 将化学能转化为使轮胎转动的动能 由于没有机械的能量转化效率能达到100% 有一部分能量会在这个过程中散失 这部分散失的能量就以热量的形式释放了出来 这个过程你自己就能亲身体会 你可以打开汽车引擎 几分钟后让一个你讨厌的人去摸一下引擎表面 他感受到的能量就是在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时散失的能量 等他吼完你 你就可以给他讲讲其中的原理 人体内绝大部分的热量是在肌肉收缩时释放的 热量从发生化学反应的组织向外辐射 进入临近的毛细血管 透过其鲜薄的臂将血液加热 被加热的血液回流至心脏 进而流向全身 随着血液进行循环 热量也会逐渐从血液被传递到周围温度更低的组织里 但是是什么让人体的温度保持恒定呢 为什么当我们在寒冷的早晨出门时身体不会一直变凉 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藏在我们大脑的一个特定的区域中 也就是下丘脑 下丘脑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指挥中心 也就是控制着大部分不需要你的主观意识参与的生理活动的那个神经系统 这类生理活动就包括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 包括体温的恒定 你的皮肤内有温度感受器 说到温度感受器传来的神经冲动后 下丘脑就好像一个温控器一样 保持整个机体的温度恒定 一旦探测到低温 下丘脑就启动前面说过的过程 减少手指脚指等外周身体结构的血供 以及皮肤的血供 因为皮肤内的血管位于体表 会让热量快速散失 除此之外 下丘脑还会强制肌肉进行多次收缩 以产生热量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颤抖 有意思的是 有些皮下的温度感受器能学会忽略无关紧要的刺激 所以你在刚走到淋浴花洒的热水下时 会感到难受 但很快就感到舒服了 这种现象被称为热适应 在你穿袜子时 触觉也会发生类似于热适应的现象 其初 双脚和脚踝鼻下的触觉和压力感受器发出信号 大脑接收信号 因此你能感觉到自己穿上了袜子 但很快神经系统就开始忽略这些不重要的触觉刺激 让你能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比如确保自己的两只袜子配得上对 嗅觉和听觉也都有类似的感觉适应现象 外星 这种适应是有限度的 如果你穿的袜子里有根刺 或者血压持续升高 神经系统就不会适应这样的有害刺激 动物维持体内温度恒定的能力叫做内温性 而拥有内温性的动物叫做恒温动物 又称内温动物 如哺乳动物 鸟类等 是否具有内温性是区分恒温动物和变温动物 又称外温动物 如鱼类 两栖动物和大多数爬行动物的标准 变温动物就是所谓的冷靴动物 它们需要用外来的能量 通常是阳光 保持体温 让体内的组织和器官正常工作 先不论让体温保持恒定的具体方法 光是保持恒温这件事本身就有重大意义 大量化学反应新陈代谢的过程都只有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才能发生 那么变温动物怎么应对严寒 应对能把它们的身体和像血液这样的体液冻住的低温呢 我在前文中讲过 血红蛋白是一种含铁的分子 主要功能就是从肺货腮中带走氧气 将氧气运输至组织中 你没记错 氧气和血红蛋白的结合 也正是脊椎动物血液呈现独特的鲜红色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脊椎动物中有没有例外 其血液不是红色的呢 答案是有 这种特殊的血液属于南极冰鱼 恶冰鱼科 科学家1928年才捕获第一只标本 但19世纪的捕经人早就对这类鱼了如指掌了 恶冰鱼科的鱼类是目前人类已知的唯一一类 成年个体体内不含血红蛋白的脊椎动物 因此它们的血液几乎是无色透明的 我在本科期间曾在长岛大学南安普顿学院 上过三个学期的海洋科学专业课 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这种神奇的生物 我的鱼类学教授霍华德·雷斯曼告诉过我 恶冰鱼的血液除了缺乏血红蛋白 还有一个特点是含有一系列特殊的抗冻蛋白 让它们能在其他动物要被冻僵的低温下生存 和汽车防冻液类似 恶冰鱼的这种蛋白抗冻的原理也是通过化学性质来降低冰点 在恶冰鱼体内 抗冻蛋白能抑制组织包括血液和中空结构 如心脏、血管、中冰晶的形成 这种特性给了医学研究者很大的启发 让他们尝试着利用抗冻蛋白来保护处存在冰块中的组织和器官 以被后续进行移植或其他操作 有意思的是 恶冰鱼的这个特性倒是让欧洲的一家食品公司搞了个发明专利 他们利用基因改造过的霉菌生产出了恶冰鱼的抗冻蛋白 但用途和它最初的用途截然不同 这家公司用抗冻蛋白来防止冰激凌中形成冰晶 具体来说 冰激凌中的小冰晶会融化 然后再次凝结 形成体积更大 不那么适口的冰块 而加入了可食用的抗冻蛋白后 食客们就不会吃到各芽的冰块了 抗冻蛋白能粘附在小冰晶的表面 防止小冰晶具集成团 不过 我关注恶冰鱼的初衷 肯定不是提升冰激凌的口感 我是想知道它们在进化出这么奇特的特性之后 还能如何获取足够生存的氧气 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恶冰鱼研究专家克里斯廷 奥布莱恩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发现答案和它们的生境 身体结构 行为模式 以及一件物理学上的怪事有关 恶冰鱼生活在南大洋深处 南大洋环绕南极大陆 因此也叫南冰洋 在南大洋中 栖息的鱼类很少 捕猎者更少 基本只有海豹和企鹅 因此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和恶冰鱼竞争南极林虾 小型鱼类 螃蟹等食物 同时 恶冰鱼采取伏击的方式捕猎 这意味着它们只需要偶尔瞬间爆发高速就行了 由于无需进行长时间的运动 它们对氧气的需求就少了很多 另外 冰冷的海水也对缺乏血红蛋白的恶冰鱼有利 冷水比热水溶解的氧气更多 这是因为冷水中的分子运动比热水中的慢 分子运动的越剧烈 氧气分子就越容易从水分子之间逃脱 所以 冷水能溶解更多的氧气 这对需要氧气的生物来说是很有利的 研究显示 历史上第一只缺乏血红蛋白的恶冰鱼的出现是一个错误的结果 源于大约五亿年前发生的一次基因突变 幸运的是 由于生存环境中氧气充足 这个突变没能让这类古老的鱼类迅速灭绝 奥布莱恩认为 基因突变的结果是让恶冰鱼的循环系统发生了大规模的改造 和体型相近的普通鱼类相比 进化上的这次小差距让恶冰鱼的血流量增至四倍 血管直径达三倍 心脏更是大了五倍还多 这说明 虽然恶冰鱼的血压低 心率慢 每次心跳后流出心脏的血量却很大 同时 当血液抵达肌肉和器官时 致密的毛细血管网也能提升气体交换的效率 还有最后一点 在进化的创新作用下 恶冰鱼的体表没有了鱼鳞覆盖 因此 它们不仅可以通过腮吸收氧气 也可以通过皮肤直接吸收氧气 综上所述 没错 或许恶冰鱼的祖先能在冰冷的地方生活 纯属壮大孕 血红蛋白是存在于其他几乎所有脊椎动物血液中的氧气载体 而现在恶冰鱼已经成功补偿 缺乏这种重要物质所造成的损失了 恶冰鱼通过制造抗冻蛋白的方式防止自己被冰冻 而还有一些生物 它们活下来的方式恰恰是允许自己的身体被冻住 当温度降低时 某些蛙类如鲤蛙鼠的Rinesiovetica的心脏能停跳场达几周之久 肝脏等其他主要器官也会停止工作 这是因为它们已经被冻成了冰坨 等到春季来临 气温回升之时 这些蛙类还能复苏 心脏恢复跳动 很快就能恢复到被冻住之前的心率水平 我和迈阿密大学的生物学家乔恩科斯坦佐聊过这个 科斯坦佐是研究这种现象的专家 他一开口就先告诉我 虽然现在公众对生物抗动性这种广义的话题很有兴趣 但真正做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很少 科斯坦佐表示 20世纪90年代 借着人体器官和组织的冷冻保存这一课题 人们对生物抗动性的关注度达到了一个巅峰 但在那之后 这方面的研究就多少都有些不了了之了 我一下子想起了小的时候 听过的一则传闻 1966年 华特·迪士尼死后 它的遗体被冷冻保存了 据说 它的遗体被冷藏起来之后 就保存在迪士尼乐园加勒比海盗区域地下的一个秘密房间里 不过据他的家人讲 华特大叔在因肺癌去世两天后就举行了火葬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知道真相以后的失望心情 为什么林蛙能耐受严寒 同样住在森林里的人类却不能呢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了这位林蛙专家 他说 这是因为大多数生物的身体组织 在内部凝结出冰晶之后 都会受到严重损伤 已经无法再完整地解冻了 想象一下 表面有棱有角的小冰晶在组织间凝结 在细胞间和细胞内部凝结 科斯坦左说 冰晶会把一切都划破 也就是说 虽然在细胞外部积聚的冰晶也能造成问题 但在细胞内部形成的冰晶通常是致命的 除了结冰造成的结构损伤 冰冻还会让细胞失去液态水而发生过度收缩 让细胞膜和其他细胞组分功能受损 耗尽储存的能量 并阻碍细胞排泄废物 从而导致代谢废物积攒到有害的水平 可是 林蛙又是如何躲过冰冻造成的致命危险 从而活下来的呢 当外界很冷时 林蛙的体温会逐渐降到冰点以下 科斯坦左向我讲解到 他们生活在森林里 此时早已藏进了地表的落叶层之下 当然 此时外界已经很冷了 所以 周围到处都是冰晶 这些冰会慢慢地渗进林蛙潮湿的皮肤 科斯坦左提醒我 液态水的凝结是一个放热过程 也就是说 结冰的过程会释放热量 因此 林蛙的体温在刚开始冻结的前几个小时内 其实是不降反升的 体温上升时 林蛙的心脏也跟着剧烈跳动起来 心率甚至高到将近翻倍的状态 同时其心脏向身体释放 抗冻剂 这样的抗冻剂 要么能防止生物的身体组织被冻住 就像饿兵鱼的抗冻蛋白一样 要么就能在组织被冻住之后 防止细胞受到损伤 林蛙用的其中一种抗冻剂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物质 葡萄糖 葡萄糖平时是由肝脏释放进循环系统的 是一种高能糖类 在林蛙的身体被冻住的过程中 其肝脏一直在分解储存的糖源 生成葡萄糖 此时林蛙肝脏的生产效率提高 将高达平时80多倍量的葡萄糖 输入了血液循环 血糖水平的飙升 阻碍了细胞内冰晶的凝结 因为水都被排除了细胞 方式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扩散作用 或者在这个例子中叫做渗透 水从含水量高的细胞内部流向含水量低 充满糖分的外部环境 这样一来细胞就不会结冰 而发生膨胀也不会最终被撕裂了 稍后我们再来详细的讲解水的移动 动物学家肯斯托雷认为 葡萄糖的这种释放过程 其实是机体做出的一种夸张版的格斗 逃跑反应 即在面对压力时 大脑指挥肝脏 向循环系统释放葡萄糖的反应 此时高能的葡萄糖分子 被用作一种紧急的能源 驱动身体 格斗 或逃跑 看来当鳞蛙准备把自己冻成鳞蛙冰棍时 它的体内也冥想了类似的警报 最近 克斯坦佐的团队又研究起了另一种抗冻剂 氮气 他们的实验数据证明 某些肠道细菌在宿主被冰冻后 依然能够存活 这些细菌能释放一种酶 将鳞蛙体内积存的全部尿液里的氮释放出来 和葡萄糖一样 氮气也能保护鳞蛙免受冰冻和解冻过程中的损伤 人们认为 其原因可能是氮气本身的凝固点非常低 零下210摄氏度 克斯坦佐表示 刚刚所说的一切过程都发生在冰冻的第一阶段 几个小时之后 鳞蛙的体温不再上升 全身开始冷却 最终心跳停止 血管内的血液全部凝固 整个冰冻阶段 鳞蛙会一直保持这样的身体状态 持续时间可能只有一天半 等一场寒潮过去 也有可能持续几个月 让住在北极圈里的林蛙过个冬 这段时间 克斯坦佐说到 他们的心脏活动和呼吸全部停止 我又问他 有没有人研究过林蛙冰棍的脑电活动 是否也停止了 当脑电图归为一条横线时 我们就可以宣判一个人临床死亡 我很好奇 醒来的林蛙到底是不是复活的僵尸 克斯坦佐笑了 告诉我 说他听说 林蛙在冰冻后 大脑活动也没有了 但拿不出资料来证明 或反驳这一观点 我还发现 保护林蛙不被冻伤的 不仅有循环系统中的抗冻剂 似乎还有两栖动物体内水分的 大规模重新分配 通常情况下 水可以通过渗透作用进入 或排出细胞 体液 如血液或细胞内液的 主要成分是水 所以溶解在体液中的物质浓度 必须保持稳定 这至关重要 不然水就会进出细胞 以中和细胞内外的物质浓度差 细胞会因此缩水或肿胀 在林蛙冰棍体内 葡萄糖浓度的飙升 让其全身各处的细胞都开始发生渗透 此时细胞内的水分多于细胞外的水分 而一旦水被排出细胞 也就被排出了器官 在冰冻时 器官也就处于一种缺水状态 就拿肝脏和心脏举例 冰冻时失去的水量 可达起正常含水量的大部分 科斯坦佐对我如是讲解道 那么这些水最终去哪了呢 我问道 被排进了体腔 他回答 也就是胃肠道所处的空腔 我努力想象着 所以被排出细胞的水总共有多少 如果你把一只林蛙冻住然后解剖 大概能挖出一杯爆冰 我还记得 当时我在心里想他 肯定亲眼见过他所说的林蛙口味爆冰 紧接着他就证实了我的猜测 这种人的科研热情 可能只有那种能为了科学 把人类胎盘都吃进嘴里的人才 能完全理解吧 我一直听着 听科斯坦佐跟我讲 他们如何小心的把林蛙冰棍体内的冰挖出来 并称重 以计算这些水分占林蛙体重的比例 要知道 蛙类能挺过缺水的案例 其实并不显见 许多陆生蛙类和蝉除 对干燥环境都有极强的耐受性 或许进化 只是把这种能力进一步强化了 变为对冰冻的耐受性 最终 科斯坦佐团队认为 这种进化是林蛙为了将体内的水大量冰冻起来 又不至于太损害器官而想出的办法 并几乎都积存在了重要器官之外 等到春回大地之时 林蛙解冻 融化的冰块 重新给内脏细胞补水 而过量的葡萄糖则重弹肝脏 重新被合成为糖原储存起来 然而 有意思的是 科斯坦佐还没搞清楚 在林蛙解冻之后 究竟是什么因素刺激其心脏 重新开始跳动 其实 不只是科斯坦佐 目前还没人能说明白这个问题 在解冻过程中 林蛙的心脏腹跳没有特定的体温指针 也没有固定的时间 但不论这个刺激因素是什么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用林蛙的近亲 另一种陆生青蛙 北部豹蛙 Lithobase P-P-Ans 做实验时 复苏都没能成功 解冻之后 心脏确实开始跳动了 科斯坦佐表示 看起来心跳已经准备趋于平稳了 但就在这时 心跳会突然断掉 他向我介绍道 人们还不知道 为什么这两种青蛙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 但很可能是因为林蛙在适应过程中 进化出了某种保护机制 而北部豹蛙却没有 我问科斯坦佐解冻后的林蛙 是否表现出了任何副作用 他说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冰冻过程能影响林蛙的寿命 但似乎这对他们的交配能力却有影响 刚刚解冻的林蛙对异性几乎没有表现出一丝兴趣 在实验室中 科斯坦佐的团队为雄性林蛙搭建了塑料的测试环境 他们发现实验组林蛙在解冻后 可长达24个小时对交配毫无兴趣 而且就算这24个小时过去了 实验组林蛙在与未被冰冻的对照组林蛙的交配竞争中 依然表现惨淡 有人提出假说 认为这是因为解冻的林蛙正忙着消化体内大量的葡萄糖 实在无暇应对交配带来的压力 冰冻对林蛙还有另一个显著副作用 虽然用到的葡萄糖部分来自肝脏储存的糖原 但还有一部分糖原其实来自林蛙自己的肌肉 这种自食会消解用于跳跃的腿部肌肉 经过冬年 它们的腿部肌肉甚至能减少40% 其结果就是 刚刚解冻的林蛙可能已经残疾得追不到雌性了 只能静待腿部肌肉恢复到以前的大小和功能 林蛙在解冻后床上功夫的暂时退步 正好是伴随着所有适应性进化一起发生的权衡的一个实力 举例来说 闭管循环系统能运输更多氧气代谢废物和营养物质 但代价是维护成本更高 更耗能 也更易损坏 这就是进化生物学的一条规律生物体获得某项优势 就必定付出相应的代价 人们普遍认为 这种进化权衡最出名的例证就是连状细胞病 最常见的遗传性血液病 我们在高中都学过 基因是我们每个人遗传蓝图的一个个小的组成部分 控制着遗传性状如发色血型等 基因成对存在 每个基因都位于两条相似的染色体 同源染色体中的一条上 人类有23对同源染色体 总共拥有2万至2.5万个基因 你可能还记得 我们的每一对染色体 以及上面的基因 都有一条来自母亲 另一条来自父亲 我们获取这些染色体 靠的是父亲的一个精子细胞 和母亲的一个卵细胞 融合成一个单独的细胞 然后这个细胞进行分裂 发育 分化 最终变成我们 研究发现 导致连状细胞性状的基因 只有在某人同时拥有了两个该基因时 才会致病 在某些种族中 只拥有一个该基因的人数多的令人 难以置信 大约8%的非裔美国人 具有连状细胞性状 这表明 他们从父亲处或母亲处 获得了血红蛋白突变基因 但只有父亲或母亲一方 而非双方 这些携带者的生活完全正常 并不会因为红细胞成镰刀状 而表现出什么健康问题 但如果某人一出生 就带有两个血红蛋白突变基因 他的身体就会产生异常的血红蛋白 即血红蛋白S 进而出现严重问题 与正常的血红蛋白不同 血红蛋白S 能集合成长纤维状 从而使 承载它们的红细胞 扭曲成僵硬的镰刀状 或称月牙状 镰刀状红细胞 比承载正常血红蛋白的红细胞 携带的氧气量少 导致各身体组织得到的氧气量均减少 镰状细胞病最可怕的一点 是畸形的镰刀状红细胞 变形性差 无法再像正常的红细胞一样 通过细小的毛细血管 反而会造成血管堵塞 阻挡身体不同部位 如四肢末端的血流 堵在血管中的细胞 还会刺激痛觉感受器 而痛觉就是身体警告 我们出问题的信号 最终 血管堵塞将导致致致命的器官损伤 比如某些器官的梗死 在解剖学和生理学课上 经常有学生问我 为什么自然选择今年累月 还没把血红蛋白的突变基因淘汰掉 学生们的理论是 在现代医学发展起来之前 血红蛋白突变基因的携带者 更难活到成年 因此将有缺陷的基因 传给后代就更难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种基因没有最终消失呢 其实答案就藏在残酷的净化权衡当中 首先第一个线索是 连状细胞病最高发的人群 他们的祖先都来自非洲 阿拉伯半岛 地中海和中南美洲 正好是瘧疾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而连状细胞病基因的携带者 比正常人对瘧疾的抵抗力更强 因此 在瘧疾是公众生命头号杀手的地区 拥有一个血红蛋白突变基因 其实反而能提升健康繁殖的可能性 携带者不会死于瘧疾 就能把自己的基因传播开来 这一突变就一直留在了人类的基因库里 但很遗憾 获取这一优势的代价由那些拥有两个突变基因的人承担 他们会发展成连状细胞病 遭遇致命危险 这就是进化权衡 综上所述 周围环境的低温能给动物的生存带来威胁 也给不同的动物催生出了值得注意的进化权衡特征 有些动物按季节迁徙很长的距离 以追寻温暖气候 有些动物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来抵御寒冷 还有些动物 比如饿冰鱼和淋漫 则对严寒进化出了极端的应对之策 不过 动物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应对寒冷的方式 那就是进入冬眠或蛰伏的状态 然而 这两种状态也都给脊椎动物的心脏和循环系统带来了许多挑战 折服是一种类似低配版冬眠的状态 其间动物的新陈代谢率能量消耗的速率明显降低 折服一次通常持续不到一天的时间 而冬眠则可以视作一种周期性唤起的长时间折服 很长时间以来 科学界都以为折服是哺乳动物才有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现象 但最近的研究推翻了这种观点 我向南康涅迪格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副教授米兰达 邓巴咨询过这个问题 他的研究方向就是蝙蝠的冬眠 邓巴告诉我 现在很多专家都认为哺乳动物的折服 其实是从更早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特征 虽然今天的哺乳动物都是恒温动物 能产生并维持自己的体温 但内温性其实是脊椎动物进化出来的一种相对较新的特性 直到距今大约2.5亿年前才出现 在那之前脊椎动物还基本上都是变温动物 只能依靠外界环境来调节体温 和今天的鱼类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一样 当时所有的变温动物想必需要去到温暖的地方 尽可能地吸收周围环境中的热量 只要你见过乌龟 它在岩石上晒太阳 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场景了 你也可以去想象一只全身冰凉的变色龙 或者一条外表酷炫的眼镜蛇晒太阳的场景 后来一部分爬行动物物种进化了 变成了我们如今所谓的哺乳动物 但折服 变温 随周围环境的温度变化 而调节体温的能力 这些特征没有消失 和变温动物相比 恒温动物虽然受到外界温度的影响较小 但需要摄入大量能量 才能驱动机体的代谢过程来维持体温恒定 当寒冬降临 气温下降之时 恒温动物的能量需求有增无减 食物却越发缺乏了 邓巴告诉我 在冬天可用的能量来源很少 甚至没有 所以动物们纷纷进入折服状态 折服时间延长到整个冬季时 就成了冬眠 我又问他 蝙蝠是怎么进化出冬眠的特性的 他们的祖先是在热带生活的呀 在你的想象中 蝙蝠在热带地区发生折服或冬眠 确实看似不太可能 邓巴说 但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他讲解到 在气候炎热的地区 蝙蝠等小型哺乳动物 进化出了一种能力 能够关闭许多平常帮助 他们维持体温恒定的代谢反应 因为外界环境 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 他们不需要再从食物中提取能量 来保持温暖了 从本质上看 这种代谢减慢的变化 其实和寒冷地区的蝙蝠冬眠时 身体发生的变化差不多 人们认为 当蝙蝠离开热带 去其他气候区生活时 大自然让他们直接把 对付炎热的能力 拿来对付寒冷了 尽管人们熟知蝙蝠 在气温恒定的环境 如洞穴 深井中冬眠的场景 但其实大多数蝙蝠 在几乎任何环境中 都是可以冬眠的 我们见过在西宗的树皮和树洞中冬眠的 邓巴告诉我 还见过在建筑物中 甚至趴在地上的落叶堆里冬眠的 但我得说最奇特的还是日本的蝙蝠 它们在雪地里冬眠 在最近的一篇研究 乌苏里管鼻腹 Murona Asherensis的论文中 研究者写道 蝙蝠在雪中冬眠的现象 基本上只会在溶雪开始后出现 在研究者分析的22次案例中 有21次 它们都独自处在正在融化的积雪里 蜷缩在锥形的小洞中 身体呈球状或半球状 这样的姿势 有利于防止热量散失 如果论文作者评传号文 Herofumi Herokuwa和长版 由Yuna Gassakab的结论正确 乌苏里管鼻腹 就将是人们发现的第二种 在雪中冬眠的哺乳动物 第一种是北极熊 但北极熊的冬眠 究竟算不算真正的冬眠 目前还有争议 雄性北极熊一整年 都可以保持清醒 至于雌性北极熊 虽然它们在冬天会和幼崽 一起躺进洞穴 进入一种近似于冬眠的状态 但体温不会像一般动物冬眠时 一样剧烈下降 这种进化似乎是为了 让雌雄便于召开幼崽 因此 虽然成年雌雄 在长达八个月的冬眠期内 不吃不喝 新陈代谢率也有所下降 新率可从每分钟四十次降至八次 但真正的冬眠要求动物的体温 在整个冬眠期内 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所以 说不定乌苏里管鼻腹 才是唯一一种真正的雪中睡美人 体温是否下降暂且不谈 新陈代谢率的下降 是冬眠的一个重要特征 新陈代谢率下降 让蝙蝠等冬眠动物 在跃动过程中 消耗更少的氧气和营养物质 和北极熊的心率 骤向类似 蝙蝠的心率 可以从每分钟五百至七百次 降至二十次 人处于寒冷的环境中时 血液从四肢被导流向核心器官 以保证核心器官的血供和温度 动物在冬眠期内也有 类似的行为 唯一的一个显著区别 就是冬眠动物的心脏进化出了 在低温低氧的环境下工作的能力 对不冬眠的动物 比如人类来说 这样的环境条件 能导致心肌纤维性颤动 让心肌发生快速 无规律 不同步的收缩 带来严重后果 冬天 冬眠动物找不到食物 因此 它们消耗的能量 都来自体内积攒的褐色脂肪组织 在蝙蝠体内 褐色脂肪组织 储存在两个肩胛骨之间 这种脂肪和大部分脂肪不同 能通过化学反应进行分解 直接产生热量 过程中 没有中间步骤耗能 人类牺牲儿 体内也有褐色脂肪组织 婴幼儿尤其易患感冒 就是因为其体温调节机制 如控制肌肉颤抖的能力 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启动 另外 牺牲儿身体小 因此 体调面积与质量的比之更大 消耗热量的速度可比成年人快四倍 蝙蝠等小型动物也有这个问题 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 更易发生和体温调节相关的问题 因为它们体内可供消耗的褐色脂肪组织较少 这也是早产儿通常在出生后的前几周 需要净保温箱的原因之一 褐色脂肪组织的存在 也贡献了小婴儿特有的婴儿肥体态 这种体态能持续到褐色脂肪组织消耗殆尽 成年人体内几乎就没有褐色脂肪组织了 就算还有残余 一般也都积存在上背部 颈部和脊柱当中 蝙蝠等冬眠动物在冬眠期 会一直利用褐色脂肪组织 只要核心体温低于某个特定的值 就将其代谢释放热量 如果正在冬眠中的动物 遭遇了意外事件的干扰 比如过分好奇的人类 它们的身体就很可能会产生问题 因为每次醒来 动物都会消耗一些褐色脂肪组织 要是它们积攒的褐色脂肪组织用完了 可天气条件仍未好转 它们依然无法出去寻找其他能量来源 比如食物的话 那问题就大了 它们会饿死 冬眠有个有趣的副作用 就是让动物的寿命更长 同时延缓衰老 蝙蝠在野外可以生活20多年 这在它们这类体型的小动物里 算罕见的寿星了 毕竟绝大多数这类小动物的寿命都很短 其中由一小菊精 Sorex miniatus为典型 这类小型食肉动物体重大约为五分之一盎司 约5.7克 生性极为活跃 只削差不多1.5年 就能燃烧完自己的全部生命 米兰达 邓巴和我讲 他最近读到了一篇论文 是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新进灭绝物种委员会发表的 文中总结称 过去500年里 共有61个哺乳动物物种宣布灭绝 在这些灭绝的哺乳动物中 只有三种会冬眠的蝙蝠 邓巴说 所以它们肯定有什么独有的生存诀窍 第七章 赠你一颗动物的心 唱给婴儿飞衣的赞歌 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看到人 又从人看到猪 再从猪看到人 但它们已然分不出谁是猪 谁是人了 乔治 奥威尔 动物农场 对动物的心脏和循环系统 我们现在已经足够了解了 虽然不同动物的循环系统 在解剖结构上有巨大的差异 但纵观整个动物界 各种不同的循环系统 在功能上基本一致 蹦出血液或无脊椎动物的血淋巴 并使其在全身流动 接下来我们很快就会把注意力收回来 看看我们自己的心脏 但在这之前 让我们最后再看看 由于解剖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似 人类心脏和非人类心脏 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次 意想不到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初 美国加州洛马林达大学 医疗中心的心外科医生莱纳德 贝利1942-2019 开展了一项实验 将山羊的心脏移植到小羊的体内 实验很成功 它的实验品不仅活到了成年 甚至还进行了繁殖 生下了后代 这次成功给了贝利的团队极大的鼓舞 他们希望有朝一日 能将同样的技术应用到 一类特殊的人类婴儿身上 也就是那些心脏有缺陷 且在当时看来无法手术治疗 全无存活机会的新生儿 给人类进行移植时 宫体心脏来自肺肺 因为肺肺在基因 发育和生理特征方面 都和人类相似 仅从心脏的角度看 肺肺的心脏和人类的心脏 几乎别无二致 就连血型分类都和人类差不多 它们也有A B AB血型 只是 O型比较稀少罢了 1984年10月 贝利的同事 新生儿专科医生道格拉斯 带名联系了一位患儿的母亲 告诉她 有一种移植手术有可能拯救她的孩子 于是 这位年轻母亲 从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 去了一趟洛马琳达大学医疗中心 与贝利见了一面 一开始 她怀疑这个医生是不是疯了 但贝利花了好几个小时 仔仔细细地和她一起盘点了过去的实验 最终 这位绝望的母亲还是同意了手术 但心里其实并没有抱着成功的希望 就这样 这位化名为婴儿飞衣 Baby Faye的化儿 在全世界出了名 婴儿飞衣 出生于1984年10月14日 患有先天性的左心 发育不良综合症 左心发育不良化儿 在当时没有存活希望 特点是左心是发育不良 二肩半 主动卖半狭窄或闭锁 症状包括呼吸困难 胃养困难 以及皮肤 嘴唇 指甲等处出现蓝紫色 这种现象叫发肝 是氧气供应不足的典型表现 手术团队选择了最符合移植条件的六只小肺肺 在10月26日 于洛马琳达大学医疗中心实施了手术 一组医生在一间单独的重症监护手术室内 摘除了肺肺的心脏 将心脏进入冰凉的生理盐水 拿到另一间手术室 在另一间手术室内 另一组合作默契的手术医生 围着婴儿飞衣 为首的正式被例 婴儿飞衣自己的心脏状态极差 医生们切除了他的心脏 然后将宫体心脏置入他的胸腔 一支团队中的免疫学专家桑德拉 尼尔森·坎纳雷拉称 宫体心脏非常合适 贝利等人很快就把心脏缝合在了胸腔内 没出任何差错 紧接着 关键时刻到了 他们给婴儿飞衣进行了复温 让血液流入心移植的心脏 很快 他就开始跳动了 左心发育不良综合症 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哭了 2009年 尼尔森·坎纳雷拉对纪录片 史蒂芬妮的心脏 婴儿飞衣的故事 Stephanie's Heart The Story of Baby Fay 的摄制团队讲述道 听到心跳声的那一刻 我们都哽咽了 而后他又补充道 宫体心脏看起来毫无奇怪之处 也不会让人想起 他过去的主人 他看起来 就是一颗正常的人类心脏 他说 完全正常 术后 医生们轮流在婴儿飞衣的病房门口休息 值班 可就在他的恢复过程中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婴儿飞衣的故事 登上了全世界的新闻头条 很快 医院门口和莱纳德 贝利的家门口就挤满了反对者 抗疫的人们质疑医生将肺肺心脏移植给人类的行为道德何在 从动物权益保护到反对移植手术 站在各个角度发问 更甚的是 有记者挖出了婴儿飞衣父母的身份 人们又开始趋之若鹜 无休止地爆料他们一家人莫须有的背景新闻 贝利的整个团队也被人针对 他们努力拯救小女孩生命的真诚行动 被攻击 变成了只图虚名的噱头 幸好媒体的口诛笔伐也让一部分人产生同情 没过多久 婴儿飞衣的年轻母亲就收到了数百封表示支持的公众来信 没过几天 婴儿飞衣就已经完全清醒 摆脱了呼吸机 还可以自主计时了 他的医生和父母欣喜若狂 当然 和所有医治病人一样 婴儿飞衣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 他服用的是一种当时新上市的药物 名叫环胞素 以阻止身体对心器官产生排斥反应 术后第二周临近结束的时候 婴儿飞衣的身体开始出现并发症 医生们起初以为是出现了急性排斥反应 急性排斥反应是移植病人常见的术后并发症 医生们也有所准备 他们进行了相应治疗 加大了免疫抑制剂的用量 但婴儿飞衣未见好转 于是贝利他们开始怀疑婴儿飞衣出现了自身免疫应答 也就是说 他的免疫系统正在攻击体内健康的细胞和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面对的就是婴儿飞衣全身的器官系统一起罢工 1984年11月15日 婴儿飞衣去世 此时距离他做完移植手术还没到三周 在新闻发布会上 贝利首先对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表示了悲痛 并说他和他父母所做出的牺牲将给后世的患儿带来一线治疗的希望 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起初引起婴儿飞衣自身免疫应答以及死亡的确切原因是一个谜 但贝利后来表示 原因是医生将人类患者和肺肺公体的血型配错了 婴儿飞衣的血型是O型 但肺肺公体的血型为AB型 贝利称其为一次引发了严重后果的技术失误 如果婴儿飞衣是AB型血 它就能活到今天 1985年 他对洛杉矶时报记者如是说道 贝利解释称 他决定施行移植术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 血型不匹配不会有严重影响 或者可以用免疫抑制剂来规避问题 但不幸的是 血型不匹配带来的是巨大的悲剧 其背后的原因 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解输血时详细讨论 虽然婴儿飞衣的死亡极其悲剧 但用尼尔森坎纳雷拉的话讲 他掀起了一场移植革命 婴儿飞衣让公众关注致命心脏畸形化儿的命运 也表达了医学界对各年龄段器官捐献者的迫切需求 随着新生儿心脏捐献者增加 贝利的团队很快就不做跨物种的移植手术 或称一种移植 而专注于人类婴儿之间的移植手术了 1984-2017年 他在洛马琳达大学的儿童医院里 共计主导了375场人类之间的心脏移植手术 不过 有其他研究者继续在做一种移植方面的研究 可是 虽然灵长类动物的心脏和人类心脏几乎没什么差别 科学界却认定它们并非人类宫体最好的选择 主要是因为灵长类动物 包括肺肺 大猩猩 黑猩猩 自己的后代也不多 能够供应的器官 数量也是有限的 猪是科学家公认的良好选择 不仅是因为 猪的心脏 在体积 结构和功能上 和人类心脏类似 此猪产下的后代数量 也很可观 虽然利用猪进行一种移植 可能会发生组织不相容 但人们目前正在试着用基因编辑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验中 人们可以使用基因组剪刀 Crisbell技术 对猪的基因进行编辑 这项技术不仅能让猪的器官 免受人类免疫系统的排斥 还能敲除和猪内源逆转路病毒 Toros相关的基因序列 要知道这种病毒是有可能传播给人类的 最近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了 将基因编辑猪的器官移植 给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实验 利用猪进行一种移植的临床前研究 也有望最早于2021年开展 今天 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矿儿的育后情况 和1984年相比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除了人对人的同种心脏移植 和免受排异的一种移植手术 患者还可以选择对心脏 进行三次分期改造手术 来进行治疗 心脏分期改造手术 NOVA的手术 一期手术一般在化儿出生后 几天内进行 术中 心脏右侧接收缺乏氧气的血液 并将其蹦入肺的一侧将被改造 用来承担正常情况下 心脏左侧的工作 即接收来自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 并将其蹦至全身 医生使用修补 血管移植等多种手段 确保有足量的血液记录费 让新生儿能够存活到进行二期手术 二期手术一般在化儿出生后 六个月左右是进行 术中 上腔静脉将被重塑 使其完全绕开心脏 将来自上半身缺乏氧气的血液 直接送入肺 这个操作在很大程度上 释放了右心房和右心室 使其有更大余力 承担新的职责 最后 等到化儿长到一岁半至三岁的时候 医生再将其下腔静脉改道 三期手术都做完后 化儿体内回流心脏的 全部缺乏氧气的血液 都会被直接导入肺 而右心室 就可以完全承担左心室的职责 将富含氧气的血液 通过主动脉蹦至全身了 像心脏分期改造这样的手术 效果显著 拯救过无数生命 目前 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人数众多 常常等不到移植机会 而经过基因改造的珠心脏等器官 能改变这一现状 研究前景也非常光明 回首过去 我们对心脏的了解 是如何发展到 今天这么深入的程度的呢 很快 你就将看到答案 简言之 这条道路绝非捷径 第二部分 我们知道的 和我们以为 我们知道的 古人对人类解剖结构 和器官系统生理功能的理解 常常变化 既令人瞠目 也令人疑惑 这背后的原因之一 就是古代的医学典籍和文献 总是残缺不全的 有些是宏大著作中 残存的支言片语 有些则是不同作者 共同完成的知识汇编 有时候 这种合集的编著 可能历时数百年 里边的知识经常前后矛盾 况且 古代的知识 都不能直接通过阅读获取 一切可以读到的知识 都是通过现代的翻译 为我们所知的 许多古代著作讲解的都是精巧的结构 如动脉 静脉 神经 以及复杂的疾病 如心脚痛和心肌梗死 而翻译工作是相当主观的 是将文字从古代语言力求准确地 转变成其他语言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某些词汇偏离原意的情况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古代典籍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特点 那就是那个时期的医生和学者有很多观点是错误的 他们的医疗器具原始 行医环境也受到社会和宗教的严格限制 而且和今天的我们不同 许多古代医生不分专科 除了行医 他们写诗 评论政治 真边实事 还跨界研究其他学科 比如数学或者物理学 考虑到这些 我们不妨多去欣赏古代医生们做对的地方 不要吹毛求疵 揪着他们的错误不放 我们还可以以古代人的错误为鉴 提醒自己固不自封是很危险的 古代的医学知识 在学者 教师和医生群体之间 靠不假思索的死记应被代代相传 导致许多错误流传了数百年之久 第八章 心脏和灵魂 古代和中世纪对循环系统的认识 我们已知的一切和未知的一切相比 还是太少了 威廉 哈维 心血运动论 古埃及人准备给遗体下葬的时候 会先把遗体的器官依次取出 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 他们对死者的心脏怀着极高敬意 认为心脏记录着死者一生的善恶 古埃及人会将心脏置于坛中 或放回死者的胸腔内 这样一来 这颗心脏就能在冥界和女神马亚特的羽毛比重量 马亚特是古埃及的真理与正义之神 有权平断心脏的主人生前是否善良 然而 大脑在古埃及的丧脏文化中 就没有这么高的待遇了 人们只会用一把钩子 把大脑从鼻孔里粗暴地拽出来丢掉 这样的行为 组证古埃及人认为大脑毫无功能 或者全无用处 如果你设身处地地站在古埃及人的角度想想 就会发现心脏是灵魂的居所这种想法完全合理 1978年 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罗杰 弗伦奇就针对这个观点发表过论文 他这样解释这个问题 生物体是温暖的 它们都会动 既会自发地动 也会因外界的改变而动 心脏也是温暖的 也会动 心脏的运动是自发的 这可能和呼吸有关 它显然也可以对外界的变化做出反应 比如在遇到危险时 心跳加速 在埃及 心脏及其周围的血管 被视为生物的生理核心 弗伦奇写道 心跳就是心脏通过血管在说话 血管把必要的分泌物和体液输送到身体各处 还对各种疾病的产生负有责任 它们携带生命之息和死亡之息 对那些寻找灵魂居所的哲学家来说 心脏就是苦苦追寻的答案 埃及有些关于心脏的古籍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5年前后 有些现代翻译版本指出 古埃及医生或许已经对有些心脏疾病 有了颇为深入的认识 比如心肌梗死 甚至包括动脉瘤 动脉瘤指的是动脉壁变薄 导致膨出产生危险 一般来说 动脉瘤常发于大中型动脉 多鉴于胸主动脉和副主动脉 也可鉴于恰动脉 骨动脉 位于膝盖后侧 骨动脉或颈动脉 动脉瘤常被人称为无声的杀手 因为在平时这种病没有症状 可一旦破裂 主动脉上的动脉瘤 以及另一种相关的疾病 主动脉加层的致死率 可达75%至80% 主动脉加层是指主动脉内膜撕裂 导致血液渗漏 并积存在主动脉壁的内外膜之间 不断升高的压力 让加层破裂的风险越来越高 现代医学界认为 超生检查可以在动脉瘤破裂之前 检查出血管壁膨出 因主动脉瘤破裂和主动脉加层 而死亡的患者中 有90%都可以因此被挽救 然而 历史学家 作家约翰 卢恩提醒人们 不要轻易 把古埃及人的认知和动脉瘤等具体疾病 画上等号 在著作古埃及医学 Incient Egyptian Medicine中 卢恩认为 医学典籍难以借用 现代心脏病学的概念进行翻译 因为古埃及和现代的概念体系相差悬殊 也因为象形文字本身 就很难准确地翻译出来 不过 虽然古埃及人了解动脉瘤 可能只是现代人的推测 但人们公认的是 古埃及人相信 从鼻子吸入的空气 会经由肺济入心脏 然后被心脏迸出 竟由动脉流向全身 给全身带来脉搏 这个观点听着也有点奇怪 但卢恩指出 如果你拿富含氧气的血液 来代替它们所谓的空气 诊断 叙述其实就和真实情况 颇为相近了 在当时 埃及的医学知识 被其他文化奉为规念 因此 他们关于循环系统的观点 也就被其他文化接纳了 古希腊和古埃及的文化交流广泛 既有直接的交流 比如 古希腊的托勒密王朝 曾统治埃及275年 也有间接的交流 许多古埃及文学著作 曾被希腊人翻译并改编 因此 在这些文化中 人们对心脏的看法 是有众多相似之处的 西伯克拉底 约前460前 377 常被人称作医学之父 现代医学的西伯克拉底誓言 正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西伯克拉底 是希腊科斯岛一家医学院的院长 因其哲学思想和医学观察 而轻视流明 除此以外 他还一直致力于将医学与魔法 迷信划清界限 在西伯克拉底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 所有的疾病都是众神的惩罚 预防或治疗疾病的唯一方法 就是用赞颂 纳贡 祭祀 或祈祷的方法来取悦神明 但西伯克拉底深受埃及医学思想的影响 强调清洁环境和健康饮食等概念 他还认为 人体内有动脉系统 内部充满空气 这应该也是受了古埃及人的影响 举个例子 西伯克拉底认定气管属于动脉 这也就是为什么气管最早在希腊语里 被称为Arteria Aspira 以为粗糙的动脉 西伯克拉底是不是也和古埃及医生一样 认为心脏是灵魂的居所 这一点我们还不清楚 他在著作中表达过前后矛盾的观点 有时候说是心脏 有时候又说是大脑 历史学家认为 这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无法分辨所有署名 西伯克拉底的著作中 哪些真的是他写的 哪些是他的门徒或同行写的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在西伯克拉底之前不久 古希腊还有另一位自然哲学家 医学家奥尔克麦翁 Alcmean of Croton 关于人体如何运作 阿尔克麦翁提出了一套 在当时极具开创性的理论 在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40年这段时间 他提出大脑才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他认为大脑不仅是智力的源头 还是眼睛等感觉器官的必要 伙伴 这一论断让阿尔克麦翁成了史上第一位脑本位主义者 也就是信奉人体的功能 均以大脑为中心的人 但在他之后的好几个世纪里 脑本位理论都上不了台面 新本位理论才是主流 新本位主义者中最著名的一位 就是亚里士多德 前384前322 虽然亚里士多德被后世称为生物学之父 但他对心脏 大脑 肺等器官的认识并不准确 他能赢得这一名号 更多的是因为它是生物分类学的开山鼻祖 亚里士多德仔细观察过几百种动植物 并对许多物种进行过解剖 利用观察到的动植物特征 如有无血液开创了一个系统 让所有生物都可以被分类研究 亚里士多德观察过小肌胚胎的心脏活动 发现心脏是第一个发育的器官 他提出假设 认为大型动物如人类学心脏都有三个腔式 即左腔 右腔和中腔 而中型动物的心脏有两个腔 小型动物的心脏就只有一个腔了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 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是智力 情绪和灵魂的居所 他对神经系统全无认知 因此指出 心脏是所有外来感觉信息的处理中心 眼睛 耳朵等器官 将信号通过血管传递给心脏 至于大脑 亚里士多德给他安排了一份非常平凡的工作 差不多就是一个散热器 冷却心脏用的 亚里士多德身后500年 盖伦约129-200 出生在爱奇海岸的小城帕加玛 帕加玛本是古希腊的一部分 在盖伦的年代已经并入了罗马帝国 盖伦是一位建筑师的儿子 家境富有 最终走上了医生和哲学家的道路 他在医学界的影响极为深远 其学说以及他的门徒们的学说 在之后的差不多1500年里 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盖伦受到西伯克拉底影响 年轻时四处游历 在埃及亚历山大党 当时科学和医学发展的中心等地 获得了丰富的行医经验 他信奉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相信灵魂的存在和灵魂 与器官的紧密联系 而他自己很快也将亲眼 进行这样的观察 盖伦在家乡的罗马角斗士学校 当过医生 在之期间 他对人体的解剖结构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治疗过大量划伤 砍伤和外伤截肢的病人后 盖伦发现 他可以向伤口试用收敛剂 如醋来抑制出血 收敛剂能让血管收缩 减少伤口流出的血量 同时 他还会使用在酒中浸泡过的绷带 和还有香料的软膏 来促进伤口愈合 防止感染 虽然他本人对感染是什么 以及感染的成因毫不知情 但治疗过程中 使用的酒 很可能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盖伦将外伤成为身体之疮 公元160年前后 他搬到罗马居住 随即发现罗马城禁止人体解剖 他的理论也受到了影响 古希腊也有过禁止人体解剖的禁令 只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短暂地放开过 但就在那一小段时间 出现了很多大发现 那时候医生赫罗菲拉斯 Herofilis of Chalcedon 和年轻的后辈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Irasistratus of CEOs 对死刑犯进行过活体解剖 在解剖实践中 赫罗菲拉斯发现了心脏伴膜 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则解释了心脏伴膜的单向通过性 后者还发现心脏是一个泵 此外 二人一起发现了动脉和静脉 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区别 但他们均未能纠正 当时认为动脉中充满空气的错误观点 对人体解剖师以禁令 无疑严重地阻碍了古希腊 和罗马的医学和生理学进步 在赫罗菲拉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之后 这条禁令在西方世界 持续了1800年之久 其间先有例外 直到14世纪才终于被意大利废除 1992年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冯·施塔登提出问题 为什么人体解剖在古希腊被视为禁忌 他总结了两条主要原因 第一 当时令人生味的文化传统认为 尸体具有毒害和腐蚀的力量 任何人只要和尸体有接触 哪怕只是看了一眼爱人的遗体 就都必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 环节包括泡澡 外涂各种物质 如血液 泥土 烟熏 还有祷告 在死者的住处和埋葬地点 人们也会进行类似的仪式 因此任何进行人体解剖的人 都跨越了当时文化传统 所能接受的极限 脏污程度 堪比犯罪 冯·施塔登分析 第二个让希腊人禁止人体解剖的原因 是割破皮肤背后的负面含义 他指出 希腊人认为皮肤象征着整体与和谐 据此推测 战争时期应该属于例外 此时希腊人可以刺穿 砍靴 切开敌人的身体 几百年后 盖伦在罗马也碰上了同样的禁令 因此他只得借助动物实验 来推断人类循环系统的结构 他的实验品包括猕猴等原类 还有猪 绵羊 山羊和狗等 实验的场所常常不避人 所以名声也越来越大 盖伦延续着前辈的进展 将心脏描述为一个带有阀门的泵 同时不斥了长久以来 人们认为动脉中流淌着空气 而非血液的观点 他将狗的动脉在水下割开 血液而非空气在水中散移而出 据此 盖伦彻底证明了古埃及和古希腊医生的错误 表明了动脉不是呼吸系统的一部分 盖伦对其他器官系统也颇有研究 他指出了膀胱和肾脏的基本功能 验证并区分了卢神经和脊神经的功能 证明了大脑 而非心脏才是感觉传导通路和运动传导通路 也就是信息传入和传出身体的通路的核心 不过盖伦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中也有很多错漏 站在今天回顾过去 我们可以说盖伦的部分错误 是因为他无法搜集到人体进行解剖 比如他对肾脏的认知来源于狗 可犬类的右肾位置越高于左肾 而人类恰恰相反 盖伦留下的一个更大的错误 在于人体的运行方式 他认为动脉血和静脉血是完全不同的物质 流经不同的器官 用他的话说 静脉血是浓稠 暗色的 由肝脏以吃下的食物为原料制造 最终流入心脏的右侧 然后由心脏迸出 为全身提供营养 区隔左右心室的心室壁上 有肉眼看不见的小孔 在静脉血流入心脏后 一部分血液透过这些小孔渗入心脏左侧 根据盖伦的理论 血液将在这里和气 Numa混合 气是一种气态 有灵性的物质 从周围的空气中提血而出 通过气管和肺记录人体 最终被运送至心脏左侧 盖伦总结道 融合了气的静脉血 就是动脉血 更加温暖 颜色也更鲜亮 因此成了生命精气 这些生命精气经由动脉 游异全身 血液流入大脑后 与动物精气 Animal Spirit混合 而动物精气 平常就在中空的神经中流淌 至于代谢废物 盖伦称之为黑烟 Sooty Fumes 可以通过呼吸 从气管排出 哎呀 从解剖学的角度看 在盖伦 关于循环系统的所有谬物中 最严重的应该就是 他没能认识到体循环 和肺循环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 就是没能发现血液精油肺 从心脏右侧 流向心脏左侧 盖伦提出的理论 是心脏的左右两侧 靠一些看不见的小孔连通 这直接把人们对循环系统的理解 引向了歧途 误导了人们长达数个世纪 盖伦的循环系统模型 还有一点很令人遗憾 盖伦对西伯克拉底 早达600年提出的四体液说 深信不疑 四体液说是指认为 人体中有四种 由肝脏和鼻脏产生的物质 体液分别为血液 粘液 黄胆汁和黑胆汁 四种体液 对应着自然界的四种元素 空气 水 火和土 而且每种体液 都具有热 冷 湿 肝四种性质中的两种 上述排列组合 令人摸不着头脑 因为不同文献中的记载不尽相同 不过最为关键的是 如果你想保持身心健康 就必须维持四种体液的平衡 因为每种体液 对人体有着与其特性相应的影响 正因为有了这套理论 医师们 及当时所谓的理发师医匠们 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都在探索 应对体液过量的方法 举个例子 发热 以及伴随发热出现的脸颊潮红 心跳加速等症状 会被视为血液过多导致的结果 于是当时的医务人员 就靠减少血液量来缓解 经常给患者放血 人们相信 冷静 平和 面色发干 轻子 比狂热 躁动 面色潮红更健康 类似的 盖伦认为 各种体液以不同的比例混合 能让人们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 多血制的人 体液主要是血液 性格乐观 喜好交往 而 胆汁制的人 没有耐心 暴躁易怒 抑郁制的人 充满黑胆汁 容易忧伤 年夜制的人 看似安静沉寂 冷漠平和 这些词汇 直到今天 我们还能听到有人在用 虽然今天的人们 已经不会再拿 他们来武断地 定义一个人的性格 只是用来形容 暂时的精神状态 但其在历史上 有过的重要地位 可见一斑 虽然盖伦犯过很多错误 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理论给科学发展 带来的真正打击 并非出自他个人 而是中世纪的教会认为 他受到了神的点拨 无可挑剔 这才保证了 其理论得以长久地流传 盖伦著作等身 现存的著作就有将近三百万字 罗马帝国陷落后 他和其他罗马科学家名声受损 著作没能立刻 从古希腊语被翻译成拉丁语 当时学术交流所用的语言 不过在中世纪前期 盖伦的著作 主要被叙利亚的基督教科学家 翻译成了阿拉伯语 后续又从阿拉伯语 被翻译成了拉丁语 盖伦本人不信基督教 但其著作因众多译者的信仰 而戴上了越来越浓的基督教色彩 经过这么折腾 他的著作越来越迎合中世纪教会的口味 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教会对盖伦等一众理论与教义 可融合的科学家十分偏爱 这导致盖伦充满错误的理论 在世界各地都被奉为不可挑战的医学治理 216年左右盖伦去世 可他的理论在他死后还流传了1000多年 直到进入16世纪后 许多探寻真理的医生 才发现他们在点击中读到的内容 和他们的实际观察结果不符 最终 这场由教会支持的对新医学研究的打压 变成了知识的折眠 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冬眠 受到盖伦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医疗操作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放学 放学一直流行到了20世纪前夕 寿命长得惊人 最早把放学当成医疗手段的是埃及人 然后这种操作逐渐传入古希腊和古罗马 并在19世纪的欧洲达到顶峰 那时候的医生和理发师一向笃信四体也说 使用经过特殊设计的放学器械来治疗多种疾病 包括鼠疫 天花 肝炎等 女人要靠放学来治疗月经 准备进行截肢手术的人要靠放学来减少在肢体中循环的血量 甚至连溺水的人都要靠放学来拯救 相反 有些被诊断为缺血的病人 则会被强迫喝下刚处决的犯人的鲜血 古罗马的癫痫患者会喝下刚被杀死的决斗式的血 这可能就是这种操作的起源 医学史学家费迪南德·彼得 穆格和阿克塞尔 塔伦贝格进行过调研 发现有些古罗马医生认定 银血可以治疗疾病 部分癫痫患者的症状确实自愈了 这无疑被人当成了这种说法的佐证 但其实根本与银血无关 放学操作挺过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终于为人病气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 从欧洲到北美 科学和艺术都在不断地进步着 唯独医学在许多方面却停滞不前 而且就算很多地方 既用了用于放学的医疗器械 比如放学刀 外形就是一把小折刀和放血箱 内置多个刀片的小箱子 患者需将手指插入箱内 人们也还能搬出一种更加古老的放学工具 欧洲医治 Hirudo Medicinalis 欧洲医治是一种水质 属于环节动物和蚯蚓一样 具有锯齿一样的牙齿 唾液中还有一系列抗凝血剂 以吸血量大闻名 医生利用这些特点 拿它们来治各种疾病 从头疼脑热到精神疾病都少不了用它们 将水质用于治疗目的 最早可能源于印度的阿育费陀医学 这是一套全身治疗体系 起源于三千多年前的印度 在近代的雕塑中 古印度的医神谭范陀利 就常常手握水质 至于欧洲人 是怎么学会使用水质来治病的 有一种说法是 这种疗法沿着贸易之路 从中东或印度传入了欧洲 不过 就算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医生们 真的从印度和中东的医生那里 有所借鉴 水质疗法肯定 也有好几个独立的发源地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阿兹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 也用水质治病 在每种文明中 医生利用水质的原因是 类似的 都是因为有一套 类似的体液学说 通过让人体内 拥有不同能量的元素 达到平衡 人就能重获健康 历史上对水质最变态的用法 是由16世纪的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 德布朗托姆记录的 他写道 在新婚之夜 夫妇圆房之前 人们会把水质 塞到新娘的阴道里去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么做 可以让新娘像个厨女 水质在吸血后 会留下一串小水泡 内部充满血液 当新郎在新婚之夜雄啾啾的 记录之后 他就会弄破水泡 血液就会从中流出来 根据德布朗托姆的记录 必用水质 为新娘伪造厨女身份 并让丈夫为其粗暴破除 总是能制造出一种 床子间的极乐 下体沐浴在鲜血当中 双方都感到极大的满足 男人的自尊便也保住了 欧洲人喜欢用水质吸食人血 但在明面上对放血治疗 避而不谈 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 可能是难以启齿吧 比如在美国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1799年几名医生 为了治疗开国总统 华盛顿的烟部感染 抽走了他差不多80盎司 约2.4升的血液 他全身总血量的约40% 除放血外 华盛顿还被发疤 据说能带走疾病 但过程痛苦 同时被催吐 被灌肠 全身上下都不得安宁 有记载称 他在治疗过程中 疼痛万分 身体迅速衰弱 陷入了昏迷 在今天看来 华盛顿陷入了失血性休克 结果第二天就去世了 起初 我怀疑这些医生 是什么江湖骗子 但在回顾这段历史时 我查看了总统医疗团队的资质 发现他们并非能力不足 相反 华盛顿身居高位 为他诊治的医生们 自然也属一流 真正的问题在于 当时的医学界 依然深信盖伦相信的那套 漏洞百出的四体液说 这玩意儿 很可能是西伯克拉底 从更古老的古埃及 美索布达米亚 甚至印度 阿裕费陀医学中 借鉴得来的 结果却在西方医学界 代代相传 被捧上神坛 进入十九世纪 人们对水质的利用 达到了一个高潮 原因是 拿破仑的首席军医 弗朗索瓦 约瑟夫 维克多布鲁赛都在为他背书 布鲁赛亲切的管水质 叫医学吸血鬼 据说他不管碰见 有什么症状的病人 都先往他们身上挂三十条水质 病人病情严重时 布鲁赛甚至还同时 往他们身上放过五十条水质 搞得病人乍看之下 就像穿了一身闪亮的锁自甲 追逐时髦的女士们 注意到了这一点 开始纷纷把水质绣上衣裙 借着盛名 布鲁赛把水质在法国的流行 推向了高潮 光1833年这一年 法国就消耗了4200万条水质 这让当时不少家庭作坊 开始养殖水质 做法也很简单 只需把一头老马 牵到一片浅塘里 然后拿个筐 等着收获 吸在记主身上的水质就行 可怜的老马 二十世纪初 随着抗生素流行 水质疗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只在70年代前后 重新被人们用起来 当时 医生们开始使用 显微外科手术 重新结合断肢 重新吻合血管壁较厚的动脉 一般不成问题 所以 富含氧气的血液 可以流入结好的组织 真正的难点 是难以真正吻合 血管壁较薄的静脉 断肢在之后 静脉血常常发生停留 凝固 而不回流至心脏 此时结好的组织 无疑会坏死 然而 医生们发现 若此时将水质之鱼 接好的组织周围 它们就能形成 一套套体外循环系统 把人体内充满代谢废物 和二氧化碳的静脉血吸出来 而且不影响 动脉血滋润断肢 为断肢提供营养 与此同时 水质唾液中的抗凝血剂 还能抑制血栓生成 等到患者自己 长出新的静脉血管 血液循环恢复正常 水治疗法就可以停止了 通常 一场手术 就可以消耗上百条水质 而这些小英雄的结局 却不太体面 往往被人 丢在致命的酒精里处理掉 幸好 在西方医学 被盖伦的错误理论 拖累几百年的时候 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 还能自由地进行探索 在美国的一档 电视支离竞赛节目 危险边缘 Jeopardy中 如果提出威廉 哈维是什么人 那么势必有人会回答 第一个正确地指出 血液如何流入和流出肺的人 威廉 哈维是17世纪的英国医生 但准确地说 肺循环早在哈维出生前三百年 就已经被人发现了 那时候 全天下都赌信 盖伦的学说 那些针对血液循环 提出不同意见的探索者 堪称 冒天下之大不韪 伊本 纳菲斯 约121-1288 出生于叙利亚 博学 早年在大马市革学医 后任开罗曼苏里医院院长 29岁时 伊本 纳菲斯 出版了他最有名的学术专著 阿维森纳 一点解剖学评论 Commentary on Anatomy in Addison's Canon 阿维森纳是个拉丁文名字 指的是波斯学者 阿布 阿里 侯赛因 伊本 西拿 这位学者活跃在一世纪 针对许多主题 都写过精彩的论著 在医学方面 阿维森纳 研习过盖伦的理论 并根据自己的研究 对其进行校正后 才交给学生 他还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 认定心脏才是人体的控制中心 而非大脑 阿维森纳最著名的著作一典 Canon of Medicine 是一部五卷本的医学百科全书 融合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以及波斯 希腊 罗马和印度的医学理论 还有盖伦的解剖学与生理学论断 这部著作在中世纪成了标准的医学教材 还被翻译成了欧洲的学术语言 拉丁语 直到18世纪 伊典仍在被广泛的使用 评论阿维森纳的著作时 一本 纳菲斯指出了一个困扰医生和解剖学家上千年的问题 那就是新世壁上看不见的小孔到底在哪里 盖伦说血液要通过这些小孔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 可一本 纳菲斯在研究过比较解剖学也可能真的解剖过人体之后认为 盖伦提出心脏内有小孔 很可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大量的血液是不断经由肺从心脏的右侧流向左侧的 肺才是左右心室之间的沟通桥梁 一本 纳菲斯写道 心室是闭合的 没有阿维森纳和盖伦所谓的明显开口和通路适合让血液通过 心脏上没有小孔 而且心室闭很厚 血液必定在被吸食后通过肺动脉进入肺脏 冲入营养物质并与空气混合后 再通过肺经脉 最终抵达心脏左侧的腔势 一本 纳菲斯就这样 成了史上第一个发现心脏左右两侧连接通路的人 直到400年后 他的观察结果才终于被验证 解剖学家马尔切洛 马尔比基使用原始的显微镜 观察到了肺部细小的毛细血管 缠绕在一个个小气囊 也就是肺泡上的现象 通过探索这些毛细血管 他最终把肺动脉和肺经脉的功能联系了起来 即肺动脉带着缺乏氧气的血液进入肺 而肺经脉带着富含氧气的血液返回心脏 遗憾的是 虽然一本纳菲斯是史上第一个正确指出肺循环存在的人 但他的学说没能在西方医学界引起什么反响 反而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1924年 一名埃及医生才在柏林的一座图书馆里 找到了其著作的一个抄本 无独有偶 传统中医关于心脏和循环系统 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2000多年以来 中国人都认为心脏是百官之手 在历史上中医和西医对心脏基本功能的认识是差不多同步的 但中医至今都认为心脏主管神志 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中医 不过中医并不是本书想讨论的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 剑桥出身的哈维1578-1657 并不像一般的历史书中所介绍的那样 是心脏研究方面的先驱 但他无疑是最出名的 还是第一位指出 人体就像机械 每个器官都有一种或多种独特功能的西方科学家 哈维利用科学方法 将血液循环解释成一种自然现象 但这常常与圣经的教条或概伦的学说相悖 因此总会引起宗教和政治上的问题 通过使用蛇 鱼的血管 以及人类胳膊的前表动静脉血管进行实验 哈维发现循环系统的工作遵循物理规律 血液的流动是心脏波动的结果 在17世纪初 这一发现极具争议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一发现为后来启蒙运动时期的医学进步打下了基础 不过哈维也受到了时代的制约 他还是英国教会的一员 没能打破当时人们对心脏的学医学印象 依然认为心脏控制着精神 是全部情绪的居所 这种现代医学知识和根深蒂固的信仰之间的冲突 能够解释为什么理论和实操总是割裂的 虽然解剖学和生理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人们对抗疾病的能力 没有取得对等的进步 在体液学说 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用水质来让静脉呼吸的疗法 依然屹立不到 这就是实操跟不上理论发展的实力 当时 人们对上无法治愈的疾病 所做的一切尝试中 几乎都能找到这种割裂的影子 1628年 哈维发表了他的经典著作《心血运动论》 这部著作引起了很大反响 但在发表时 他其实是第三个或第四个站出来 纠正盖伦错误的人 并非第一个正确找出血液出入肺脏途径的欧洲科学家 迈克尔·塞尔维特约1511至1553来自西班牙 他研究得出了和一本 纳菲斯差不多的结论 及盖伦所说的看不见的小孔不存在 以及肺循环和体循环之间的真正联系 但有一说一 塞尔维特在提出这个理论时 很可能借鉴了一本 纳菲斯未受认可的观点 不过他的观点是不是原创我们不做讨论 1553年塞尔维特在长达七百页的著作基督教的复兴 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ity中如是写道 人们普遍认为心脏左右两侧的沟通是通过中央的心识币完成的 但其实不然 去除肺污后的血液离开右心时 会走上一段漫长的道路通过肺 血液被肺处理变为橙红色 然后由肺动脉流向肺经脉 真是巧妙的安排 不过很可惜塞尔维特在著作中否认的可不只是盖伦的血液循环理论 在书中他写满了亵渎神明的言论 甚至扬言反对婴儿洗礼和三味一体论 这让塞尔维特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 全是滔天的罗马教廷和新兴起的新教势力都被他激怒 很快就指控他为异端 1553年4月4日塞尔维特被逮捕 但三天后他就越狱了 法国宗教裁判所作出缺席判决 裁定他应该被处决 于是人们放火烧了他的雕像 还用空白的纸张代替真正的书籍 一并施以火刑 在逃往意大利的途中 塞尔维特在日内瓦被人抓住 罗马教廷和新教教会此时显示出了惊人的默契 一致决定将他处以死刑 这次他可不能缺席了 每个人看起来都认定塞尔维特最不龙珠 必须被烧死 但没想到德高望重的新教母是约翰 加尔文挺身而出 要求宽恕他 这可能是因为塞尔维特在参加加尔文的步道大会时被人抓住 加尔文心有不仁 然而加尔文的求情没能改变审判结果 于是他又转而请求教会改用斩首 不要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 最后 教会写信批评加尔文过分宽容 而塞尔维特也难逃和自己的著作 这次用的是真书 一起被处以火刑的命运 至于塞尔维特的著述 据说他死后只留下三本 幸免于难 被人藏了起来 以免被毁 基督教的复兴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 对医学来讲 等于是塞尔维特关于肺循环的论述 彻底被人遗忘了 进入十二世纪后 罗马天主教廷对人体解剖的禁令逐渐松动 只要解剖行为不是由神职人员主持 且在大学校园内进行 就都可以接受 借此东风 建立于1222年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学 就成了学者和医生研究人体解剖学的圣地 到了十六世纪中叶 帕多瓦大学 更是由于解剖学教师的发达 和比利时解剖学家安德利亚斯 维萨里1514至1564 经常光顾而驰名 那个时候 宗教 道德和美学 针对人体解剖的 禁令在拖累医学界 几百年后 终于得以取笑 而维萨里 在这一学科成了先锋 用盖伦无法实施的方式 对人体进行了研究 他绘制了一大套精美 细致的解剖图 普分发给学生 并经常在课上大谈盖伦的错误 1543年 维萨里发表了代表作人体的构造 The Harmony Corporate Fabric Libre Septum 在书中 他强调直接观察 是学习人体解剖学的重要方法 维萨里 对盖伦的质疑 在字里行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1555年发表的第二版中 有一句话说 血液把心室之间的隔膜充分尽透 从右心室流向左心室 为了修改这句话 他甚至对全文进行了一次修订 直接改成了 我看不到任何一点血液透过隔膜 从右心室流向左心室 然而 维萨里没能提出自己 关于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观点 除此以外 他还指出在解剖结构上 动物和人类有着重要的差别 盖伦主要依靠解剖动物做研究 维萨里在诸多器官系统的研究中 都颇有建树 但他最大的贡献 还要数把心脏看成全身血液循环的 泵这一下 正好进入16世纪后 机械泵开始广泛应用 将水运向各处 虽然人体解剖的禁令解除 帕多瓦大学许可维萨里做解剖研究 但是他动不动就搞出和几百年来的 医学传统相悖的结论 这依然让罗马教廷很恼火 就比如 他观察到男人和女人 拥有同样多的肋骨 这可跟圣经说的不一样 虽然他是对的 维萨里在从圣城 耶路撒冷返回的旅程中 离其死亡 有人猜测 他是因为解剖了一位还活着的贵族 才逃出西班牙的 但这种传闻缺乏证据 因此为维萨里作传的查尔斯 奥玛利并未采信 奥玛利指出 这趟朝圣之旅 很可能是维萨里逃离西班牙皇室的借口 他希望能重新回到帕多瓦大学 谋回过去的教职 可惜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出发 在到达扎金索斯岛 献属希腊时 维萨里去世了 死因不祥 现代传记作家认为 艰苦的航行条件 海难 传染病都是可能的死因 后来 维萨里的一位学生马太奥 雷亚尔多 科隆伯约1516至1559 接替了老师的位置 成了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 1559年 科隆伯发表解剖学 Diary Anatomyca 在关于心脏和动脉的章节中 他做出了关于肺循环的精确论述 比哈维更早一步 所有人都认为 两个心室中间的隔膜 开放了一条 让血液由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的通道 但这是大错特错的 血液应是由肺动脉流入肺 然后在肺中被稀释 最后混合着空气 经由肺经脉流入左心室 迄今为止 没有人在著作中写到这一点 但我们都尤其应该观察到这一结果 最终 波斯学者 西班牙医生和比利时 意大利的这两位解剖学家 都没能因为对循环系统的研究 而名垂青石 可他们分别指出了血液 从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的正确路径 尽管详尽程度不同 我依然为他们感到不公 一本《纳菲斯·塞尔维特·维萨里和克隆伯》的著作 可分别比哈维的著作 1628年早发表了389年 75年 73年和69年了 不过 我也完全肯定 哈维的贡献 他的研究帮助医生们 打好了许多基础 甚至可以说 他的研究 开创了现代心脏病学 他以科学观察为依据的研究方法 成了后世追随者的行动指南 让后世的研究者 对心脏和循环系统的工作方式 以及研究他们的方法 有了基本的见解 当然 针对心脏和循环系统 极带进行的研究 还有很多 比如科学家 还在探究脉搏和血压 还在改进听心音的器具 再比如 还有人在研究循环系统 和呼吸系统之间的气体交换 以及不断新增的各种循环系统缺陷和疾病 但远在血液的本质 和血液流向全身的通路被发现之前 有些17世纪的医生 就已经开始思考 在人生病时 与其把这些红色的体液给抽出来 倒不如多往身体里 注入一些更为合理 第九章 输入体内的应该是什么 从早期输血 输来到静脉注射 在生命被死亡占有前 几乎所有的血液 都会被替换成啤酒 比查德 洛尔 心脏学论 1666年 有人说如果一对夫妇不合 他们就应该互相给对方输血 让对方的血液 在自己的体内融合后 就能夫妻和睦了 塞勒斯 斯特吉斯 输血的历史 1614年 德国医生 化学家安德利亚斯 比巴菲乌斯 约1540至1616 成了第一个指出输血 而非放血 能成为治病方法的人 他还想出了一种 实现输血的方法 挤给血管外接管子 但同时也强调 这种操作难点繁多 不能鲁莽尝试 从结果来看 此话一点也不假 我来给现代的读者解释一下 早期的输血和静脉注射操作 王好听的说是很诡异 搞得不好的话 看起来就很可怕 这当然是因为 那个时代的人们 还没弄明白 循环系统的本质和血液 在其中穿行的方式 好不容易想出来的理论 大部分还是错的 有无数文字和口头的传闻称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接受输血的人是 教皇英诺森巴士 时间是1492年 这位教皇 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对男女巫师的审判 还有1483年 他任命臭名昭著的托马斯 得托克马达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有些19世纪的爷时里说 1492年时 教皇已然病入膏肓 几年间多次陷入昏迷 考虑到他残忍至极 有人会认为这种状态反而是好事 在所有试图拯救 教皇的努力都失败后 一位犹太医生毛遂自荐 想尝试一种新技术 意大利作家帕斯夸来 维拉里这样写的 老教皇俯卧着 全身的血液都是从一个少年的血管里流出的 他必须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教皇 这项艰难的实验被重复了三次 献血的三个少年全都毙命了 但教皇丝毫没有好转 可能是因为空气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血管 1954年 荷兰医学史学家赫里特·林德布姆 Jarrett·Lindy Boom做了详尽的调研 但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 这个故事真实发生过 林德布姆评价杜撰这个故事的人 称此人用他生动的想象力 编出了虚假的历史 教皇书写的故事 也有一丝血迹诽谤的味道 和人们几百年来 诽谤犹太人利用基督教徒孩子们的血液 去献祭的行为 异曲同工 15世纪 人们普遍相信 以用人类鲜血有致病的功效 所以 事实真相 更有可能是处于 弥留之际的教皇 在医生的指导下喝下了用孩童的血制成的药剂 不过这种说法 也有可能只是后人的诽谤罢了 成功且安全的输血技术 直到20世纪到来时才出现 在此之前 医生们尝试过把各种物质 也包括鲜血 注入患者的血管 在无数人经历过这种痛苦折磨之后 医生们才就此收手 克里斯托弗 雷恩1632-1723 是一名英国数学家 建筑师 最著名的作品 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 他对解剖学和生理学实验 也极有兴趣 在一封1656年的信件中 雷恩写道 我最近做过的最重要的实验 就是这个 我把大量葡萄酒和啤酒 通过血管 注入了一条活狗的血液当中 直到他被我搞得鸣鼎大醉 但很快他就把酒都给尿出去了 我还用同样的方法 试过鸦片和草药等 但这些东西要等很久 才能看出效果 我还想做更多实验 很期待结果 将来也会多多关注 生理学的理论和实践 至于为什么要把酒注入血管 背后的原因 又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 古罗马医生盖伦 盖伦认为这么做 能帮助肝脏造血 这种做法 也被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 马洛写进了戏剧贴膜而大地 该剧创作于1587年前后 把酒水注满他们空虚的血管 酒水便可化成深红的鲜血 给病人 输酒的做法 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60年代 之后便有医生 开始思考 如何给人类的身体 注入真正的血液 英国和法国一向不合 两国的医生 也互不承认对方在书血方面的研究成果 都想独占凹头 我梳理了两国的研究历史 发现了这两项确定的相近成果 1665年 英国医生理查德 洛厄1632至1691 完成了史上第一次直接输血 对象是两条狗 他将血液从一条狗的颈动脉输出 输入另一条狗的颈静脉 在利用每对狗进行实验前 洛尔都会把受体狗提前放血到冰死的状态 然后使其接受公体狗的血液 以重获新生 1667年 法国医生让巴蒂斯特·德尼 约1635至1704 首次将输血应用到人体 不过他用的公体不是人类 两年后 受到洛尔启发的德尼 用金属细管和中空的额毛 打造了一套器械 开始给病人输牛血和绵羊血 他的首批病人中 有一位叫安东尼·莫鲁瓦 接受的是牛血 据说莫鲁瓦患有造育型精神病 给他选择牛血看似不合情理 但其实是因为当时 人们认为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莫鲁瓦打老婆 四处裸奔 放火烧家 牛血的温和都能治愈他 德尼首先将莫鲁瓦 绑在椅子上放血 为的是放出他身体里的坏血 为好血疼地方 接着 他把金属细管插入病人胳膊上的静脉 通过吸管给病人输了差不多6盎司 约170毫升的牛血 此时 莫鲁瓦抱怨称 胳膊里似乎有东西在烧 但无其他严重副作用 小睡一会儿后 莫鲁瓦醒来 精神平静 这在不少观看了这场输血的旁观者看来 可比他之前的暴躁行为好多了 莫鲁瓦的妻子提议让医生第二天再输一次血 但不幸的是 第二次输血就没那么成功了 这一次输血后 病人开始大量流汗 一次次第将刚吃过的午饭 据说是培根和肥肉吐出来 呕吐的间隙说自己后腰剧痛 胳膊和腋下都向着了火 没过多久 莫鲁瓦就开始打寒颤 发烧 脉搏也变得不规律 鼻子流血不止 紧接着 他感到身心俱疲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 莫鲁瓦只觉得还是很困 精神状态很平静 和他自己相比 还很想排尿 根据记载 他排出了满满一大杯尿液 但颜色发黑 好像混合了烟囱里的油烟一般 用21世纪的知识反思历史 我们可以明确地判定 安东尼 莫鲁瓦的身体 是在排斥不相容的血液 出现背痛和黑尿的症状 是因为他的肾脏忙着处理 突然袭来的无数红细胞 这些被输入病人体内的红细胞 已经被免疫系统彻底撕碎了 这一过程就叫溶血 医生发挥17世纪的医学智慧 赶紧给莫鲁瓦实行了放学 这可是那个年代的治病万金油 最后 莫鲁瓦的身体慢慢恢复 但这必然是因为他走运 而不是所接受的那些治疗的功劳 不过可以想见 德尼将此视为输血疗法的成功 并很快就开始用来治疗其他病人了 与此同时 在英国 理查德 洛厄在伦敦皇家学会准备了一场演示 他雇了一个名叫阿瑟 科家的南青年 赴了二十先令 代价是要把一些绵羊血疏进科家的身体 当时 英国议员赛缪尔佩比斯说 这个科家脑子有点问题 发表会上 洛厄在绵羊的颈动脉 和科家胳膊的不知哪条静脉上 分别做了切口 然后在两个切口内 分别插入了一根银质细管 两根吸管中间用一根中空 与毛相连 根据洛厄的记录 输入受体体内的绵羊血 有9-10盎司 约266-296毫升 书写后 科家状态很好 自己手写的记录 对书写的益处大书特殊 而且认定 自己已经和绵羊血融为一体了 然而 刚过去几个月的时间 法国的病例 安东尼 莫鲁瓦就去世了 他的去世终结了英吉利海峡两边的这两个国家对于书写的执着 据莫鲁瓦的妻子讲 丈夫的狂躁行为复发了 因此需要继续书写 但后来人们发现 莫鲁瓦的妻子为了抑制丈夫的狂躁 自行给他做了治疗 他给丈夫的饮食里加入了深披霜 然而 在向德尼要求做第三次输血时 他隐瞒了这一点 医生看到病人的面色不够健康 拒绝了治疗的请求 莫鲁瓦几天后就死了 莫鲁瓦的妻子随即以谋杀的罪名 把德尼告上了法庭 德尼被逮捕 但法庭宣判他无罪 可即便如此 这个案子激起了民怨 以及德尼其他一些病人的死亡 还是让法国禁止了给人类书血的操作 1668年 法国颁布夏特莱赤令 Edict of Châtelet禁止了书血操作 英国紧随其后 在意大利出现两例与书血有关的死亡病例后 罗马的执法官也公开抨击了书血治疗 在这之后 各国对书血的热情沉寂了大约150年 1818年 在人们苦于女性分娩后 死于大书血之时 英国产科医生詹姆斯 布伦德尔1790-1878 进行了第一例人对人的成功书血 他先用注射器从患者丈夫体内抽出大约4盎司 约118毫升血液 然后把血液注入了患者胳膊上的前表静脉血管 据记载 经他书血后 半数的患者都有积极的预后 但很可惜 由于他使用的都是未经消毒的器械 而且他对血型知识完全不懂 死亡患者的数量很多 即便出于好心 这种治疗也还是被禁止了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输血在各国都是被禁止的 主要是由于结果一般都不太进入人意 但在那时 人们倒是经常往人和动物的血管里 注射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 1854年 加拿大爆发火乱疫情的时候 医生就开始给病人静脉注射牛奶 想出这一招的医生错误地认为 白细胞是变形过程中的红细胞 他们引述了过去的研究 宣称牛奶中的白细胞 其实就是油脂的威力 最终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红细胞 实际上 绝大多数红细胞都是由钙细胞转化而来的 钙细胞存在于骨骨 公骨等长骨内部的红骨髓中 每秒大约会有200万个红细胞产生 其寿命为差不多120天 120天后 同样数量的红细胞尸体则会被脾脏回收 直到19世纪80年代 爱尔莱医生奥斯汀·梅尔顿还在进行输奶疗法 1881年 他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 写到他为20位病人注射了牛奶 病人罹患的疾病包括结合 祸乱 伤寒 恶性贫血等 他解释称 在输奶后 病人偶尔表现出难以忍受的症状 甚至死亡 都是因为牛奶腐败了 为了防止这一点 梅尔顿建议医生改用养奶 并称养奶更容易取得 因为养和人的距离更近 可以避免挤奶和注射的中间过程 出现无谓的耽搁 诚然 上述的一切 在现代人看来都非常荒唐 但其实很好理解 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愿意把 输奶看成名单妙药 那个时代 一家驰名的大型制药公司 让人们拿海洛因给小孩治感冒 这个公司 现在也还开着 希尔斯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上 公然列着科卡因 对于什么才是或者什么 不是有效的药物 没人给出明确的界定 几乎任何东西 都可能被当成新一代神药 至于输养奶疗法 据梅尔顿自己说 他的同事们遵循着常识性惯例 已经能够预防操作后 常常发生的抑郁了 可以想见这些惯例 大概就是注射前 过滤出羊奶里的羊毛 或者看着羊 不让他们吃掉医院的床单吧 在我看来 输奶是比输血更有效 更安全的疗法 梅尔顿写道 新世纪来临之时 人们终于将生理盐水 应用到了静脉注射当中 给病人输奶的疗法 总算是被废除了 生理盐水是现代静脉输液治疗中 最常用的溶液 是将9克氯化钠溶解在1000克无菌水中 质得的浓度为0.9%的盐溶液 与血浆的浓度大致相同 生理盐水的首次应用 出现在1842年 霍乱疫情爆发的时候 当时 英国医生托马斯 拉塔在顶级医学期刊 《柳叶刀》上看到了 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 文章作者是刚刚当上医生 没多久的爱尔兰人威廉 布鲁克 奥肖尼西 奥肖尼西总结称 霍乱患者死于脱水 通过腹泻失去了大量体液和盐分 拉塔根据这一假设推断 医生应该使用浓度和血液相似的溶液 来补充患者失去的体液 他的补业疗法大获成功 但收获的反响 不足以推翻当时流行的标准疗法 放血 水质 催土 灌肠 可这些标准 疗法 只会让患者损失更多的体液 19世纪80年代初 人们对血液的认识更为深刻了 英国生理学家西德尼 林格在生理盐水的原始配方中 加入了甲 改进了生理盐水的功效 至今仍在临床上 广泛应用的乳酸林格液 就是以这位发明者命名的 1901年 奥地利生理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1868-1943 发现了A、B、O三种血型 就此彻底改变了书写的基本规范 简单来说 红细胞和其他细胞一样 表面都有特殊的蛋白质 附着在细胞膜上 被称为抗原 红细胞的抗原分为两种 A和B 如果供血者红细胞表面的蛋白质 和受血者红细胞表面的蛋白质不匹配 受血者的免疫系统 就会攻击供血者的血液 导致的结果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溶血 名副其实的血细胞溶解 血型不符的输血 除了给以肾脏为主的泌尿系统 增大工作压力外 还会导致红细胞聚在一起 而产生危险 这种现象被称为红细胞凝极 能补色细小的血管 造成如脑粗重 或器官衰竭等严重疾病 红细胞凝极 还会进一步加重受血者的肾痛症状 17世纪那些 接受了动物血液的受血者 正式遭遇了这样的剧烈反应 如今 人们已经解决了 有关凝血和公血者血液储存的 相关问题 也发现了RH血型系统 和RH因子 Rhesus Factor 又称横河猴因子 科学家第一次发现 这种抗原是在横河猴的体内 因此就叫它们横河猴因子了 大多数人的红细胞上 都有RH因子 所以均为RH阳性 但也有些人没有 就是RH阴性 如果RH阴性血的母亲 生育多胎RH阳性血的孩子 就可能出现问题 在初次怀孕时 母亲体内会逐渐积攒 针对RH阳性血的抗体 孕育第二胎RH阳性血的孩子时 母亲的免疫系统 就会做好准备攻击胎儿的血液 不过万幸的是 现代的产前检查和治疗 足以预防上述情况的发生 除了血型检查外 在书写之前 医生还会对比和筛查血液中的 病原体和毒素 确保在手术 外伤 血液病等疾病的治疗中 使用的血液 是匹配且安全的 从四体也说 被提出和给人类输送 动物血液的蛮荒年代 到拥有现代医学的今天 我们走过了很长的道路 但正如几百年来 一步步摸索血液的功能 和治患方式一样 医生们也在竭尽全力搞懂 并治愈心脏疾病 让我们用困扰达尔文 长达五十年的疾病 和他最终的适事为线索 开启下一段旅程吧 第十章 达尔文之痛 皆稳虫的叮咬和心脚痛 听说过人们常说的 跑步上瘾虫吗 这下我可是真被他给咬了 萨迪克 汉 爱情 你这小虫 放过我的心 理查德 莫里斯 希尔维亚 莫伊 适者生存这个词 虽然并非达尔文的原创 但似乎永远和他绑定在一起了 然而 1836年 刚刚从贝格尔号 也称小猎犬号 上下来 经历了五年航行的 27岁达尔文 可真算不上一个适者 在随后的46年生命中 达尔文始终病痛缠身 症状包括心悸 胸痛 晕眩 疲惫 失诊 肌肉无力等 除此以外 他还有过视力下降 耳鸣 失眠 恶心 呕吐 浓肿和慢性欺障的毛病 1842年 达尔文协全家人 当时他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 离开了他口中烟熏火辽的 桑伦敦 往东南方向走了14英里 约22.5千米 搬到了安静的乡下 乡下的唐恩小柱 不仅让他有了更宽敞的生活空间 他和妻子 表姐艾玛 总共生了10个孩子 还标志着 他几乎彻底消失在了公众的视线当中 在辞传里 达尔文这样回忆当时的生活 我们参与了一些社交活动 在这儿交到了几个朋友 但这种快乐总在残害我的健康 在那之后 我就开始剧烈的颤抖和呕吐 随后的许多年里 我只得退掉所有的晚餐宴会 这让我很难过 因为那样的聚会总能让我开心起来 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也很少能邀请别人来家里 讨论科学了 达尔文避开了给他带来压力的娱乐活动 甚至连钟爱的乔治 弗里德里希 亨德尔的音乐剧 弥赛亚都不去看了 可最多也只能偶尔的减轻一些症状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时常感到疲劳 自己说像是被人从梦里叫醒一般 达尔文遗病就病了几十年 虽然他的真实病因上有争议 但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他患的是遗病症 这种人不但害怕疾病 还错误地认定自己患上了严重疾病 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极为忧心 于是把当时所有可行的疗法全都试了个遍 其中有些在我们现在看来完全就是胡扯 比如往腰上戴一条电机腰带 放电刺激腹部电疗 再比如格力医生水疗法 也就是让病人被加热灯制烤 浑身冒汗之后 迅速拿浸透冷水的毛巾在他身上擦拭 后面这种特别的疗法 是由爱丁堡大学的医生詹姆斯 曼比格力发明的 其概念源于当时流行的理论 即疾病源于供给器官 如胃心脏的血弓出现了缺陷 简言之 格力认为通过用冷水擦拭身体 循环系统就能把疾病带离重要器官 转移到没那么致命的地方 比如皮肤 这些地方的疾病就好去除了 很快 水疗就成了达尔文最喜欢的疗法 而且可能还真起效了 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 这种离奇的疗法 配合了轻量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 达尔文曾这样写道 我一点糖 黄油 香料 茶叶 培根都不能吃了 任何好吃的东西都不许我吃 格力还顽固地反对 用药物治疗疾病 反而去追寻玄学和顺势疗法 顺势疗法是替代医学的一种 由18世纪90年代的德国医生塞缪尔 哈内曼创立 其理论基础是同样的治剂 治疗同类疾病 换句话说 如果一种自然界的物质 能让健康人产生某种疾病的症状 那么小剂量的 给病人使用这种物质 就能治疗这种疾病 要我说 就是扯淡 医生给达尔文开了一系列化学物质 达尔文也给自己开了一大堆化学物质 其中包括氨水 披霜 苦啤酒 B 现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 味药的有效成分 肝拱 一种含拱的泄药 也被用作原液杀菌剂 可带因 一种鸦片类止痛药 臭氧水 一种用于净水的氧化剂 氢禽酸 有剧毒 氧化铁 铁锈 鸦片顶鸦片的乙醇提取物 无基酸具体是什么酸味脂 碱性 抗酸药 马非等 不出所料 这些治疗无意能改善达尔文的健康状况 有人甚至说 这些垃圾反而让他的身体更差了 几十年来 达尔文始终忍受着慢性焦虑 主要是对心脏病和死亡降临的恐惧 与身体上的病痛 生活也十分不顺 十个孩子中有三个都去世了 尽管如此 他还是写就了十九本著作 包括代表作物种起源 研究了生物进化的机制 物种起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说它是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学术书 也不为过 鉴于此 有人也许会问 为什么达尔文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里 突然研究起了植物的性生活 兰花的受精 摊源植物的运动和习性 以及蠕动的运动 对植物感染霉菌的影响 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想象一下 达尔文近乎疯狂地想躲避一切社会压力 以防自己病得更重 所以想要避开大热的研究方向 做做这样的研究也不足为奇 而且这些研究同样很有创意 在科学上也很重要 沉浸在科学研究中 成了达尔文抵抗 纷繁世界诸多所事的主要武器 总算不是沉浸在冷水中了 1881年12月 达尔文感到了一阵严重的心口疼痛 疼痛的源头被诊断为 心脏正前方的胸部神经 医生称他的心脏状态很不稳定 并伴有心肌变性的症状 从达尔文那时候的信件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知道了自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他在给自己的老朋友 植物学家约瑟夫 道尔顿 胡克写信时说道 懒散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 我连一个钟头忘记痛苦的轻松时间都得不到 我倒觉得 目的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地方呢 接下来的四个月里 达尔文出现了好几次严重的胸痛 同时还觉得恶心和晕眩 这次 医生给他下的诊断是心脚痛 心脚痛指的是胸部发作的窒息性或压榨性疼痛 今天 我们已经了解到 心脚痛通常是冠状动脉疾病的症状 发生在冠状动脉被动脉周样硬化斑块堵塞 无法给心脏攻血的时候 在冠状动脉发生静卵时 心脚痛的症状也会出现 这种静卵有时会在服药 吸烟 预冷甚至情绪大起大落时发生 发病突然而短暂 但不论原因为何 在冠状动脉堵塞后 攻血不足导致心脊 不能接受到足够的氧气和氧料 这就是心脊缺血 心脊缺血会刺激心脏的痛血感受器 向身体发出警告 预警 如果血栓或斑块把动脉完全堵死 情况将会更加危急 最终的结果就是心脊梗死 心脚痛在发作时有时候很像心肌梗死 疼痛似乎来自下颌 颈部 背部 肩膀 或者左臂 如今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这是一种被称为牵涉痛的现象 即心脏的痛觉感受器发出信号 这个信号在传向大脑时 使用的神经通路和其他部位 如下颌 颈部 发出的信号 使用的神经通路挨得很近 甚至融为一体 这会让大脑以及我们误以为痛觉来自其他与心脏不相关的身体部位 心脚痛通常发生在剧烈运动或情绪剧烈起伏时 此时 人们的心跳加速 但氧气和营养物质没能跟上心肌突然增加的需求 情况较好时 当人们停止体力活动或压力消解后 心脚痛的症状只需几分钟就能缓解 虽然在达尔文的时代 心脏病学并不发达 但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医生已经发现 心脚痛有两种来源 其一 因疾病或衰竭造成的心脏结构变化 其二 情绪和精神状态 对于这两条 当时的医生们各持不同意见 达尔文的医生综合了这两条 告诫他好好休息 生活上要远离压力 至于达尔文 自己到底是怎么对待他体内这个不断恶化的 蹦的 我们就只能靠想象了 但他的大药箱里一定有止痛用的 马非和缓解静卵的亚硝酸异物质 如果你觉得亚硝酸异物质有点耳熟 注意别和硝酸物质混淆 这是一种柴油添加剂 可能是因为直到今天 人们还在用它治疗心脏病和心脚痛 还有可能是因为它也是一种常见的娱乐性兴奋剂 亚硝酸异物质一般是吸入的 可使血管疏张 也就是让血管变粗 血管疏张后 血流量就会增加 血管静卵也就被缓解了 有趣的是 在血管疏张的同时 人们会感到短暂的亢奋 所以有时也会有人吸入这种药来助性 当和可卡因等药物一起服用时 亚硝酸异物质的药效会延长 另外 亚硝酸异物质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使肛门阔约积放松 1879年 亚硝酸异物质作为治疗心脚痛首选药物的地位 遭到了动摇 英国医生威廉·莫雷尔发表论文 研究了另一种化合物 硝酸甘油 这种物质在医用之前就已经很出名了 不过有时名声不太好 莫雷尔称 将一两滴硝酸甘油配成1%的溶液 其治疗心脚痛的效果 就比亚硝酸异物质好得多 硝酸甘油又名三硝酸甘油脂 起初人们认为 它的作用原理和亚硝酸异物质相同 也就是通过舒张冠状动脉 给需要氧气的心脏增加攻击 但实际上硝酸甘油 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减少心脏内的血量 这个原理直到它已经被应用在临床上之后 才被人们发现 不用蹦出那么多血了 心脏自然也就不必那么辛苦 对氧气的需求也就少了 不过莫雷尔他们虽然 可能没搞清楚具体原理 但对硝酸甘油舒张血管功效的认识 是准确的 服用后 人体能把硝酸甘油 转化为有强效 扩张血管功能的一氧化氮 1846年前后 意大利化学家阿斯卡尼奥 索布雷罗 首先合成了硝酸甘油 但借助这种物质 真正声明大造的 是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硝酸甘油 也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炸药 诺贝尔家是开火药公司的 他弟弟在一次爆炸中丧生了 在那之后 诺贝尔就开始研究如何让 硝酸甘油炸药更安全 他在炸药中加入了 稳定剂和吸附剂 最终造出了安全炸药 科学家为了避免吓坏 一听到炸弹 就恐惧的药技师和他们的顾客 将炸药硝酸甘油 改名为三硝酸甘油脂 诺贝尔几乎全部的财产 都是因为安全炸药的专利赚来的 没想到 在1896年他去世前夕 由于患心脏病 医生给他开了炸药治病 他自己都管这叫命运的讽刺 和亚硝酸异物质一样 硝酸甘油是人们沿用至今的药物 今天 硝酸甘油可以通过皮下注射 和静脉低注给药 但最常见的方式 还是舌下含肤片剂 在心脚痛刚刚发生时 患者可将药片含于舌下 或脸颊与牙龈之间 这些位置湿润且毛细血管丰富 药物很容易扩散进入循环系统 有些药物如果口服 其有效成分在通过消化道时 可能会被分解 从而导致降低药效或失去药效 也可能会被肝脏转化为 没有药效的代谢废物 因此对这种药物来说 正确含肤是很关键的 再举一个例子 降压药削本地平 也是需要舌下含肤的 另外舌下给药 还经常用于临终关怀的患者 他们可能难以吞服 麻啡等止痛药 也可用于患有胃溃疡 或严重反胃的患者 1882年4月18日 周二 达尔文睡得比平时晚 一直在和34岁的女儿 伊丽莎白聊天 临近午夜 她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疼痛 妻女拿来亚硝酸异物质 给她用白蓝地送服下去之后 她好了一些 但第二天一整天 还是觉得反胃 剧痛 最终在下午3025分 陷入了昏迷 医生判定达尔文 因为不稳定行心脚痛 失去了意识 1882年4月19日 下午40不到 达尔文就因为心脏衰竭 与世长辞 享年73岁 达尔文实在是太有名了 他死后 将近150年的时间里 总有学者想要找出 导致这位伟人陨落的病因 学者的推测 包括广场恐惧症 焦虑症的一种 布鲁氏菌病 一种细菌感染 慢性深中毒 慢性焦虑症 严重的慢性神经衰弱 克罗恩病 一种严性肠道疾病 周期性呕吐综合症 抑郁症 极端的疑病症 胃溃疡 痛风 乳糖不耐受 梅尼癌病 一种内耳疾病 恐慌障碍 乳酸酸中毒 与醋中氧发作 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 因心理压力 引起的皮肤病 甚至还有压抑的 同性恋倾向 1959年 在达尔文的代表作 发表100周年这一年 以色列热带病学家 扫罗阿德勒指出 达尔文的疾病 肯定不是源于心理的 而是来源于 几十年前的千里之外 他的成名之旅 1908年 巴西医生卡洛斯 恰加斯受到巴西中央铁路 主管部门的邀请 去到了一个 名叫拉桑西的小村 小村属于巴西东部的 米纳斯吉拉斯州 坐落在圣弗朗西斯科河畔 道路颠簸 因气候干旱 土壤贫瘠而出名 新修的铁路 以这里为终点站 村子里到处都是修路工人 他们大都生活 条件艰苦 肮脏 恰加斯被邀请来到这里 是因为多名工人生了病 生命垂危 人们认为他们感染了瘧疾 有关瘧疾的著作 已经汗牛冲动 但我还是想说 区区热带灾难一词 绝不足以形容这种 由文字传播的 致命疾病的可怕程度 就在上文提及事件 发生的几年之前 法国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时候 瘧疾和黄热病的组合 杀死了差不多 两万两千名工人 当为携带病原体的 雌性暗闻叮咬 一位瘧疾患者时 他就从患者的血液中获得了寄生性原生生物 绿原虫 蚊子再去叮咬下一个人时 就会把寄生虫传播给下一个人 瘧疾就这样扩散开来了 绿原虫一旦进入人体 就会进入循环系统 最终流到肝脏 在肝脏中繁殖 休眠 最长可以休眠一年的时间 等到他们离开肝脏 还会进入红细胞继续繁殖 在此阶段 病人会出现高热 颤抖 打寒颤 头痛 恶心 呕吐和身体疼痛的症状 恰加斯是研究瘧疾的专家 他建起了检疫的实验室 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面对的疾病 根本不是瘧疾 他观察到的病理特征 倒让他想起了非洲追虫病 又称睡眠病 一种由彩彩影传播的危险疾病 恰恰斯发现 患病的巴西工人 表现出了一系列急性症状 有人发烧 头痛 面色苍白 呼吸困难 还有人腹痛 肌肉疼痛 而且 许多来他的检疫实验室 就诊的人 眼瞼都肿大 八子 虽然大多数患者 似乎很快就痊愈了 但仍有约30%发展出了 一系列严重的多的慢性症状 包括中毒消化道病变 如食道和结肠的扩张 神经系统病变 如脑粗重 还有心脏疾病 比如心率失常 心肌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 因心肌无力迸出足量血液满足身体需求 导致的慢性综合症 后来 恰恰斯发现 这种疾病的真正始作俑者 是骚扰椎春 Triatoma infestans 这是一种吸血的昆虫 俗称接吻虫 这个名字 可能源于它们 有吸附在人脸上的习性 和蚊子一样 追春类昆虫 没有咀嚼式口气 因此 严格来讲 它们不会 咬人 这类昆虫 会用一根 能刺入皮下的口针 刺破你的皮肤 扎进你的血管 它们的唾液中 含有抑制血液凝固的物质 抗凝剂 能将之注入血液 最终 它们就会把口针 当成吸管 享用一顿鲜血盛宴 了解到 这类昆虫 喜欢生活在人家中 以及发现 它们在这片地区的 人类居住区里 无处不在之后 恰加斯写道 我们迅速开始继续调查 想探索 接吻虫的准确习性 以及它们 向人类传播 寄生虫病的方式 很快 追春携带的寄生虫 就被发现了 是一种原生动物 有部分生活 使负着 在追春的后肠内 原本 恰加斯以为 接吻虫 是通过叮咬 把寄生虫 传播给人类的 但后来 它发现真正的 传播途径 更不体面 为了在消化道中 给吸入的血液 腾出空间 同时 减轻食物中 多余的水分 所占的重量 追春会 一边吸血 一边排泄 另一种吸血服 The Modus Rotundus 也有类似的计策 来减轻体重 这种动物吸血时 高效运作的肾脏 能迅速把吸入的 血液中的水分 分离出来 通过排尿的方式 排出体外 这个过程 可以和吸血同步进行 这种蝙蝠 每日需要 取食的血量很大 可达体重的50% 要是多余的水分 堆积在体内 它们就没法跳跃了 吸血服 可是要通过纵身一跃 才能飞起来的 说回接稳虫的粪便 人们在揉搓皮肤时 藏在追春粪便中的寄生虫 就会经皮肤窗口 或附近的粘膜 一般是眼睛或口腔 进入人体 恰恰斯观察到 患者在把追春粪便意外揉进眼睛里后 眼瞼就发生了水肿 这是此病的典型症状 除此以外 寄生虫可以通过食用或饮用 被追春粪便污染的食物进行传播 也可通过分娩 由母亲传染给婴儿 为了纪念导师奥斯瓦尔多 克鲁兹 恰加斯将这种寄生虫 命名为克氏追虫 克鲁兹对追虫病的发现 也做出过重要贡献 后续的研究表明 克氏追虫通过上述粘膜内的毛细血管 进入血液 并随血液来到供给心脏的血管 入侵血管内皮 最终以此为中转站 进入心肌细胞 在感染克氏追虫的患者中 有20%左右的人的心血管系统 因为寄生虫的闪电站 而在结构和功能上 产生了不可逆的损伤 更甚的是 克氏追虫和其他种类的追虫不同 属于胞内寄生虫 也就是说他们能进入正常细胞 然后在里面繁殖 要不是这样 他们就只能在血液里生存 那治疗起来可容易多了 只要用抗生素等药物就可以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 虽然慢性患者的血液内 似乎已经检测不到虫体 但寄生虫常常依然牵藏在心肌组织当中 此时距离它们初次感染 可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对这些慢性患者来说 心肌的损伤成了它们的主要死因 今天我们将这种寄生虫病 称为每周追虫病 也叫恰加斯病 只有在患者病适后 进行检测才能检出虫体 恰加斯和后续的研究者还发现 克氏追虫可怕的中间宿主追虫 属于猎春科 多分布于每周热带地区 包含了几千个物种 猎春科里的有些成员 是擅长伏击的猎手 还有些则寻找学区的镊齿动物 和睡着的哺乳动物吸血 猎春科之外的有些昆虫 比如人人喊打的臭虫 甚至学会了与人类共存 趁人类睡觉时吸人类的血 然而臭虫至少不会传播疾病 但皆蚊虫骚扰追虫 及其中每周近亲长虹猎春 Rodinus prolixus 则会排泄充满追虫的粪便 危害许多国家 茅草屋顶和建房子用的粘土砖 是这类昆虫的主要栖息地 因此大多数的上 恰恰私病的人都是穷人 与此同时 摄入被追虫粪便污染的食物 和饮水造成的传染也很严重 猎春科昆虫 在秘鲁被当地人称作 Cherry Marcha 最汉虫 在委内瑞拉被称作Chipo 在中美洲被称作Chinchpikuda 尖嘴的臭虫 而在阿根廷的安地斯山脉 则被称作Banchuka 从屋顶上掉下来的虫子 达尔文1835年造访了阿根廷 还在笔记中把这个名字拼错 写成了Banchuka 说到这里 我们就回到了扫罗 阿德勒1959年做的研究 这位以色列杰出的寄生虫学家认为 恰加斯病才是导致达尔文 患许多慢性病 乃至最后死亡的真正元凶 阿德勒写道 他的症状符合一些新阴性疾病的诊断 但也符合恰加斯病的诊断 阿德勒假说的一个关键证据是 达尔文自己说过 他在1835年去阿根廷的时候 被Banchuka 应该是Vinchuka 也就是骚扰追春 攻击过 想必追春 在他身上留下了粪便 晚上 我遭到了Banchuka的攻击 我至少得把名字记下来 这是一种从潘帕斯草原来的大黑虫子 这种虫子长一英寸 约2.5厘米 软软的 没有翅膀 这玩意儿 爬上你身体的感觉 真是令人作呕 吸血之前 它们纤细得很 但吸血后 就会被血称得又圆又骨 很轻易就能被压扁 Banchuka可见于智利北部 秘鲁也有 我在智利的伊吉克 抓到过一只 肚子空空 我把它放在桌上 就算周围 围着一大群人 只要你把手指伸到他面前 他也会大胆地伸出长针 开始吸血 不出十分钟 这东西的体型就能大变样 真是太神奇了 被Banchuka 叮咬无痛感 吸血一次 他能保持这个体型四个月 但过上十四天 如果再有条件 他还能继续吸血 最初 人们对阿德勒的猜测 并不完全信服 有两篇论文认为 达尔文同时患上了 恰恰私病和神经衰弱 其中一篇 是1967年 游得过诺贝尔奖的 生物学家彼得 梅达沃写的 但另一些人 对这个猜测并不信服 1977年 小拉尔夫 陶尔普写了本书 分析达尔文的疾病 称他的病 都是由压力引起的 2008年 他又给自己的书续 写了第二卷 并驳斥了 恰恰私病的猜想 他是这么写的 阿德勒关于 恰恰私病的理论 受到了这样的反响 人们接受了 又拒绝了 又接受了 然后争论个没完 还有些不肯接受 恰恰私病猜测的 科学家指出 达尔文早在登上 贝格尔号出发之前 就已经说过胸痛 心悸了 可见 他很早就得了心脏病 他们还说 达尔文没有过发烧的记录 而发烧是 恰恰私病初期阶段的 标志性症状 初期及急性期 急性期 过去后进入隐匿期 另外 根据英国海军部 对此次航行的记录 当时船上没有其他船员 患上恰恰私病 这倒是不足为奇 毕竟这种病 直到1909年 才被诊断出来 2011年 马里兰州立大学医学院 召开历史临床病理大会 达尔文的疾病和死因 又成了一个重点议题 大会研讨了 亚历山大大地 哥伦布 艾伦 波 贝多芬等早已去世的 历史人物的身体状况 与会者详细列出了 达尔文过去的各种诊断结果 供大会讨论 讨论开始前 大会的组织者之一 消化科专家希德尼 科恩用一句话 降低了媒体的期待 我们只能通过症状进行评估 这只是针对困扰 他一生的病痛的一次分析罢了 最终 科恩和其他与会医生认定 下加私病 能够解释达尔文后半生 直到去世罹患的心脏疾病 心力衰竭和心脏退化 这是那个时代描述心脏病的用词 他们还发现达尔文从1840年起 才开始在信件中 写到自己的慢性病 他是1836年结束贝格尔号之旅的 这中间隔了几年 而恰恰私病在感染后 也需要隔一段时间 才会表现出来 克氏追踪感染达尔文后 首先入侵了他的循环系统 然后在胃 小肠 胆囊中 安营扎寨 寄生虫对消化器官 周围神经的损伤 会造成胃肠道的各种不适 如剧烈呕吐 胃胀 打嗝 这些症状达尔文都有 发展到最后 恰恰私病的 另一个症状慢性心力衰竭出现了 夺去了这位 博物学泰斗的生命 为了彻底解开 达尔文所患疾病的谜团 医生们还提议 利用现代的PCR 聚合霉裂反应 技术检查他的遗体 搜寻克氏追踪DNA的踪迹 人们曾用这种技术 检查过智力和秘鲁 发掘出的9000年前的木乃伊 证明9000年前 恰恰私病就已经在南美洲 相当普遍了 然而 无知蜜糖 鼻之披霜 医生们的要求 被威斯敏斯特教堂 达尔文的目的所在 负责人拒绝了 这么一来 医生们就只能推测了 虽然恰恰私病这个诊断 和达尔文表现出的症状相符 但我们无法保证 他的痛苦和死亡 就一定是这种疾病的结果 也可能是这种病叠加了 其他疾病 或者可能根本就是 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 达尔文一生的病痛 不能够只用某一种疾病来概括 我得说 他生前患有多种疾病 科恩最终总结道 不管损害达尔文身体健康 并最终致其死亡的 到底是不是恰恰私病 毋庸置疑的是 他生前对追踪的 栖息地范围 扩张仪式非常关注 随着气候变暖 骚扰追踪开始逐渐 向北方扩散 而且列春科中 有些以前不以人类 为取食目标的物种 发生了变化 有可能是 由于人类入侵了自然环境 可以预见 未来恰恰私病的患者数量 将会暴增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目前全世界 共有600万至700万 恰恰私病患者 其中大多数都在拉丁美洲 而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 CDC 则估测美国境内的 患者数量超过30万 西奥尔良的 洛约拉大学教授 恰加私病专家 帕特里夏 多恩表示 如果上述的危机 还有转机可言 那应该就是 拉丁美洲的 新发感染者数 正在不断减少 他向我讲解到 这很可能 要归功于 杀虫剂的有效喷洒 另外 多恩还指出 虽然北美洲的追春也有 多达半数 被减出携带客室追虫 但北美洲追春 并不能那么高效地 传播恰恰私病 这是因为 北美洲的追春 不像南方的亲戚一样 能边吃边拉 多恩估计 鉴于北美洲的追春 餐桌礼仪比较好 大概2000次的叮咬中 才会出现一次传播 由此可见 绝大多数患病的美国人 都不是在美国被传染的 他们是在拉丁美洲 被追春叮咬后 带着疾病回国的 然而 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就算北美洲的追春 不传播恰恰私病 被他们叮咬 依然是过敏症的 一个重要诱因 因昆虫叮咬 引起的过敏症状 和严重哮喘 花生过敏类似 都是能要人命的 多恩还告诉我 最近人们对一种 治疗慢性恰恰私病的 新疗法褒贬不一 因为这种新疗法生效的前提 是假设克氏追虫虫体 仍然存在于 所有慢性期患者体内 这是一种抗虫治疗 而过去的疗法 针对的是过度的免疫应答 虽然人感染克氏追虫 在美国比较罕见 但狗在尸检时 常常显示出感染的迹象 很可能是由于狗吃掉了 被克氏追虫感染的昆虫 或者接触到了寒虫的粪便 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 受医学副教授萨拉 哈莫领导了一项 针对在德克萨斯州的美墨边境一带 工作的政府工作犬的研究 发现受减的犬只中 有7.4%为恰加斯病阳性 海墨又对德州境内 7个不同生态区的流浪狗 进行了检测 发现保守估计 全州平均有8.8%的犬只 为恰加斯病阳性 不过有一说一 最恐怖的犬类疾病 应该是犬心丝虫病 这是一种由犬心丝虫 Dirophyllaria emitis 引起的寄生虫病 也能传染给猫 蛟狼 狐狸 雪雕 熊 海狮 甚至人类 犬心丝虫病 只有一种传播方式 就是经由携带寄生虫的 蚊子叮咬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细长的寄生虫 能长到12英寸 约30.5厘米长 并大量繁殖 填满犬质的右心 及其周围的大血管 看起来就像心血管里 塞满了细面条 对狗主人来说 预防远比治疗来的便宜 便利 预防 可通过按月口服区虫药 或每年接种一次新丝虫 疫苗完成 而治疗 则需要病犬服药 以杀灭寄生虫 治疗后 死亡的寄生虫会迅速裂解 此时 需让病犬避免运动数月 以防新丝虫 尸体堵塞肺血管 导致病犬死亡 感染新丝虫的犬心脏 进入21世纪 猎春科昆虫 以及他们携带的寄生虫刻式追虫 还有他们 共同引起的疾病 恰加斯病的故事 仍未结束 猎春 也许真的让进化论之父 患上了终身疾病 甚至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本身也在不断进化着 适应着栖息地的破坏 开始大肆攻击人类 迄今为止 恰加斯病 还没有形成过大规模的疫情 但未来在气候变化 和人类侵入 其中大多数人非常贫困的双虫加持下 动物行为是可能改变的 这就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不管达尔文的痛苦 到底是不是恰加斯病造成的 他都一定会觉得 接吻虫的进化又恐怖又精彩 第三部分 由简陋到美好 第十一章 精听牺牲 从小木棍到听诊器 他听到的声音毫无声击 他也知道他必会死亡 埃比尼泽 琼斯 1816年9月的一个凉爽的清晨 在巴黎 35岁的医生 勒内 泰奥菲勒 亚森特 拉埃耐克散步 经过卢浮宫门前 他看到两个小孩 正举着一根长木棍丸 一个孩子把木棍的一端 举到耳边 另一个孩子 拿一根小针 刮擦着木棍的另一端 拉埃耐克出神的 看了好一会儿 两个孩子的玩耍 让他暂时从老人的工作中 奋了心 当时那段时间 正赶上他热爱的 巴黎城劳病 疫情泛滥 已有几千人死亡 他的母亲 兄弟和两名导师 都没能幸免 劳病 Consumption 有消耗之意 这个名字来自医生的观察 病人因病由内而外地 呈现出缓慢肌劳受血的特征 最初 许多种呼吸系统疾病 都被称为劳病 如肺癌 支气管炎等 而这次在巴黎爆发的劳病 是与这个名字关系最密切的 这种病从古埃及 可见于穆乃伊 古希腊 称它Thesis 肺结核 和古罗马 称它Tibis 时代开始 就在每一位患者的骨头上 是刻着多流的病变印记 和前辈们一样 拉埃耐克等巴黎医生 对眼前的疾病 是什么毫无头绪 当时的人们认为 导致劳病的因素 是胀气和遗传 他们确实可知的是 这种病杀人极缓慢 它会一点点 对膝肝患者的能量 让他们气色越来越差 体重大幅下降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流行过一种 克药莲 在拉埃耐克行医的 那个时代 也流行过 当时人们普遍 将劳病的症状浪漫化 在欧洲极其殖民地 苍白的面色 和吃不饱饭式的西腰 曾是19世纪初 女性美的标准 后者可以靠 坚硬的紧身胸衣来强化 因此画家 作家 诗人们竟然纷纷 歌颂起致命的劳病来 美国散文家拉尔夫 沃尔多 爱莫生说 他患有劳病的未婚妻 过于美丽 因此活不长久 英国诗人 原理艺术家威廉 深思通也曾说 写诗和劳病 是最美丽的疾病 然而 真正得了劳病的病人 可一点也不像 歌剧里的女主角一样 有那种沙漏一样的身材 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丝毫谈不上浪漫 劳病搞垮了 欧洲无数大城市 成千上万的患者 被疾病抽干了力气 整夜倒汗 打寒战 控制不住地剧烈咳嗽 劳病的一个特征 就是肺部和淋巴结 出现结合结结 1839年 德国医生约翰 卢卡斯 摄恩来因首次将这种病 命名为更加现代的教靶 结合病 TB 但直到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 全世界才普遍接受 这个听起来 没那么浪漫的新名字 这种病被重新命名之后 同样来自德国的科学家 罗伯特 科赫于1882年 发现结合病 由细菌引起 他将致病菌 命名为结合分支杆菌 这些新理论出现之后 女性的时尚风 向来了个急转弯 过去长姐拖拉的长裙 被抛弃了 因为人们认为 长裙会把细菌扫进屋里 几身胸衣也卖不出去了 因为人们认为 这种内衣减少上身血流 会加重结合病症状 就连男性的时尚也受到了影响 茂密的落腮胡须 不再受欢迎 说是能窝藏大量细菌 19世纪末 医生开始建议 结合病患者多晒太阳 呼吸新鲜空气 去高海拔的地区养病 这掀起了一股 修建疗养院的热潮 一时间 结合病疗养院 开变了欧洲的山区 如阿尔卑斯山 1885年 美国的第一家 结合病疗养院 开在了纽约上州的 萨巴纳克湖畔 紧接着第二家 开在了丹佛 不过 直到1943年 微生物学家塞尔曼 瓦克斯曼 才发明了 结合病的有效疗法 他从另一种细菌中 分离出了炼酶素 并发现炼酶素 可以杀死结合 分支杆菌 1949年年底 这种抗生素 有了第一个人类受试者 这位患者被成功治愈 随着更多西药被发明 到20世纪 90年代初 结合病一度 已经有望被人类根除 但可惜这一目标 最终没能实现 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向全世界 供应结合病药物的资金 被撤走 许多结合病感染者 没有坚持治疗 或者劣质抗生素 名不复时 等等 导致的结果 就是结合分支杆菌 发生突变 开始对过去 有效的抗生素 如今 多重耐药结合分支杆菌 简称MDRTB 已经在全世界 找回了过去的威风 2019年 世界卫生组织 在全球 共计报告了 140万名 结合病死亡病例 结合病并不像 19世纪末的人们 担心的那样 通过裙子和胡子传播 但即便如此 它的传播性 也依然非常强 可通过咳嗽 喷嚏或吐痰传播 被吸入体内后 细菌主要侵袭肺部 但也能侵袭肾脏 脊柱 大脑 甚至心脏 细菌在心脏处造成炎症 让心包必变后 让液体积聚在心包腔内 由结合病造成的 心脏炎症 叫做结合性心内膜炎 首次被诊断于1892年 结合性心内膜炎非常危险 因为即便是在今天 这种病在发现时 也常常已经太晚了 有时甚至是在患者 接受心脏半膜治患 或其他开胸手术时 才被医生意外发现 还有些患者 甚至等到尸检时 才被发现 1816年的医生们 若猜测患者患有结合病 一般有两种常用的诊断方式 这两种方式 都需要医生聆听患者体内的声音 即听诊 第一种诊断方式 叫做扣诊法 医生用中指或小锤扣肌患者的 胸部或腹部 然后用理应 受过训练的耳朵听患者内脏 引起的回声 扣诊法是由奥地利医生 利奥波德 奥恩布鲁格尔发明的 他是个酒馆掌柜的儿子 从小就看父亲敲击酒桶 来判断桶里还剩多少酒 行医后也拿这种办法 来判断患者胸腔内 是否积满分秘物 如果积液过多 胸腔就像盛满酒液的酒桶 用奥恩布鲁格尔自己的话讲 扣肌的回声就会低沉浑浊 他的患者如果出现这种扣诊因 那八成就是得了劳病 18世纪50年代期间 奥恩布鲁格尔在西班牙军队医院工作 借机磨练出了分辨不同扣诊因的能力 并在患者死后进行尸检 寻找心脏和肺周围胸腔中 因结合病引起的积液 以验证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19世纪初 医生们的第二种听诊方式 就是直接听诊法 也就是在操作时 把耳朵直接贴在患者胸腔上 听心肺音的方法 但这种方法容易引起很多问题 当时的许多患者不洗澡 有些人身上有狮子或其他寄生虫 有些人过于肥胖导致医生 很难听清胸腔内的声音 还有就是 让一个男医生把头贴在女性患者的胸部 这本身就有问题 在与一名丰满的女患者 经历过一场尴尬之后 拉埃奈克回想起了 她与那两个玩耍的小孩相遇的场景 我想起了一种广为人知的声学现象 把耳朵贴在木棍的一端 木棍另一端的针头刮擦声 就能听得极为清楚 我想到这种器械 对我现在正经手的病例非常有用 于是我拿起一张纸 紧紧地卷了起来 把一端抵在患者胸部 另一端放在耳边 这样听到的声音 竟然比我过去直接把耳朵贴在病人身上 听到的声音都清晰 我真是又惊又喜 当时我就觉得 这将会成为医学上必备的诊断工具 不仅可以听吸音 还可以拿来研究胸腔内 一切能发出声音的活动 拉埃奈克就此发明了听诊器 并在余生中一直尝试设计听诊器的外形 他设计的听诊器外形 和当时给有听力障碍的人设计的号角状助听器 几乎一样 借助听诊器 拉埃奈克练就了分辨 不同疾病造成的胸腔音的本领 它能分辨胸膜炎 肺气肿 肺炎 当然 还有结合病 听诊器让医生们多了一个诊断依据 胸腔音和心律一样 是能够和一个一般性 正常 标准比对的 这下 医生们的工具箱里又多了一件重要的诊断器械 在巴黎医学界 听诊器掀起了一股热潮 当地的医生们都对自己可以拥有听诊器感到自豪 19世纪的医生克里斯蒂布莱尔曾记录到 听诊器的流行让心脏 脉搏 血液循环在医学界和流行文化中的魅力大大提升了 1824年 拉埃奈克成了家 但之后不久 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一系列不适 症状包括浑身无力 咳嗽 气短 于是他离开巴黎 搬到了气候更宜人的不列坦逸 搬家后 拉埃奈克感觉身体好了一些 但很快病情又恶化了 也许是心里有数 但不愿意承认 他把听诊器递给了自己的侄子 让他听听自己的胸腔 然后把听到的声音描述出来 最终的诊断结果很可怕 他自己发明的医疗器械 就是用来诊断劳病的 可劳病偏偏找上了他 1826年8月13日 拉埃奈克去世 享年45岁 时至今日 结合病依然是各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尤其是社会经济不发达 医疗设施 不健全 国民难以坚持服用几个月抗生素药物 以治疗多重耐药结合病的欠发达国家 与此同时 听诊器从发明以来 也经历了无数次翻新和改动 但基本的原理一直没变 1851年 爱尔莱医生阿瑟 利尔德 阿瑟·利尔德 发明了带两个耳塞的版本 并于一年量产 在医生想检查病人的心肺情况时 听诊器至今依然是首选的器械 它还能用来检查病人的血管如冠状动脉 对于血液在勉强通过动脉阻塞处时 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人们已经研究得清清楚楚的了 虽然今天不像19世纪 我们不再把听诊器当成什么高科技的新鲜玩意了 但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听诊器击败了手术医 扣诊锤 耳镜就是插入你耳道内的检查设备和钢笔 当选为医生们随身携带时 最容易获取患者信任的医疗器械 拉埃耐克医生可以含笑九泉了 第十二章 心脏手术大自然设定的天花板 心脏手术大概就是大自然 给一切手术设定的上限 没有什么新方法 也没有什么新发现 能应付大自然加在心脏伤病上的难度 斯蒂芬·佩吉特1896 拉埃耐克发明听诊器之后 一百年多一点的时候 另一项医学成就给现代心脏病学的多个方面 都带来了重要影响 这项新技术成了心脏起搏器植入 心脏半膜置换等手术的必备工具 让医生得以疏通被堵塞的冠状动脉 或给心脏直接输送药物 规避了打开病人胸腔或者盲目的一针 刺入心脏的危险和损害 此外 发明这项技术背后的故事之奇妙 可也是小说家打破脑袋都想不出来的 维尔纳福斯曼出生于柏林的一个中上层阶级家庭 但他父亲1916年在一战的战场上阵亡了 父亲死后 福斯曼家的条件迅速变差 迫使母亲只能每天做很久的文质工作 母亲不在身边 彼时12岁的福斯曼 就在祖母和当医生的叔叔 鼓励下继续学业 福斯曼性格开朗 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 1922年 从德国最好的高中毕业后 他考入了柏林的福里德里西 威廉大学攻读医学 在医学院学习时 福斯曼对无创地检查和治疗心脏病产生了兴趣 无创指的就是不剖开胸腔 当时直接向心脏给药的唯一方式就是心内注射 他发现这些治疗手段虽然重要 但也很危险 举例来说 在看不到心脏的情况下 刺破正在搏动的心脏的外壁 可能会伤到冠状动脉 导致血液流入心包腔 福斯曼认为 如果人们能发明出一种非侵入式技术 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一定会成为心脉科医生的重要工具 1928年 福斯曼从医学院毕业 随后进入柏林附近的一家医院 做外科住院医师 进医院工作一年后 他想起过去看过一篇纠论文 里面提到研究者 把一根管道伸进了一匹马的颈静脉 一直把管道送入马的右心 研究者这么做的目的是 测量血液蹦入肺时的血压 福斯曼想说服领导 在人类身上尝试同样的操作 但被拒绝了 他选用的血管是肘前静脉 一条前臂浅静脉 位于肘部的弯曲处 由于肘前静脉 导引血液回流心脏的路径相对直接 福斯曼认为 医生可以利用这条静脉 不通过手术接触到心脏 通过肘前静脉 医生能够向人体内 不射造影剂 然后通过荧光镜 一种X射线成像仪器观察 就能看到某一部位的 内部实时影像了 福斯曼的领导拒绝了他的提议 不许他实际尝试 但这个出生牛犊 还是决定我行我做 在导管的选择上 他决定用导尿管 直径合适 长度也足够 但问题是他拿不到 需要的导管和其他器械 这些东西都被锁起来了 他没有钥匙 于是福斯曼开始 和负责器械室的护士搭讪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开始在护士格尔达 迪森身边转来转去 像只铲嘴的猫 绕着奶油罐转圈 这个年轻医生的计策 显然有效 护士不仅把钥匙给了他 还主动要求成为他的实验对象 在约定之夜 手术室关门之后 二人就神神秘秘地 开始行动了 用钥匙打开一间小手术室后 迪森表示想做着接受手术 但福斯曼说服了他 把他绑在了病床上 然后给他的左臂做起准备来 至少护士 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准备到一半 福斯曼起身离开了几分钟时间 这几分钟迪森肯定非常奇怪 他不知道的是 医生利用这几分钟 已经给自己的胳膊 做好了局部麻醉 在肘部的弯曲处附近做好了切口 还拿一根润滑过的倒尿管插进了自己的肘前静脉 直到医生回到自己跟前 迪森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生气归生气 护士还是同意了继续协助福斯曼 他一定松了口气 因为此时他已经把导管插入身体12英寸 约30.5厘米了 福斯曼赶紧给同伙松了绑 二人紧接着前往X射线室 迪森说服当时的放射客户是 给福斯曼的肩膀和胸部做了荧光镜检查 就在这时 福斯曼有位医生同事忧心忡忡地冲进了X射线室 喊着要把导管抽出来 他还得把同事搪塞走 解决完同事的问题之后 他看了看自己的片子 结果失望地发现导管的顶端 还没到达心脏 福斯曼没有放弃 他继续把导管插到24英寸 约61厘米的深度 并称没有感到疼痛 在导管深入的过程中 还有种温暖的感觉 导管走到颈根部的时候 福斯曼意外碰到了附近的迷走神经 因此剧烈咳嗽起来 恢复之后 他站到了荧光镜背面 由狄层护士举着一面镜子 让他能通过影像观察到手术进度 随后 他把导管一直推到了右心耳的部位 也就是右心房上端一个耳朵形状的突出部门 放射科护士给福斯曼拍了几张片子 提供了他需要的影像学证据 随后 福斯曼发表了论文 福斯曼的领导得知此事后 大发雷霆 但仍允许他继续留任外科住院医师的工作 后来还把他调到了欧洲最大的教学医院之一 柏林夏里特医院 然而在1929年11月 媒体来到这所著名的医院 报道了福斯曼的实验 事态从此急转直下 医学界 非但没有祝贺这位年轻医生取得的成就 反而显得非常鄙夷 奇怪的是 另一家医院的外科主任 还反过来指控福斯曼剽窃 声称他早在1912年 就已经实施过心脏导管介入术 但该指控没有任何实际证据 与此同时 福斯曼的同事都嘲笑他成了舆论的噱头 他本人也因为未经许可实施导管介入手术 而被医院开除了 1931年 因为他精湛的外科技术 医院又把他聘请了回来 之后的一年里 福斯曼一共在自己身上实验了九次导管介入 结果又被医院开除了一次 后来福斯曼去了美因茨 在当地的一家医院谋了个职位 并和内科的住院医生埃尔斯贝特 恩格尔结了婚 但医院规定不许已婚夫妇一起工作 所以他俩又被双双开除了 或许是终于任命了吧 福斯曼离开心外科 成了一名泌尿科医生 和妻子一起在德雷斯顿附近开了家诊所 我们猜测里面一定配有各种导管 二战爆发后 福斯曼成了德军的军医 但在1945年被俘 随后在美军的战俘营中供职 直到战争结束 回家后 他发现德雷斯顿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但他的家人奇迹般的生还了 1932年 福斯曼加入了纳粹 结果回家后三年里 他意味这层关系被禁止行医 因此又干起了伐木工的活 这段时间正赶上家里添丁 全家主要就靠妻子当全科医生养活 1950年他又开始了泌尿科医生的工作 这次职业是在温泉小镇巴特克罗伊茨纳赫 心脏病学的发展日新月异 福斯曼已经彻底成了局外人 在美国和伦敦 心脏导管介入实验室接连建成 他眼看着自己开发的技术被世人赞美 但在德国他连美因茨大学教授的职位都申请不到 因为他没能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 我真的很痛心 多年后谈及自己被医学界放逐的经历时 福斯曼说道 我感觉我种了一片果园 却要让别人来收获 这些人还要站在墙根底下笑话我 虽然在战前和战中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 不过在1956年 福斯曼收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作为补偿 获奖的理由是他在心脏导管介入术方面的研究 时间已经证明 这项技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得知自己获奖后 福斯曼告诉记者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乡村牧师 刚刚得知被人提拔成了主教 很快 福斯曼主教就收到了邀请 有人请他去领导德国的一所心血管研究院 但他拒绝了 称自己20多年没做过实验 上次实验还是拿自己做的 如今已经不了解心血管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话虽然不假 但这个领域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 其实都建立在他开创的技术的基础之上 今天 医生们会出于许多原因 给病人施行导管介入手术 做法就是通过双臂 腹骨沟或颈部的动脉 或静脉送入导管 让导管抵达心脏 或为心脏弓血的四根冠状动脉 导管介入技术的一项重要应用 就是球囊血管成型术 你可以想象一支气球 在狭窄或毒死的冠状动脉内逐渐充气 把血管撑开 撑开血管后 导管还可以辅助送入一个血管支架 支架像弹簧一样 可以撑住刚刚被扩张的血管壁 防止其再度变得狭窄 心脏导管介入术还可用于测定心脏 每个腔室内的血压 采取少量心肌组织用于活检 检查半膜有无问题 以及在半膜出问题时进行修复或替换 1979年 在经历过两次心肌梗死之后 福斯曼去世了 去世前他写成了一本自传 名字很恰当 就叫在自己身上实验 Experiments on Myself 在自传中福斯曼对他和纳粹党人 尽皆知的关系只字未提 据一篇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所说 福斯曼加入纳粹很可能是因为 他早年间错误地认为 纳粹主义比共产主义优越 但后来他的态度转变了 开始反对纳粹的意识形态 这种变化在当时的许多德国医生身上 都有体现 为了重新开始工作 福斯曼必须办出来一张去纳粹化证明 他的导师和同事们都为他写了推荐信 信中 他们说他既不是军国主义者 也不是社会激进分子 只是个对自己的党派 进行暴力活动 感到业务的普通人 有证据表明 福斯曼拒绝开展不道德医学实验 还在纳粹下了禁令之后 继续给犹太人治病 最终 法国职业管理局 把他化成了第四类纳粹分子 也就是纳粹党的追随者 处罚他未来三年工资的15% 作为罚款 这就是这项 划时代技术的故事 其发明者的政治面貌 成了这个故事中 独特又令人厌恶的一些调料 第十三章 灵魂究竟居于何处 新本位与脑本位 在他的心底有一个伤疤 但他已经摆明了 不想去揭开它 他害怕揭开之后 会有什么东西 从中泄露出来 马克思 苏萨克 偷书贼 灵魂和心脏 以及流经心脏的血液 之间有紧密联系 这种观念的例证 在我们的语言 诗词 歌曲中比比皆是 莎士比亚 约翰 列农 保罗 麦卡特尼 艾米利 狄金森 汤姆 佩蒂 史蒂威 尼克斯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中 充满了冷酷的心 破碎的心 徒劳付出的心 或者孤独的心 不被尊重的心 被封锁住的内心 当然了 也有不少充满喜悦的心 或者能直接透露出信息的内心 至于血呢 给你一两分钟 看看你能想出 多少个跟血有关的成语 表达怒火或欲望的意思 我等你 好了好了 够多了 这些成语让你热血沸腾了吗 以上的一切 在很大程度上 都源于大约1500年前的古罗马医生 盖伦及其著名的追随者 他们认定心脏是灵魂以及情绪的居所 有些词语 比如 冷血热血 其历史 甚至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先贤 如西伯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 他们把心脏和情绪 灵魂 智慧 记忆 扯上了关系 传统的中医到今天依然信众无数 中医也认为 心脏和灵魂的关系密切 一直把心脏奉为百官之手 在中医理论中 心脏除了是循环系统泵以外 还调节着情绪和心理 是思想 精神 意识和智慧所在 中医还认为 心脏的病变能引起心理和生理上的多方面问题 如心气 烦躁 面色苍白 气短 甚至记忆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 西医也将这些症状与心脏病联系起来过 尽管中西医对疾病的成因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类似的 关注整体健康的印度阿裕费陀医学 强调心脏的地位和思想 身体 精神 同等重要 印度医学认为 西医关注疾病和症状 虽然常常能够救命 但人体真正的健康 应当取决于身体内能量元素 风 活水的平衡 阿裕费陀医学提倡人 通过调节饮食 服用草药 冥想和瑜伽等放松技巧 来保持这种平衡 虽然 医学 心理学 精神病学等学科的发展 以及行为生理学 神经生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 都彻底证明了心脏并非灵魂的居所 可这种说法 毕竟在西方流传了几百年 已经根深蒂固了 最早有人提出观点反驳新本位的时候是17世纪 但当时观点的科学依据很少 甚至完全没有 所以那些观点根本没有被人接受 早期想要推翻新本位观点的人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应该是数学家 哲学家 迪卡尔1596-1650 迪卡尔在几何和代数领域声明大造 但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兴趣也很浓厚 1640年 他宣称灵魂真正的居所 也就是一切想法的形成之处 不 不是大脑 但接近了 是内分泌系统中的一颗小豆子 位于大脑内 名叫松果体 松果体处在左 右两个大脑半球之间 顾名思义 长得差不多 就像一颗松果 他是人类最后发现的内分泌线体 参与调节生物中和分泌部分生殖激素的工作 就像设定在我们体内的一个24小时工作的时钟 不过很可惜 迪卡尔认为松果体悬挂于大脑某个脑室的中间 周围环绕着动物精气 这种说法和他对松果体功能的认知一样错误 他曾说 由于松果体是整个大脑内唯一独立结实的部分 因此 他肯定是想法产生的地方 以此推断 也是灵魂的所在 因为这两者密不可分 他还推论道 因为大脑有所 又两个半球 所以他一定无法参与涉及心智的活动 从英国医生托马斯 威利斯1621至1675 发表研究开始 脑本位 理论就逐渐抬头了 威利斯是神经生理学的开拓者 建立了人们对大脑的认识 通过无数次解剖尸体 他掌握了大脑的结构 以及大脑错综复杂的工学网络 尤其是位于脑底下方 由多条动脉交汇形成的大脑动脑环 又称威利斯环 以他的名字命名 作为牛津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 威利斯本应教给学生关于灵魂的知识 可他却跳出了传统的新本位理论 将大脑引入了课程 除了利用人体进行研究 威利斯也做过大量动物实验 发现大脑的不同区域拥有不同的功能 借助解剖学知识和医学观察 他把支离障碍和一些生理疾病 如发作性睡病和重症肌无力的病因 与大脑联系了起来 这是史无前例的 除此以外 威利斯还指出一些影响大脑的疾病 是由脑内化学反应紊乱导致的 就连神经病学 neurology这个词都是他首创的 不过我得提醒一下你们 虽然上述的成就很厉害 但17世纪的科学家和今天的科学家 是很不一样的 威利斯在神经生物学领域 确实做出了革命性成果 但他的著作里 也充满了取悦英国教会的内容 而且他对情绪障碍提出的疗法 有待商榷 因为他想用棍子殴打病人 先不对他吹毛求疵了 毕竟在威利斯之后 这方面的科学发展起来 几百年来 人们一直以为 大脑不过是心脏的冷却器 但到了17世纪70年代 大脑已经开始取代心脏的地位 被视为思想 灵魂 智慧 意识和情绪的起源了 至少在西方是这样 随着这种转变 人们对神经和自主神经系统的 无意识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因此对心脏 身体和意识之间的联系 也有了新的认识 很快我们就会提到 这种转变还促使人们 发现了情绪刺激因素 如压力 贫困 生活变故 悲伤等 对心脏病的刺激作用 最终 大脑活动的停止 成为判定一个人死亡的标准 取代了心跳的停止这一指针 即便如此 很多诗人 歌手等艺术家 也还是拒绝和科学界一起 适应脑本位的新思想 这倒不算什么坏事 不然 摇滚巨星 詹尼斯 乔普林的歌曲《破碎的心》 就得改名为《破碎的脑》 作家约瑟夫 康拉德的小说 《黑暗的心》 也要改叫《黑暗的脑》了 说实话 虽然现代科学 已经彻底证明 心脏和情绪 意识毫无关系 但很多西方人 还是很愿意 做出这样的想象 不仅出于音乐 和艺术上的抽象比喻 还出于他们自己的 一些个人信仰 有人相信 心脏包含有主人的性格特征 而心脏移植手术 会将这些特征 从捐献者转移给接受者 这方面最出名的故事 大概就是 已故舞蹈家克莱尔 希尔维亚的经历了 1988年 他成了美国马萨诸瑟州 第一个接受心肺 联合移植的病人 手术后 希尔维亚把自己的故事 写成了回忆录 书很畅销 他写道 在术后恢复期间 他感到自己的习惯 性格和口味都发生了变化 对时尚和食物的看法全变了 关于后者 希尔维亚举例说 他过去注重健康 但术后喜欢上了啤酒 对垃圾食品的食欲暴增 尤其想吃快餐店里的炸鸡块 你猜怎么着 他告诉读者 那位与他匹配的18岁的器官捐献者 在死于摩托车事故时 上衣夹克的兜里 正好装着炸鸡块 文化历史学家费伊邦德 艾伯蒂 曾在著作中 给出了人们支持 或反对上述信仰的理由 其一是主观愿望 即器官接受者主观的想象器官捐献者 人格的一部分 仍然活在自己体内 这样的愿望 能让器官接受者感到安心 其二 有可能器官接受者会认为 拥有另一个人的心脏是痛苦的 并因此产生真实的心境改变 艾伯蒂还指出 系统记忆有可能也是真实存在的 即人体的细胞 能通过某种方式带上主人的记忆 最后一条 不被主流科学界认可 但经常受到一种 替代医学从业者的欢迎 这种替代医学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顺势疗法 顺势疗法认为 水带有溶解其中的物质的记忆 而且同样的治剂 治疗同类疾病 换句话说 摄入止含微量 甚至测不出来 致病物质的片剂 丁剂或者无限溶解过的溶液 可以起到致病的功效 让我们举个顺势疗法的实例 最近 英国有一个顺势疗法网站上 提出了一种针对静脉曲张的新疗法 所谓静脉曲张 就是由于静脉绊膜功能受损或被破坏 导致血液淤积在静脉血管当中 造成血管扭曲 变形的病症 这种病常发于小腿和双脚 因为这里的低压静脉血 必须克服重力 才能回到心脏 传统的疗法是穿戴弹力袜 模仿长颈鹿 四肢上紧绷的皮肤 还有些其他的疗法 原理基本都是将病变的静脉封闭 以促进病造区域长出新的血管 被推荐的顺势疗法 是让病人服用白头翁 Posita 白头翁鼠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也叫银莲花 每年早春开花 花形很漂亮 但要注意的是 整株植物都有极强的毒性 白头翁能引发低血压 血压低于90 60毫米拱住 减缓心率 还能导致腹泻 呕吐 惊觉 甚至引起休克 据说 北美印第安人 会用这种植物进行堕胎 英国的网站同时指出 如果白头翁不适用 可以用一种叫做碳酸钙 CACO-Sender的物质来代替 并说 服用白头翁效果好的人 一般脾气也好 会尽量避免争端 白头翁普遍适合热血的人 他们喜欢室内充满新鲜空气 需要服用碳酸钙的人更冷漠 有明显的汗角 他们厌恶潮湿的天气 但他们和服用白头翁的人一样脾气温和 或许更羞涩紧张一些 我倒觉得碳酸钙还不如叫背壳碎呢 这样更能凸显它真正的成分 也就是骨头 背壳 蛋壳的主要成分 它还可以被用作抗胃酸药 也是家庭清洁剂的成分之一 想起什么了吗 碳酸钙的俗称是石灰石 最后我想说一句 英语里有句谚语 叫容易上当的傻瓜一分钟一个 这句话据称是马戏团老板 营销大师巴纳姆说的 但其实毫无证据 虽然这句话的出处不详 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它可是各路赌徒 骗子的口头禅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觉得这句话放在这里挺合适的 第十四章 心碎了怎么办 我觉得你不该要一颗心 有心使人难过 莱曼 弗兰克 鲍姆 绿野先踪 如今 绝大多数认定心脏催生情绪 精神的人都找不到现代科学的依据 但近年来 针对某种冠状动脉疾病的研究发现 心脏和精神终归还是有联系的 只不过不是古代医学 或者替代医学认为的那种联系罢了 1990年 日本的心脏病专家研究了一批患者 共30名 每一名在入院时都主足胸痛 气短 一开始接受检查后 所有患者都表现出了心力衰竭的特征 左心是功能异常 心电图记录心电信号的图形 异常 然而 医生经过仔细检查后 并未发现心肌梗死 血流不足 而导致心肌组织坏死 患者典型的冠状动脉狭窄现象 大多数患者甚至根本没有罹患任何心脏病的迹象 医生又做了另一项评估左心是情况的测试 结果更奇怪 再介入心脏导管 并推入造影剂 多亏有过纳 福斯曼 后 医生借助X射线 观察了患者心脏舒张 收缩的过程 结果在观察心事图时 发现左心是收缩完毕后 形状变得非常奇怪 顶部变窄 底部却像气球一样 膨大了起来 这令医生们困惑不已 患者左心是的奇怪形状 让日本专家们想起了 渔民捕捉章鱼食用的鱼狼 另外 还有一点 与典型的心肌梗死不同的是 这批患者中的大部分 在随后的三至六个月里 心脏都自愈了 由此可见 不管这些人得的是什么病 这种病都是一过性的 而这种特质在心肌病中非常罕见 初步研究过后 学者们给这种病起名章鱼楼综合征 并对这种怪病的易感人群和诱发因素 进行了大量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章鱼楼综合征的患者 有90%都是绝经后的女性 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在患病前 不久经历过生理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刺激 甚至包括自杀未遂这么严重的压力 很多人都经历了爱人刚刚辞世的悲痛 丧心之痛和章鱼楼综合征的明显关联 让学者给他起了另一个俗名 心碎综合征 章鱼楼综合征的发病机制 其实很合理 在经历情绪剧烈波动和压力很大的事情时 人体的神经系统具体来说 是控制无意识活动的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 会让循环系统中充满压力激素 激发格斗逃跑反应 这种反应能调整许多生理功能 包括心率 血压 呼吸频率等 让人做好准备 应对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威胁 通常情况下 在威胁消失或情绪稳定之后 格斗 逃跑反应就会消失 但对于章鱼楼综合征的患者来说 研究人员认为 他们处理情绪的脑区和自主神经系统的联系减弱了 导致交感神经过度反应 压力激素持续分泌 引发心血管系统的严重问题 包括冠状动脉及其分支的静卵 章鱼楼综合征患者的左心 使功能异常和胸痛症状就是这么来的 然而 关于这种病 我们未知的地方也还有很多 举个例子 左心是为什么会变成如此奇怪的章鱼楼形状 我们无法解答 还有 大脑只会压力激素过度分泌 是由患者的情绪创伤引起的 还是说患者的大脑功能异常早就存在 这才导致在情绪创伤发生时 交感神经过度反应 让他们更易得章鱼楼综合征呢 这个问题我们也无法解答 抛开未解之谜先不谈 这种病是证明心脏和大脑之间 存在紧密联系的一个绝佳力症 是悲伤等情绪能够导致心脏出现生理性病变的证明 就这种病来说 心脏的病变是一过性的 同时我们还发现心脏与大脑的关联是双向的 心脏受到损伤也可以诱发情绪障碍 我和威斯康星大学荣修教授 心脏病学家帕特里克迈克布莱德聊过一次 他是研究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方面的顶级专家 我问他压力和抑郁情绪 为什么能给心脏带来负面影响 以及如何改善这种影响 迈克布莱德强调情绪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干扰因素太多 很难得出两者之间的真正联系 比如说 一个人在伴侣过世后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的情况并不显见 虽然在现象上两者明显联系紧密 但背后的原因就没这么明显了 迈克布莱德带着我复习了一遍人体的格斗逃跑反应 也就是诱发章鱼搂综合针的反应 虽然世上腺素皮质醇等与压力相关的激素一起分泌 可以让身体有效应对真实世界的威胁 但它们会在应对情绪压力时起反作用 当一个人长时间处于压力之下 比如爱人久病 最终过世时 这些激素有可能不断地在体内循环 反复刺激心脏和血管 让血管内皮发生损伤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 这层细胞没什么活性 但最近发现它们也有内分泌功能 通过过去20年的研究 科学家已经证明血管内皮细胞 也能向血液释放自己独有的激素 每时每刻 血管内皮细胞都在回应着人体内环境的需求 麦克布赖德为我讲解道 如果一个部位的肌肉需要氧气 血管内皮细胞就能释放物质 让为那个部位供氧的血管疏张 同时让其他部位的血管收缩 在血管内皮细胞发炎时 受损的细胞也能释放阻岸 缓积态 细胞因此一类小分子蛋白质 也有免疫细胞分泌等化学物质 其结果就是使血管壁变得更加多孔 因此血浆就能渗出血管 流到周围的组织里去 身体在有炎症反应时典型的水肿 发红和疼痛的症状就是这么来的 与此同时 这些物质的分泌还能提示体内的维修队 赶紧出现开工干活 若炎症是急性的 以上过程还挺有效 但慢性刺激就是另一回事了 麦克布奈德比喻说 持续不断的炎症 就好像你一直揉搓皮肤 直到皮肤红肿疼痛 更糟糕的是 若炎症刺激的时间太长 血管变得越来越多孔 释放进血液的化学物质也会发生变化 产生不同的效果 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 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例 氧化后 低密度脂蛋白变为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成了动脉周样硬化斑块形成的推手 麦克布奈德称 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就像是烤培根之后锅里剩下的油脂 要是一个人本身就有动脉周样硬化的毛病 那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长时间的炎症刺激能让血管避开脸 此时人体的维修队就会前往修补 这个过程会形成血栓 一般来说 凝血是一件好事 大量的止血化学反应 形成纤维状的最终产物血栓 可有效防止血液从破裂的血管中流失 但在这种情况下 万一血栓的一点残渣脱落 顺着血管流动 堵住哪条极细的血管 如冠状动脉或为大脑攻血的动脉 那就完蛋了 患者可能会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或脑粗重 对压力和心脏的关系有所了解后 我改变了话题 询问麦克布奈德如何扭转压力 给心脏带来的不利影响 结果他出乎我意料地提到了宗教信仰 我觉得有宗教信仰的人 心脏恢复的状况明显更好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他解释道 当人们不再惧怕自己的死亡时 健康状况就会好转 然而 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 每次有论文称 宗教活动对健康有益时 都会有人批评 指出 即便是最权威的研究 也有缺陷 因为他们对其他无关变量 例如年龄 性别 种族 受教育程度 行为 如是否抽烟 喝酒 社会经济条件 健康状况等缺乏控制 或者压根没想过控制 就草率地得出了结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 能受到社会性支持 或处在稳定关系中的患者 愈后状态更好的可能性 确实更大 不深或丧偶的患者 往往恢复状况更差 麦克布莱德总结道 过去40年来 麦克布莱德领导的 心脏康复护理团队 都在设法降低 心脏病患者居高不下的 抑郁症发病率 他们在这方面发力 是因为抑郁症 和其他突然性的压力 刺激一样 对心血管的影响 是很恶劣的 抑郁症和导致患者 抑郁的心脏病 双管齐下 有可能会造成 很致命的后果 麦克布莱德对我说 目前 每两三个恢复中的 心脏病患者 就可能有一个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麦克布莱德 会对每个 因心脏问题 入院的病人 进行抑郁症筛查 不论患者是得了心肌梗死 还是入院安放之下 做搭桥手术什么的 这也成了 他们医院的制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威斯康星大学 预防心脏病学诊所 就有住院心理师 和治疗专家 并从1994年 开始支持 正念减压法训练 正念是从佛教 引入医学的治疗方法 在练习时 你应该专注于 觉察当下的思绪 感受和体感 而不是回想过去 或担忧未来 正念疗法还强调 你应该接受 所有的想法和感受 不要做是非判断 因此 可以帮助练习者 理解任何时刻的感受 都没有对错之分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 正念已经成了一种 越来越受欢迎的 缓解压力的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监狱 医院等场所 近年来 由于儿童焦虑问题 越来越严重 学校也开始 引入正念减压法 迈克布赖德告诉我 心脏康复护理团队的人 最早给他们的正念 课程起的名字是 控压法和减压法 所有人都报名参加了 他说道 随后 工作人员把名字 改成了正念冥想法 还加上了瑜伽 和太极的元素 结果 男人们都不来了 对那些西方男人来说 这玩意儿太东方了 我笑了 那可怎么办啊 我们干脆就又把名字 改回了正念解压法 这下那些男人 又成群结队的来了 迈克布赖德的团队 运用正念疗法 来解决心脏病患者 真实存在的畏惧 病人的这种畏惧感 一直存在 但近年来 互联网把它给放大了 人们可以轻易地 在网上获取大量信息 其中有些信息 比如健康饮食 或者增加运动 还是很有用的 但病人也很有可能 看到未经检测的补品 或者过度简化 一致不准确的医疗信息 自我诊断疾病 总会有这种隐患 比如笼统地说 胆固醇有害健康 就是后一种情况的实例 这些错误信息 绝对会对心脏病患者 如心肌梗死患者 或大小手术接受者 的恢复其反作用 也反过来 凸显了专业心脏 康复护理的重要性 这样的团队提供的信息和指导 都是经过同行评议的 来自医学期刊等可靠信源 请注意 如今大多数医院 都有这样的项目了 但规模各不相同 在你比较各家医院的优缺点时 可以把这个 也列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各家医院的心脏康复护理团队 包括麦克布赖德的团队 都发现 让病人的伴侣 近亲或者朋友 参与病人的恢复过程 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医生提供的康复护理 课程会教病人的伴侣 朋友 不要在病人周围表现得小心翼翼的 时刻想着 他什么时候会死啊 因为病人 一般都会不可避免地去 自己琢磨这个问题 有伴侣参与的课程 有时还会帮忙解决一些 其他健康问题 比如 勃起功能障碍 在心脏病恢复期患者中很常见 还会帮助病人伴侣 储备应对下次心脏病发作的知识 比如 教他们心肺复苏 该怎么做 有的人 参加这样的康复护理项目 可能是真的相信冥想 或者瑜伽的力量 有的人 也许是想在这种艰难的时刻 让自己和伴侣都轻松一些 但无论如何 心脏康复护理项目 都大幅增加了 搭桥手术患者术后的 十年生存率 也降低了心肌梗死患者 二次住院或死亡的概率 然而 麦克布赖德指出 尽管参与心脏康复 护理项目的患者 育后都更好 但只有大约 四分之一的人 会报名参加 病人给出的理由 有很多 包括缺少医保 抑郁 认为护理项目 太麻烦或者没必要 往返于护理课程 在交通上花费的时间 和精力太多 等等 梅奥医学中心 研究了患者 不参与项目的理由 研究者发现 虽然年龄 年龄越大的患者 参加的医院越低 性别 女性患者参加的医院更低 等因素无法改变 但医院 还是有很多 能够提高患者医院的对策 比如 可以在患者住院期间 就先由心脏科医生 做好初级的护理工作 也可以趁患者还没出院 就让医生 推荐好康复护理的项目 或对康复护理的重要性 做好介绍 并与患者 就如何克服 往返交通等潜在困难 进行深入讨论 虽然患者乍一听 康复护理项目 会觉得挺麻烦的 但迈克布赖德强调 这样的项目绝对有好处 尤其是集体护理 如果一个病人 看到一起参加护理的朋友 正在使用跑步机 然后发现 他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 两个月 很可能就会受到激励 明白朋友 在运动并好转 他们会说 嘿 我也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 我的身体该怎么变得像你一样好呢 其他患者带来的社会性支持 是很重要的 迈克布赖德说 他们会对彼此敞开心扉 迈克布赖德同时指出 传统中医 也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 并建议进行视角 更宽广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简单来说 结合医学着眼于寻找影响 每个个体健康的特定因素 包括生理 心理 精神 社会或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然后结合不同的医学体系 为其定制独特的疗法 迈克布赖德的团队 把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引入心脏康复护理项目 已有差不多25年 从几名有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的医生 加入团队以来就开始了 除了减压 迈克布赖德的团队 还试验了其他促进心血管康复的方法 研究人员测试了一系列物质 对动脉功能的影响 准确来说 就是当受损的动脉 遇到这些物质时会不会舒张 他们试过的物质 包括维生素A C D E 还有人参 白梨卤醇 部分植物在遭到病原体攻击时分泌的物质 葡萄 红酒 大蒜等 不易而足 实验结果怎么样 我问 我可以告诉你 维生素一点作用都没有 那么什么物质能起作用呢 红酒有用 黑皮有用 反正膳食补充剂没用 目前 迈克布赖德的团队测试过的物质中 最有效的是塔丁味药物 降低血胆固醇水平的药物利普陀 通用名称为阿托伐塔丁钙片 就是其中一种 血脂有两个来源 饮食和肝脏合成 塔丁味药物影响的就是后者 能抑制肝脏内合成胆固醇的煤的活性 迈克布赖德告诉我 塔丁类药物能有效减缓炎症 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减少动脉周样硬化板块 我自己服用塔丁类药物已经15年了 听他拿红酒和黑皮和塔丁类药物相提并论 我深感慰藉 如果换成这两种药物 我可太支持了 迈克布赖德还提到了黄铜类化合物 这是一类抗氧化剂 多鉴于食物 如浆果 苹果 柑橘 豆子 甚至茶叶中也有 抗氧化剂能阻断自由基的生成 自由基是一类不稳定的分子 会损伤身体组织 维生素C 益核类胡萝卜素 也属于抗氧化剂 但迈克布赖德认为 我们无法确定膳食补充剂的内部组分 因此不一定能用这种方式 补充这些营养 保健品不能取代 富含上述物质的健康饮食 他还比较推崇具有抗氧效果的地中海饮食法 这种饮食法强调多摄入蔬菜 橄榄油 大蒜和单部饱和脂肪 同时减少摄入饱和脂肪 在谈话中 迈克布赖德给出的另一个重要建议就是 想保持对心脏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 最关键的是过犹不及 铁人三项不是合适的运动量 躺着不动也不是合适的运动量 他对我说道 每天散散步是合适的运动量 人们总说 红酒对我有好处 我要喝一整瓶 这是错的 正确的量是每天三盎司 不到九十毫升 美国人日常的心脏不是有一部分 要归因于饮食习惯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就没有考虑到过犹不及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 美国餐厅 尤其是快餐厅和连锁餐厅 提供的每餐的份量都有所增加 与之一起上升的 还有美国的肥胖率 哈佛女性健康观察 Harvard Women's Health Watch杂志调查发现 一般电影院提供的汽水 过去大约七盎司 约207毫升 如今却有了超大桩 可达32至42盎司 约946至1242毫升 以往2至3盎司 约57至85克的面包圈 现在也重4至7盎司 约113至198克了 美国人的肉类消费量也在增长 过去50年来 全球的肉类需求变成了原来的4倍 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分析了 二战期间 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率 特别关注了被纳粹占领的挪威 结果发现 1942至1945年 虽然人民的生活压力激增 但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下降了约20% 这是为什么呢 战争期间 挪威人的家畜都被德国人没收 他们接触不到肉 蛋和奶制品 因此只能靠低脂的蔬菜 穀物和水果生活 心脏病的死亡率也就降低了 最后 我列了一份清单 是在这个压力逼人的世界里 医生推荐的 对心脏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 内容包括锻炼身体 多吃鱼类 少吃肥肉 减肥 或保持合理的体重 保证充足睡眠 每晚七个小时睡眠时间 似乎最健康 不抽烟 适量饮酒 运用减压技巧 定期体检等 列完清单后 我准备结束这场采访了 我问迈克布赖德 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对一切采取过犹不及的态度 他说 这是我最想说的 第十五章 修复一颗心 从蛇身上学到的智慧 心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除非你让它变得坚不可摧 绿野先踪 米高梅电影公司 1939 在自然界 心脏和循环系统 已经进化成了效率极高的体内交通系统 其首要功能是让各器官与外环境之间 交换重要物质 如营养物质和气体 而我们人类社会演变的速度 明显超过了心血管系统进化的速度 搞得我们每天都在用垃圾食品 毒素 污染物 香烟和生活压力挑战心血管系统 能够承受的极限 人类用医学作为武器 挑战着自然 举例来说 近些年来 我们见证了低脂饮食和高水平医疗技术的兴起 利用病人胳膊或腿上的静脉 医生已经可以替换掉堵塞的冠状动脉 完成关脉搭桥术 比手术更复杂的还有人工心脏 1982年 美国心外科医生威廉 德福里斯成功将历史上 首个全人工心脏贾维克7号 植入61岁的退休牙医 巴尼·克拉克体内 克拉克术后 存活了112天 承受了一系列严重并发症 包括呼吸困难 需接受气管切开术 以及发烧 脑促重 癫痫 瞻忘 肾衰竭和阴明血障碍引起的流血 最终因结肠炎去世 人工心脏 在手术刚结束时积攒的 好人员随着克拉克身体状况的恶化迅速消失 后续的消极评价 也让人工心脏的发展目标 从永久植入 变成了患者等待移植期间的过度支持技术 再说说心脏移植 1967年12月3日 南非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192-2001 实行了首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 器官捐赠者是25岁的戴尼斯 达瓦尔死于车祸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 53岁的路易斯 沃什凯斯基获得了达瓦尔的心脏 术后心脏功能正常 但不幸的是 阻止排斥反应的免疫抑制剂 让沃什凯斯基对细菌改染毫无招架之力 18天后 他死于双侧肺炎 据估计 如今全世界每年大约会进行5000例心脏移植手术 其中大多数在美国 但即便如此 每年也依然会有上百万人死于心脏疾病 上千人死在等待移植用的心源 肝源 肾源出现期间 在前文中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种移植的发展史 也看到了今天的医生 设计基因编辑朱 为了让朱提供移植用器官所做的努力 与此同时 大自然似乎也给我们提供了治疗心脏疾病的新方法 这些方法源于动物 但又不用动物替我们去死 如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把目光投向大自然 想从动物令人惊叹的进化和变异中 寻找解决之策 动物界有许多值得我们人类关注的适应性进化 其中之一就是某些物种有修复受损心脏的能力 这种能力正是我们人类不幸缺失的 心肌梗死的发作 通常是因为一条或多条冠状动脉中 至少有一处发生了阻塞 减少了心脏的血功 缺氧时 阻塞区域下游的心肌组织坏死 急电患者得以幸存 坏死的心肌也会变为斑痕组织 阻止新的心肌细胞生成 同时由于斑痕组织无法收缩 该区域无法正常工作 从而影响到心脏各部位高度协调的工作计划 心肌梗死幸存者一般都更容易出现更多心脏问题 如再次心肌梗死等 最终导致心力衰竭 如果医生能够替换坏死 或功能异常的心肌组织会怎么样呢 那么这项治疗将会有革命性的意义 每年大约有100万美国人被诊断为心力衰竭 只剩不到一年寿命的比率将近30% 可惜人类没有心脏再生的能力 应该说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 于是科学家只好去最古老的脊椎动物 鱼类身上寻找答案了 准确来说是热带淡水水域常见的一种鱼 斑马鱼 斑马鱼属卵生鱼类来自南亚 与条鱼有亲缘关系 虽然人们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这种小鱼了 但把它们用作模式动物下大功夫来钻研人类疾病 还是从2013年才开始的事情 这是因为在这一年 科学家终于拿到了他们探求十年想要的结果 斑马鱼的基因组序列 测序完成的基因组就相当于一套完整的遗传说明书 指挥着一种生物的发育成长和生命维持过程 科学家惊讶地发现 斑马鱼和人类基因相似度超过70% 而且和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中 有超过80%都能在斑马鱼的基因组里找到 对于人类的几乎每个器官 它们基本上都有对应的替代品 每次还能生下数百个透明 且在体外发育的卵 这些特征使研究人员能够把人类的病症 在这种素生、豪养且异于观察的物种身上模拟出来 同时我们还能将基因突变引入斑马鱼实验 来观察基因养不良等疾病的遗传 或对各种心脏异常进行模拟 从而让药物开发者能够对具有潜在治疗效果的物质进行测试 在所有针对斑马鱼进行的研究中 最激动人心的应该要数心脏再生了 人们发现虽然它们只有一个心事 但切掉这个心事的一部分后 它们的心脏居然可以完好的再生 而且被切掉的比例可以高达20% 诚然人类在走出相互掠夺和决斗的时代之后 应该很少受这样的伤了 但这一发现对心脏科学来说依然意义重大 科学家观察到 斑马鱼在心脏被切掉一部分后 会先在伤口处形成血栓 阻止大出血 然后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 在受伤后的30至60天内 血栓会逐渐被功能完备的肌肉细胞取代 在发育成熟的哺乳动物心脏内部 心肌细胞不再分裂 意思就是不会有新的心肌细胞产生 但斑马鱼的心脏不同 不仅能产生新的功能完备的心肌细胞 而且全过程不需要干细胞参与 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地介绍干细胞 在这里你可以简单地认为 干细胞就是一类具有分化成 不同种类细胞的能力的细胞 干细胞可以是处于胚胎期的细胞 也可以是成体细胞 具体特化成什么细胞 要看它们受到怎样的诱导 在成年的斑马鱼体内 心肌细胞可以有就有的心肌细胞产生 当其心脏的某个区域受到损伤时 该区域内未受损伤的心肌细胞 就会重新进入其生命周期中的繁殖期 开始制造新的功能完备的心肌细胞 新生的细胞一出生就做好了工作的准备 能移动到受损的区域 替代身体一开始为了应对伤口而形成的斑痕组织 与此同时 斑马鱼的心脏还会迅速长出一层结地组织网络 让血管快速重新生长 覆盖受伤区域并产生一种成纤维细胞 成纤维细胞能够分泌胶原蛋白 进而铺设一层胶原蛋白框架 这种框架被研究者称为重生脚手架 可作为一种结构基础 为新生的心肌提供支撑 既然在生出功能完备的心肌组织这么有好处 你肯定很想问 为什么哺乳动物不这么做呢 从进化的角度看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 或许没有这种能力反而更加有力 至少是对我们的祖先更加有利 我们的心肌细胞在出生后不久就停止分裂了 因此不容易出现诱发癌症的基因突变 这样一来心脏癌变的概率就很低 鉴于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这种特征 那么毫无疑问 它肯定是古老的哺乳动物祖先进化出的一种适应 或者说 由于只有斑马鱼和另一种北美洲荣源 绿红冬美元 No-Top-Thalamus Viridescence 具有心肌再生的能力 心肌无法一直分裂这一特征 肯定在脊椎动物的早期祖先身上就已经出现了 仔细想想 我们的祖先不吃劣质快餐 没有肥胖困扰 也不抽烟 没有近些年才出现的其他伤害心脏的坏习惯 那么他们没有进化出心肌细胞持续分裂的能力 也不足为奇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人类的器官是如何在一个与现代差别巨大的时代中进化的 至于为什么斑马鱼能成为脊椎动物中的异类 那可能是因为某个基因突变为它们这个物种带来了好处 如果你是一条秀气的小鱼 或者一只几厘米长满身红斑的荣源 因此成了长有尖牙利爪的捕食者最喜欢的午餐 那修复心脏的能力就太有用了 且不论修复心脏的能力到底是怎么进化出来的 今天的人类没有这种能力 我们就遇上了严重的问题 而科学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机会 科学家有几个研究方向 包括寻找特殊的物质 以达到下属目的中的任意一个刺激成熟的心肌细胞分裂 把成纤维细胞等细胞转化为心肌细胞 或者使心脏干细胞分化 特化为心肌细胞 这三条理不论哪条都涉及大量复杂的工作 除此以外 心脏的再生还需要我们修改心脏血管的走向 毕竟任何再生的心肌都需要全套的供血系统 来运输修复组织所用的物质 营养成分和氧气 虽然在心脏被切除一大块后斑马鱼能出现再生现象 但科学家依然需要让他们在遭遇更常见的人类心脏病时 也能展现出同样的能力 为此研究人员正在尝试设计带有心脏半膜疾病 先天性心脏缺损及高胆固醇血症等支质代谢疾病的实验鱼种 探索之路曲折漫长 但科学家期待 在未来的某一天 利用从斑马鱼及其他非哺乳动物的心脏中学道的新知 我们能够借助心脏再生的手段 开创治疗心脏疾病的新纪元 从遗传学的角度看 爬行动物要比喻更加接近人类 所以它们自然也能在医学研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缅甸蟒 Python by Vititas 就是另一种心脏能帮助科学家研究人类疾病疗法的动物 缅甸蟒很好辨认 头顶有标志性的箭头状斑 原产于东南亚的草泽 森林和岩洞 它们是全世界所有蛇类中 第二或第三场的物种 此性可以长到20英尺 约6.1米长 粗细堪比电线杆 这种体型的缅甸蟒 体重一般在300磅 约136.1千克左右 雄性普遍小一些 长度最多大概15英尺 约4.6米 我十来岁的时候 曾经养过一条漂亮的蛇 不过我的蛇 只有差不多4英尺 约1.2米长 虽然不大 但这条蛇 可让我和我的小伙伴激动坏了 尤其是喂食的时候 不过 并不是所有人见了蛇 都像我一样激动 我母亲还有我八个一中的 至少六个都见不得蛇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在我告诉我们 纽约长岛那所房子的 维修工卧的爱丽丝 在房间里之后 她就把我的房间 当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 瘟疫之地 但我被蛇淡漠的举止 深深吸引住了 沉迷于 看她每隔一段 时间退一次皮 每周一次地张开血盆大口 吞掉比她脑袋还大的老鼠 至于医学界 他们对蛇的兴趣 可就是年幼的 我完全想象不到的了 其实根本没人想象得到 2005年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科学家 在观察中发现 缅甸蟒在进食后 三天内心脏的体积 增大了40% 我采访了科罗拉多大学 博尔德分校的科学家 莱斯利 莱伊万德 他研究这种现象 已经有十多年了 他指出 蟒蛇的这种不寻常的现象 其实是对进食不规律的 一种适应 在元七夕地 蟒蛇可能会一整年 吃不到任何食物 但身体没有任何病变 要是换成哺乳动物 一定早就性命不保了 所以蟒蛇做出了一些 很极端的事情 莱伊万德对我讲道 其中就包括 不放过任何进食机会 吃下巨大的食物 和红伟然 森然一样 蟒蛇也靠压缩肌肉 来捕杀猎物 它们会先搞伏击 瞄准的猎物 有时能比它们自身 大上50% 我小时候养的蛇 只吃老鼠 但在野外 缅甸蟒可以捕食猪 鹿 甚至人类小孩 蟒蛇会先咬猪 但这种撕咬并不致命 紧接着用肌肉发达的身体 紧紧地缠住猎物 压缩猎物的胸腔 使其无法扩张 猎物的肺也就无法吸入 气体长大了 用不了多久 猎物就会窒息而死 此时 蟒蛇在松开猎物 同时张大夏和 十分惊人的一幕 从猎物的脑袋开始 一边向前移动身体 一边把猎物送进嘴里 直到把整顿大餐 都生吞进度为止 这种进食方式 会让蟒蛇承担巨大风险 很容易被天敌攻击 想象一下 让你一口吞掉一条大胆拳 然后溜达到一边 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算了 你还是别想象了 至少你现在应该能理解 为什么经过进化 蟒蛇的进食 不会那么频繁了 不过 蟒蛇还进化出了 另一种惊人的能力 能让它们尽快恢复 迅捷的行动力 蟒蛇消化 重达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 本身就只需四至六天时间 在此基础上 它们居然还能利用 消化食物得来的能量 让器官变大 莱伊万德告诉我 除了脑 因为被固定在颅骨当中 而不能变大之外 蟒蛇全身上下 几乎每个器官 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变大 体积和质量都会增加 蟒蛇内脏变大 不仅是因为体液的聚集 器官的食质也增大了 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 蟒蛇进食后的 二十四个小时内 哺乳动物身上 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莱伊万德补充了这么一句 我本想说一句 我自己在感恩节之后 胖了不少 想想还是算了 莱伊万德最初的研究兴趣 是人类心脏的生理性肥大 运动员的心脏 会发生这种情况 很多人以为心脏增大 肯定是疾病导致的 的确 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 若不经治疗 确实能引起心脏肥大 但这种情况 叫做病理性肥大 肥大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细胞体积增大 在刚才的例子中 就是心肌细胞体积增大 而病理性的意思 就是疾病或外伤造成的状态 请注意 肥大并不一定都是坏事情 比如举重训练 就常常能导致肌肉肥大 在某些病理性肥大的病例身上 莱茵万德解释道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心肌变得非常大 但肥大的心肌 占用的是枪式的位置 所以导致的结果 就是心房和心湿壁很厚 但里面的空间很小 这和健康的运动员 心脏是不同的 运动员心脏的心肌 和枪式空间同比例增大 在心肌变厚的同时 枪式的内部空间也变大了 血液可以更大量地 冲入和流出 蟒蛇的心脏增大 就是运动员这种类型 莱伊万德对我说道 他认为如果他能带领团队 搞清楚蟒蛇的心脏 是如何这么快速地增大的 或许就能为人类预防 或治疗心脏病 尤其是给那些心脏病 太严重一致 已经无法锻炼的人 提供救命之策 如果你的心脏 还能承受锻炼的压力 体育锻炼 能给你带来的好处 包括促进循环 为各组织增加氧气供应 降低血压 降低血脂等 然而很不幸 蟒蛇实验刚刚开展起来 原材料供应竟然出了问题 20世纪90年代 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人 把不想养的宠物蟒蛇 大量移气到了大沼泽地 佛罗里达大沼泽地 是美国物种资源 最丰富的沼泽湿地之一 也是喜温的动物 最完美的生境 蟒蛇尤其喜欢这里 一整年都不会有寒冷天气 威胁到它们 也不会有缺乏食物的季节 最惨的是 大沼泽地给所有入侵的蟒蛇 准备了饕餐盛宴 宾威的短尾猫 及其他中型哺乳动物 如浣熊 腹鼠 狐狸等 应有尽有 它们还成了 湿地棉尾兔的主要天敌 结果不到30年 佛罗里达州的蟒蛇数量 就暴增到50万至100万条 酿成了一场生态灾难 于是在2012年 美国内政部下令禁止缅甸蟒 在美国国内销售 同年又下严令 禁止蟒蛇的跨州运输 尽管这几项禁令 没能挡住蟒蛇数量激增的趋势 但这几项禁令 对大沼泽地来说 是有利的 不过 莱茵万德的团队 几乎再也买不到研究用的标本了 莱茵万德告诉我 他们和蟒蛇运输禁令 周旋了将近三年时间 终于想办法 钻官僚主义的空子 搞到了标本 他们选用近期 刚刚进食过的蟒蛇 来研究心脏的变化 起初 他们给刚刚吃饱喝足的蟒蛇抽血 发现血液是白色的 莱茵万德向我讲述到 血液里脂肪含量特别高 外观几乎不透明 如果这种结果 出现在人类身上 那就完蛋了 这么高含量的脂肪 很可能堆积在内脏里 并在为心脏宫血的 冠状动脉内部的狭小空间里 形成脂肪斑块 引发心脏病 所以 当我看到他们的血液和牛奶 没什么两样的时候 他说 我就在想 为什么蟒蛇 没有表现出任何心脏病的症状呢 他们的心脏里 一定也堆满了脂肪 然而 进一步检查发现 近食过后的蟒蛇心脏里 根本没什么脂肪 甚至脂肪含量比饿了一段时间的蟒蛇的心脏还少 最终 科研团队终于搞清楚原因了 对你 我这样的人类 或者健康的老鼠来说 莱茵万德说道 脂肪是一种燃料 可以消耗产生热量 当你不再燃烧脂肪时 脂肪会堆积在心脏里 心脏就出问题了 但蟒蛇不一样 蟒蛇在吃完一顿大餐之后 身体的反应是把心脏变成一个燃烧脂肪的机器 同时体积变大 但这种变大不是病理性的 蟒蛇的进食习惯这么奇特 要是心脏发生病理性肥大 他们早就被淘汰了 这让莱茵万德开始思考 让蟒蛇变得像运动员 而不像宅男的秘诀 究竟是什么呢 研究人员发现 激发蟒蛇心脏发生明显肥大的物质 就是他们血液中的脂肪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食物中自带的三种脂肪酸 分别为肉豆蔻酸 棕驴酸和棕驴油酸 人类可以从鱼油等营养品中 获取这三种脂肪酸 心脏病学家帕特里克·麦克布莱德 听到这儿可能会做个鬼脸 莱茵万德的团队 把三种脂肪酸注入 饿了一段时间的莽蛇的身体 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证明了三种脂肪酸的功能 每次实验中 莽蛇的心脏都变大了 效果和饱餐一顿是一样的 同样的实验 在老鼠身上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 实验鼠的心脏 变得和持续锻炼 好几周 但未补充脂肪酸的老鼠 心脏一样大 最引人注目的是 老鼠也好 蟒蛇也好 其心脏虽然变大了 但内部各部位的比例保持不变 和病理性肥大完全不同 你可能还记得 如果心脏病理性肥大 在心肌变大的同时 心房和心室内部的空间 并不会同步变大 截至目前 并没有证据显示 连用三种脂肪酸 会引发任何疾病反应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虽然初步结果十分喜人 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莱伊万德下一阶段的研究目标 是利用大型动物模拟心脏疾病 测试脂肪酸的效果 他们希望实验能逐步推进 一步步走向真正的目标 莱伊万德对我说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 最终不仅能帮我们找到一种 代替体育锻炼的方式来维持心脏健康 还能为不适合锻炼的心脏病患者 找到一种疗法 改善他们的心脏功能 延长他们的寿命 莱斯利 莱伊万德已经为此成立了一家生物医药公司 希望将来自己真的能开发出这种名药 2017年 莱伊万德被美国心脏协会授予杰出科学家奖 以表彰他在心脏健康方面的突出贡献 冰奖时 他也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目标 第十六章 培育一颗心 干细胞 菠菜叶与三地打印 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说 我们不能再吃药了 我们得吃菠菜 比尔 马赫 为了探索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脏再生方式 我采访了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的研究员 哈拉德 奥特 奥特团队的愿景很远大 利用干细胞再生出人类心脏 并希望能进一步拓展到所有器官 人体共有约200种不同的细胞 其中的绝大多数在繁殖时都会产生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子细胞 肌肉细胞分裂产生更多的肌肉细胞 脂肪细胞分裂产生更多的脂肪细胞 以此类推 而干细胞不一样 在特定的条件下 干细胞可被诱导分化成不同种类的细胞 多数干细胞有自己的能力上限 比如血液中的干细胞就只能分化成各类血细胞 但胚胎干细胞很特殊 可被诱导分化成任何种类的细胞 因此又被称为多能干细胞 人们可在期待胚胎内获取多能干细胞 但后者的获取和使用争议极大 即便如此 对研究干细胞疗法的科学家来说 胚胎干细胞也还是因其具有全能性而意义巨大 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疗法绕开器官移植 用干细胞直接培养出人类器官 来取代病变或功能出现异常的器官 为什么设计培养人类心脏实在必行呢 我这样询问奥特 奥特在干细胞研究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分支中处于最前沿 他向我解释道 如今的医学已经非常善于治疗外伤肺炎这样的急性伤病了 因此这样的伤病造成的死亡越来越少 许多人都能活到高龄 可在年龄太大时 他们的器官就要逐渐瓦解了 人体内的有些组织 比如肝脏骨骼 在受伤后都有再生机制 奥特告诉我 但也有许多器官 比如心脏 不具备自我再生能力 一开始 这些器官比如肺都具有一些额外的储备细胞 所以不能自我再生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但储备的细胞是会用完的 中末期器官衰竭是一个全球性健康问题 影响着几百万人 他说 也就是说 车祸 肺炎或者其他伤病 再也杀不死那么多人了 人们活得越来越久 给身体积攒的损伤也越来越多 直到身体不堪重负 因此 近年来医学界的风向有了很大改变 二十世纪时 大多数人的目标都是修复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但如今人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进行心脏 肾脏 胰腺等器官的再造 以替换病人衰竭的原有器官 2005年前后 奥特在明尼苏达大学 跟随心脏病专家多利斯·泰勒学习 接触到了干细胞研究 泰勒研究的重点 本来是用得过急性心肌梗死的实验图 将干细胞注入其心脏 试图恢复其心脏功能 但在奥特加入团队后 他们发现 仅仅把干细胞注入受损的心脏效果并不明显 他们需要的并不只是修复器官 而是重塑整个三维结构 后来 泰勒继续他的研究 最终去德克萨斯心脏研究所 做了再生医学部门的领导 而奥特则前往麻省总医院 做了心胸外科医生 之后又加入哈佛大学医学院 做了外科学讲师 奥特讲解到 他目前的实验 基于20世纪 90年代人们所做的组织工程研究展开 在过去的研究中 科学家发现 以胶原蛋白为主要成分的细胞外机制 可以被当成脚手架 利用这个脚手架来搭建细胞 我们就能制作出 具有三维结构和生理功能的组织 某种组织的细胞外机制 是由构成这种组织的细胞分泌 合成的 赋予了骨骼 软骨等组织 其特有的形态和特征 而以胶原蛋白为主的细胞外机制 则具有能被拉长 而不损坏 延展性强 不激发免疫应达 抗原性弱 和能够允许心肌细胞等其他细胞 在其内部生长的特性 我不算是个好工程师 奥特和我说 刚开始着手研究的时候 我没有从零开始搭建这个脚手架 而是直接用了死亡动物的器官 首先 奥特的团队会将动物的心脏 进行脱细胞操作 使用特殊的清洗即将器官的细胞 全部溶解 清除 完成脱细胞操作后 他们得到的就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细胞外机制 柔软坚韧 还保持着心脏的形状 我去看了他以前留下的脱细胞处理后的心脏标本 用的是猪心脏 标本呈现出一种浑浊的白色 由胶原蛋白 弹性蛋白和鲜连蛋白 负责将细胞与这些物质粘连起来 有点像胶水构成 看起来基本上还是一颗猪心的形状 我被这个标本深深吸引了 在我面前的这颗心脏过去曾充满细胞 而此时细胞已经尽数消失了 虽然细胞没有了 这颗心脏剩下的建筑结构却被精准地保存了下来 成了奥特他们打造全新心脏的完美基础 由于全部的细胞都被清除了 留下的仅有结构蛋白 所以脚手架不会像移植过来的心脏那样 激发免疫应答 当身体识别出某些细胞是同种一体的不是自体的 与自身免疫系统不相容时 免疫系统就会开始攻击这些细胞 这就是病人在接受免疫不相容的捐赠器官后 出现同种一体的排斥反应的主要原因 然而使用根本没有细胞的空白样板 在理论上人们完全有可能制造出不排异的器官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奥特要如何给心脏型的 脚手架冲入新的 不会被免疫系统攻击的细胞呢 他表示 2012年的诺奖成果 给了自己的团队很大的推动力 当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约翰 戈登和山中深迷二人 他们发现成熟的体细胞 可以通过基因重组变回干细胞 方法是将四个负责阻止不成熟的干细胞 分化为成熟细胞的基因 引入成熟的体细胞 更厉害的是 转化出的干细胞 不是随随便便的干细胞 而是多能干细胞 你还记得吧 通过不同的诱导方式 多能干细胞有能力分化成人体内 存在的所有种类的细胞 将近200种 至于用到的成熟体细胞从哪来 肯定是越容易获得的细胞越好了 科学家欣喜地发现 成纤维细胞完全符合条件 除了和心肌细胞 一起存在于心肌组织中以外 成纤维细胞 还是结地组织中最常见的一类细胞 连皮肤的真皮层里 都有它们存在 我们在上一章提及斑马鱼时 讲到过 成纤维细胞的功能之一 就是分泌结构蛋白 如胶原蛋白 弹性蛋白纤维 还有细胞外机制 也就是细胞周围的非细胞结构 奥特表示 从皮肤中就可以获取这种细胞 可比从心脏里 取组织要容易多了 等到成纤维细胞 被成功转化为干细胞 再被诱导分化成心肌细胞 它们就能被种植到脚手架上 然而 到了这一步之后 奥特就遇到问题了 他的团队做出了心脏的部分结构 也让其中的细胞 在受到刺激时能够收缩 但依然无法培育出 一整颗能够搏动的人类心脏 其他进行类似研究的实验团队 没有尝试培育完整心脏 而是在探索这种重新编程心肌的心用途 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西安 哈丁领导的一支英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团队 培养出了人类心肌细胞组成的补片 他们把补片缝在活兔子的心脏上 补片就变成了功能完备的心肌组织 很快 这项技术就能开始人体实验 研究人员希望医生能利用这种补片 来取代心脏病发作患者的心脏上 失去收缩功能的斑痕组织 但是 心肌补片和完整心脏总是不同的 奥特团队还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就是让重新编程后的细胞 形成三维立体结构 如冠状动脉 没有冠状动脉 新造出的心脏就没有工学渠道 这些结构需要由细胞自己建造完成 细胞既是砖码又是工人要参与建造的过程 令人发狂的是 建造的蓝图也存在于这些细胞内部 被编码在他们的遗传信息库里 但至今科学家仍无法获取这些信息 人们依然在想办法让细胞工人听话的开工 既然无法开启细胞的工作开关 奥特就只好另想办法 不能从零开始打造血管 他们就再用一次 一开始处理心肌组织的老办法 拿脚手架来搭 这次用的是一段脱细胞的血管 和心肌一样 给心脏工血的冠状动脉 在细胞结构都被清除之后 也只留下了由结地组织构成的框架 我们冲那些细胞喊 你是个不成熟的血管细胞 你看这儿有一根管道 你能去管道上排个队吗 就这样他们就去排队了 奥特说道 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脚手架真正特殊的地方 除了脱细胞后的器官以外 我们还有完好的血管系统 时至今日 打造三维组织并用来替换对应的受损人体组织 依然困难重重 但使用既有的脚手架 连过去功能正常的血管的结地组织骨架都用上 并不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 武斯特理工学院的生物医学工程师格伦 高德特也专注于心脏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 但他使用的脚手架和奥特使用的完全不同 是他手底下的一名研究生吃完午饭后 从食堂带回来的一种神奇的东西 我在实验室里采访了高德特 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高德特首先讲到每一个修复受损心脏 或者任何其他器官的工作者都明白血管的重要性 许多血管的直径只有几微米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供 心机就会坏死 高德特对我说道 这一点奥特之前也跟我讲到过 是心脏再生研究者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 看来也是高德特遇到的难点 虽然高德特的团队能让细胞在脱细胞心脏周围的血管 脚手架上生长 但无法培育出具有完整结构和功能的心脏血管复合体 所以我们想出了这种办法 高德特边说边给我看了一个小小的绿色的东西 我小心地把玩着这件东西 看着它上面的脉络 只觉得这东西像集了一片菠菜叶 感觉就是他去了趟菜市场买回来的 结果高德特肯定了 我的猜测这就是菠菜叶 正是他从菜市场买回来的 菠菜叶的叶脉传送水分 他说而我们的血管传送血液 从工程学角度看 两者传送的都是液体 所以当时我的研究生乔西 格什拉克就说 如果我们把菠菜叶的细胞处理掉 能不能只留下叶脉呢 于是我们就此开启了整个实验 高德特和格什拉克现在已经是实验室博士后了 把菠菜叶浸泡在化学药品中去除了全部的细胞 只留下细胞外的小手架 这和奥特对动物心脏做的操作如出一辙 他们得到的结果也类似 外管系统能够维持器官原有的结构 还能让器官的接受者免受排斥反应折磨 高德特带我在实验室里转了转 在此期间我观摩了标本的准备过程 他先把菠菜叶竹衣悬挂在小瓶子里 然后在其上方4英尺约1.2米处放置特殊的清洗剂 并让清洗剂随重力向下分别滴入多根细橡胶管 最后将每根橡胶管连上一根大口径输液针 再将针头插入叶柄 这套重力给药系统能保证清洗剂持续地流入叶片 当清洗剂遇到细胞时就会在细胞表面留下小孔 让其内部的物质流出 等清洗剂从叶间流出时 它也就带走了叶片的细胞内容物 这样灌注五天之后 剩下的就只有一具通体透明 结构完美的叶片骨架了 其中一个细胞都没有 叶片骨架的构成成分是一种坚固的结构多糖纤维素 如果你觉得纤维素耳熟 那多半是因为它也是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还是你饮食当中的膳食纤维 能直接通过你的小肠 你消化不了纤维素 但它们能给你清肠 其实所有脊椎动物都无法靠自身消化纤维素 但有些脊椎动物体内有共生的细菌来帮忙 大量微生物广泛地存在于这些动物的消化器官内 比如马的盲肠 牛的流位 这种共生关系一方面 让细菌有了温暖舒适的生存环境 另一方面 让动物获得了能够分解纤维素的纤维素酶 共生菌会将纤维素酶释放到食草动物的消化道内 纤维素酶遇上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就能将其中的多糖分解为更易消化的物质 比如单糖 这种适应性进化 让食草动物对以从过去消化不了的食物 比如草中获取能量和营养物质 而无脊椎动物呢 虽然其中有些动物臭名昭著 整天啃食植物和木材 但其实大多数靠自己也都对付不了纤维素 就比如某些白蚁 也要靠体内共生的细菌才能消化木头 要是白蚁宝宝没能在肠道内培养出这些挥舞着边毛的共生菌 它们就得饿死 所以它们靠吃两口父母或室友的粪便来获取菌种 但也有些白蚁没有这种困扰 能合成自己的纤维素酶 无需伺候肚子里的约500亿位客人 对格伦高德特来说 重点在于纤维素不仅结构坚固 生物惰性也很强 也就是说 它在人体内几乎不会激发免疫应达 因此 纤维素是一种几乎完美的生物相容性材料 美国也已经批准在某些医疗器械中使用纤维素成分 比如还有纤维素源纤维的床单 由细菌制造并用于外伤患者 或者用于输送药物的可植入式胶囊 把纤维素当成关键结构 想从零开始培育心脏的人 也不止高德特一个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科研人员 没有使用菠菜 而是直接用上了3D生物打印技术 虽然研究还比较初步 但他们想把从患者体内采取的活体组织当成末 用来打印器官 2019年4月 塔尔·德威尔及其团队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 大张旗鼓地宣布 他们已经打印出了一颗小小的心脏 相当于兔子心脏的大小 以色列科学家面对的难题也有很多 他们打印出的结构里的细胞虽然可以收缩 但整颗心脏依然不能搏动 除此以外 德威尔的团队还要解决 如何在心脏上打印细小血管的问题 虽然前路依然漫长 而且阻碍重重 但纤维素心脏的前景是很光明的 高德特在实验室中 已经成功让人类心肌细胞 在菠菜脚手架上生长 现在正想办法 在纤维素的工作完成后 将其溶解掉 他希望有朝一日 基于纤维素脚手架建造而成的血管经过处理 能够完全替代全部由人类细胞构成的血管 虽然现阶段我们无法预言这类研究的实际应用情况 但高德特等一众科学家 能够在植物界找到如此新颖 如此奇特的方法来造福人类 真的是太有趣了 鉴于心脏再生或肾脏肺等器官的再生如此艰难 我很想问这么极端的操作有什么必要性 为什么我们不能转而开发更高超的器官修复技术 或者着眼于疾病预防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看到 在美国 医生每年要进行约4万例器官移植手术 其中约10%是心脏移植 截至2020年9月 在美国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 有差不多10.9万人 你跟这些人谈疾病预防早已没用 而且他们之中 绝大部分人的器官都已损伤太重 修复也不是长久之计 据估计 每一天都会有20个人死在漫长的等待当中 哈拉德·奥特是这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假如你汽车的冷却气坏了 再去修它就没有用了 我们只会拿一个新的患上 了解这一点之后 我们就能理解再生医学的终极目标了 那就是找到心脏 以及肾脏 肝脏 肺 小肠的替代品 让病人无需再把命运交给看不到头的等候名单 也无需再在接受移植后 终身服用免疫抑制药物 也有科学家想在动物界寻找器官的替代品 比如让基因编辑株提供堪比人类器官的器官 同时避免排斥反应 我让奥特估计一下器官再生治疗的前景在何方 他说这么说吧 二十年过去之后 假如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现在有个人得了心脏病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走进一家医院 医生取一点他的皮肤样本 就能培养出一颗他的心脏 奥特继续说道 一旦患者的心脏情况到达一个临界点 功能不再健全 我们就给他换掉 其他器官也一样 其他器官也一样 他重复道 这就是我期待的结果 有点好 有点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